卷二 天主教哲学 导言 天主教哲学,就我使用这一名词时所含的意义而言,是指由奥古斯丁到文艺复兴时期为止支配着欧洲思想的哲学 在这十个世纪期间的前后,曾经有过属于这同一总的学派的哲学家 在奥古斯丁以前,有过早期的教父,其中突出的是欧里根 文艺复兴以后则有许多哲学家,包括现在末首某种中世纪体系 特别是托马斯·阿奎纳体系的所有正统天主教的哲学教师 然而,只有在奥古斯丁至文艺复兴期间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才与建立并完成天主教思想的综合体系有关 在奥古斯丁以前的基督教世纪里 斯多噶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在哲学的才能方面使教父们相行见措 文艺复兴以后,甚至在正统天主教教徒当中 也没有一个卓越的哲学家来继承经院学派或奥古斯丁的传统 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涉及的这一时期 不仅在哲学方面,既在其他方面也和其前后的各个时代有所不同 其中最显著的一项就是教会的权利 在中世纪期间,即大约自公元四百年起到公元一千四百年为止 教会使哲学纪念与社会的、政治的事物较前后时期结成更为密切的联系 教会是一个建立在一种教义上的社会组织 这种教义一部分是哲学的 另一部分则与圣史有关 教会借着教义获得权利和财富 世俗的统治者虽然往往和教会发生冲突 但他们却失败了 因为大多数人,其中包括世俗统治者本身的绝大部分都深信天主教的真理 当时,教会必须和罗马与日耳曼的传统做斗争 罗马的传统在意大利是根深蒂固的 特别是在法律家当中 日耳曼的传统则在蛮族入侵后兴起的封建贵族中最为得势 然而,经过了数世纪之久 这些传统却没有一个显示出足够的力量来向教会进行一次成功的反抗 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传统并没有在任何适当的哲学中体现出来 像我们当前所阐述的思想时,当论及中世纪的时候,是无法避免片面性的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一时期里对当代精神生活有所贡献的人都是些僧侣 中世纪的世俗中人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过程相当缓慢 然而,他们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盲目的 在中世纪后期,产生了一种与教会文学窘乎不同的重要世俗文学 这种文学,在一部分通史中,比在哲学思想史中需要加以更多的考察 在淡丁以前,我们还未发现一个充分具有当代宗教哲学知识的世俗人从事写作 一直到十四世纪为止,教士们名副其实地垄断了哲学 所以,哲学是从教会的立场写出来的 因此,我们若不先就教会制度的成长,尤其是教皇制的成长 做以比较广泛的叙述 那么,我们就适将无法理解中世纪思想 中世世界与古代世界对比之下 是具有不同形式的二元对立的特征的 有僧侣与世俗人的二元对立 拉丁与条顿的二元对立 天国与地上王国的二元对立 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教皇与皇帝的二元对立中表现出来 拉丁与条顿的二元对立是蛮族入侵的结果 其他的二元对立则有较为悠久的来源 中世纪僧俗的关系可以以萨摩尔与扫罗的关系为范例 在阿里乌斯教派或半阿里乌斯教派帝国统治的时期里 产生了僧侣至上的要求 天国与地上王国之间的二元对立 建于新约全书 但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上帝之城》一书中系统化了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 这一理论曾被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强调 他不但在圣保罗的书教中占重要的地位 而且还支配了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的基督教禁欲主义 天主教哲学被黑暗时代划分为两个时期 在这个时代里 西欧的精神活动几乎绝迹 自从君士坦丁改宗到鲍伊修斯世事为止 无论作为一个事实 或作为不久以前的一项回忆 罗马帝国依然支配着基督教哲学家的思想 蛮族在这一时期里 仅仅被认为是一种讨厌的东西 而不被看作基督教世界中的一个独立部分 这时仍然存在着一个文明社会 其中富有者人人都能读书写字 因此一个哲学家除了必须投合僧侣的心意 还必须投合俗人的心意 在这个时期与黑暗时代之间 即在公元六世纪末叶出现了大哥雷高礼 他虽然把自己当作拜占庭皇帝的臣下 但在对待蛮族国王的态度上 却非常居傲 在他以后 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里 僧侣间的分离越发显著了 世俗贵族创造了封建制度 这种制度稍微稳定了当代的慌乱局面 僧侣们宣扬基督教的谦卑 但只有下层阶级的人将其付诸实践 异教的骄傲体现在决斗 通过战斗进行裁判 比武以及个人报仇等方面 所有这一切虽为教会所赠物 但却无法防止 自十一世纪起 教会才千辛万苦地 从封建贵族制中获得解放 而这一解放 也正是欧洲摆脱黑暗时代的原因之一 天主教哲学最初的伟大阶段 由圣奥古斯丁占统治地位 但在异教徒当中 则由柏拉图占统治地位 第二阶段 以圣托马斯·阿奎纳为高峰 对他和他的继承者来说 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 远远超过了柏拉图 然而 上帝之城中的二元论 却完整地延续下来 罗马教会代表天成 而哲学家们在政治上 则是维护教会的利益的 哲学所关心的是保卫信仰 并借助理性来和伊斯兰教徒 这样一些不相信基督教启示的 确实性的人展开争辩 哲学家们 借助理性去反击批评 不仅是以神学家的身份 而且是以旨在吸引任何教义信奉者的 思想体系的发明家的身份 归根结底 诉诸理性也许是一种错误 然而 在十三世纪时 这却似乎是左右成效的 十三世纪 这个似乎具有完备规模的综合思想体系 被许多不同的原因破坏了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恐怕是负商阶级的成长 最初是在意大利 而后在其他地方 当时的封建贵族 大多是无知的 愚蠢的和野蛮的 一般人民则倾向于罗马教会 以为教会在智慧上 道德上 以及在与无政府状态作斗争的能力上 是超过贵族的 然而 新兴的商人阶级 却和僧侣们一样的聪慧 一样通晓世俗事务 他们更能与贵族们分庭抗礼 作为公民自由的斗士 更受到城市下层阶级的欢迎 民主风气 越居显著的地位 在协助教皇击败了皇帝之后 便着手把经济生活 从教会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中世纪时期结束的另一原因 是法兰西 英格兰 西班牙等强大的民族君主国家的兴起 当国王们平定了国内的无政府状态 并联合富商 抗击了贵族之后 他们自15世纪中叶起 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 为了民族的利益 与教皇相抗衡 当时 教皇已经失去了其一向享有的 并在11世纪 12世纪 和13世纪中 大体上应得的道德威望 首先 由于当教皇们住在阿维农的时候 他们屈从于法兰西 其次由于大分裂 他们曾无意识地使西欧世界相信 一种不加限制的教皇专制 不但不可能 而且也不值得向往 在15世纪里 教皇被卷入了意大利权力政治的 混乱无耻的角逐场中 他们作为基督教世界统治者 教皇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沦落为 意大利诸侯的地位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瓦解了中世纪的综合思想体系 在这以后 还没有过这样清晰 这样显然完整的东西 这种综合思想体系的成长和衰落 便是本书第二卷的主题 整个中世纪 富有思想的人的心情 对于有关现世的事物 总是深感不幸的 其所以能够忍受这些事 只是由于他们期待着一个较好的来世 这种不幸 正是整个西欧所发生的事情的反应 公元三世纪是一个多难的时期 那时 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的降低了 在公元四世纪暂时的平静以后 公元五世纪带来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和在其原来领域内的诸蛮族的兴起 过去 罗马文化所仰赖的有文化的城市富人 大部分沦为贫困的流亡者 其余的人则开始依赖其农村的地产过活 新的打击一直延续到大约公元一千年时为止 其间未曾有任何充分恢复生息的瞬间 拜占庭人和伦巴底人间多次的战争 把意大利残存文明的大部分毁灭了 阿拉伯人征服了东罗马帝国大部分领土 他们定居于非洲和西班牙 威胁过法兰西 甚至有一次竟劫掠了罗马 丹麦人和诺曼人 蹂躏了法兰西 英格兰 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 在这些世纪里 生活是不安定的和充满了苦难的 现实生活已经够坏了 而阴郁的迷信却越发使它变本加厉 人们想 大多数人就连基督教徒也要坠入地狱 人们时时感到自己被恶魔所包围 并且容易遭受魔法师和女巫的暗算 除了在处于幸运时刻的那些 还保留着像儿童那样无私无虑的人们以外 谁也感不到人生的乐趣 这种普遍的不幸增强了人们对宗教的感情 地上善人的一生只是奔向天国的旅程 除了最后引人进入永福的坚真的德行以外 尘世间就不可能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希腊人 在他们的伟大的时代里 曾经在日常生活上发现了喜乐与美 恩培多克勒欢呼他的同事市民说 朋友们 你们居住在这俯瞰阿克拉加斯黄色岩石 高高的衣棒城堡的大城里 忙于美好的工作 你们的城市是一帮人的光荣的庇护所 你们不善于做卑鄙的事情 我向你们致敬 以后 一直到文艺复兴为止 人们在现实里从未有过这样单纯的幸福 而是把幸福寄托在看不见的来世上 对于阿克拉加斯的井木 被金城耶路撒冷代替了 当地上幸福终于再临的时候 渴望来世的殷切才逐渐的减弱了 尽管人们还使用着同样的语言 但却缺乏那种深切的感情了 为了明了天主教哲学的起源和意义 我以为有必要用教叙述古代 或近代哲学更多的篇幅 来叙述一般历史 天主教哲学 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哲学 以及天主教教会的哲学 近代哲学 尽管远离了正统教义 但它很大一部分 却关系到 由基督教道德律观点和由天主教 政教关系原理得来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在有关伦理学和政治理论方面 在希腊、罗马、异教主义中 从来没有像基督徒那样 从一开始 继续对上帝和凯撒 或用政治的名词来说 对于国家和教会应尽的双重忠诚 这种双重忠诚所引起的大部分问题 在哲学家们提出必要的学说之前 早已在实践中获得了解决 在这一过程中 有两个很明显的阶段 一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前 一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 以圣安布洛斯达于顶点的 一系列主教们的实践经验 为圣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提供了基础 以后便开始了蛮族的入侵 随着就是长期的混乱和日益增长的愚昧 在从鲍伊修斯到圣安斯勒姆 这五个多世纪的期间里 只有一位卓越的哲学家 约翰·斯格托 由于他是一个爱尔兰人 曾大致避过了那些塑造西欧 其余地区的种种过程 这时期虽然没有哲学家 但却不是一个没有思想发展的时期 混沌引起了一些迫切的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是借着在经验哲学里 占主要地位的一些制度和思想方式来处理的 这些制度和思想方式 就在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很重要的 他们并非借着理论家 而是借着在紧迫斗争中的一些实践家提出来的 在十一世纪里 作为经验哲学前奏的罗马教会的道德革新 是对于把教会逐渐并入封建制度里去的一种反抗 为了理解经验学派 我们必须先理解希勒德·布兰德 为了理解希勒德·布兰德 我们必须理解他所抨击的一些罪恶 同时我们不能漠视神圣罗马帝国的创立 以及他给予欧洲思想的影响 由于这些原因 读者在以下章节里 将要触及较多的教会史和政治史 也许这些历史与哲学思想发展的关系 不是那么直接明显 由于我们所涉及的这一段时期是模糊的 对通晓古代和现代史的人们是陌生的 所以就更有必要叙述一番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 很少专业哲学家能像圣·安布洛斯 查理曼·希勒德·布兰德那样 对哲学思想给予偌大的影响 因此在适当处理当前课题的同时 叙述一番有关这些人物 以及其时代的重要事实 乃是不可缺少的 卷一 古代哲学 第一篇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第一章 希腊文明的兴起 在全部的历史里 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以解说的 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 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 已经在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 存在了好几千年 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 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 只等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 希腊人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大家熟知的 但是他们在纯粹知识的领域上 所做出的贡献 还要更加不平凡 他们首创了数学 科学和哲学 埃及和巴比伦人 已经有了算术和几何学了 但主要的是凭经验 从一般的前提来进行演绎的推理 这是希腊人的贡献 希腊人最先写出了有别于纯粹编年表的历史书 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 而不为任何因习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 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如此之令人惊异 以至于直到最近的时代 人们还满足于惊叹并神秘地谈论着希腊的天才 然而 现在已经有可能用科学的观念 来了解希腊的发展了 而且的确也值得我们这样去做 哲学是从泰勒斯开始的 他预言过一次日识 所以我们就很幸运地能够根据这件事实 来断定他的年代 据天文学家说 这次日识出现于公元前585年 哲学和科学原是不分的 因此它们是一起诞生于公元前第六世纪的初期 在这从前 希腊及其邻国曾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任何一种回答都必然有一部分是揣测性的 但考古学在本世纪里所给我们的知识 已经比我们祖先们所掌握的要多得多了 文字的发明在埃及 大约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 在巴比伦也晚不了太多 两国的文字都是从象形的图画开始的 这些图画很快地就约定俗成 因而语词是用会议文字来表示的 就像中国目前所仍然通行的那样 在几千年的过程中 这种繁复的体系发展成了拼音的文字 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早期文明的发展 是由于有尼罗河 底格里斯河和诱发拉底河 它们使得农业易于进行而又产量丰富 这些文明在许多方面都有些像西班牙 在墨西哥和秘鲁所发现的文明 这里有一个具有专制权力的神圣国王 在埃及他还领有全部的土地 这里有一种多神教 国王和这种多神教的至高无上的神 有着特殊亲密的关系 有军事贵族 也有祭司贵族 如果君主懦弱或者战争不利 祭司贵族往往能够亲临王权 土地的耕种者是农奴 隶属于国王 贵族或祭司 埃及的神学和巴比伦的神学颇为不同 埃及人主要的关怀是死亡 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要进入阴间 在那里 奥西里斯要根据他们在地上的生活方式来审判他们 他们以为灵魂终会回到身体里面来的 这就产生了木乃伊以及豪华的灵木建筑 金字塔群就是公元前四千年末叶和三千年初叶的 历代国王们所建造的 这一时期以后 埃及文明就变得越来越僵化了 并且宗教上的保守主义使得进步成为不可能 约当公元前一千八百年 埃及被称为喜克索斯人的陕族人所征服 他们统治埃及约有两个世纪 他们在埃及并没有留下持久的痕迹 但是他们在这里的出现一定曾经有助于埃及文明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传播 巴比伦的发展史比埃及更带有杜武好战的性质 最初的统治种族并不是陕族 而是苏玛连人 这种人的起源我们还不清楚 他们发明了楔形文字 征服者的陕族 就是从他们这里接受了楔形文字的 曾经有一个时期 有许多独立的城邦彼此相互作战 但是最后巴比伦称霸 并且建立了一个帝国 其他城邦的神就变成了附属的神 而巴比伦的神马尔都克 便获得了犹如后来宙斯 在希腊众神之中所占的那种地位 在埃及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形 只是时间更早得多 埃及与巴比伦的宗教正像其他古代的宗教一样 本来都是一种升职性能崇拜 大地是阴性的 而太阳是阳性的 公牛通常被认为是阳性升职性能的化身 牛神是非常普遍的 在巴比伦 大地女神伊什塔尔 在众女神之中是至高无上的 这位伟大的母亲 在整个的西亚州 以各种不同的名称而受人崇拜 当希腊殖民者 在小亚西亚为他建筑神殿的时候 他们就称他为阿尔蒂米斯 并且把原有的礼拜仪式接受过来 这就是以弗所人的迪阿娜的起源 迪阿娜是阿尔蒂米斯的拉丁文的对称 在希腊文的圣经里提到的是阿尔蒂米斯 而英译本则称为迪阿娜 基督教又把她转化成为童贞女玛利亚 但是到了以弗所宗教大会上 才规定把圣母这个头衔 加给我们的教母 只要一种宗教和一个帝国政府结合在一起 政治的动机就会大大改变宗教的原始面貌 一个男神或一个女神便会和国家联系起来 他不仅要保证丰收 而且要保证战争胜利 富有的祭祀阶级规定出一套教理和神学 并且把帝国各个组成部分的一些神都安排在一个万神殿里 通过与政府的联系 神也就和道德有了联系 立法者从神那里接受了他们的法典 因此犯法就是亵渎神明 现在所知的最古老的法典 就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 巴比伦王汉姆拉比的法典 国王宣告这一法典 是由马尔都克交付给他的 在整个的古代 道德与宗教之间的这种联系 变得越来越密切 巴比伦的宗教与埃及的宗教不同 他更关心的是现实的繁荣 而不是来世的幸福 巫术 普世和占星术 虽然并不是巴比伦所特有的 然而在这里 却比在其他地方更为发达 并且主要是通过巴比伦 他们才在古代的后期 获得了他们的地位 从巴比伦 也流传下来了某些属于科学的东西 一日分为24小时 圆周分为360度 以及日月时周期的发现 这就是他们能够准确地预言月时 并能以某种概然性来预言日时 巴比伦的这种知识 我们下面将会看到 泰勒斯是得到了的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 是农业的文明 而周围民族的文明 最初则是序幕的文明 商业的发展 起初几乎完全是海上的 随着商业的发展 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因素 直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 武器还是用青铜制造的 有些国家自己本土上 并不具备这种必要的金属 便不得不从事贸易 或者海盗掠夺以求获得它们 海盗掠夺只是一时的权益 而在社会与政治条件 相当稳定的地方 商业就被人认为 更加有利可图 在商业方面 克里特岛似乎是先驱者 大约有十一个世纪之久 可以说从公元前两千五百年 至公元前一千四百年 在克里特岛 曾经存在过一种 艺术上极为先进的文化 被称为米诺文化 克里特艺术的遗物 给人以一种欢愉的 几乎是颓废奢靡的印象 与埃及神殿那种 令人可怖的音域 是迥然不同的 关于这一重要的文明 在阿瑟·伊万斯爵士 以及其他诸人的发掘以前 人们几乎是一无所知 那是一种航海民族的文明 与埃及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除了齐克索斯人统治的时代是例外 从埃及的图画里显然可以看出 克里特的水手们 在埃及和克里特之间 进行过相当可观的商业 这种商业 约当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 达到了它的顶峰 克里特的宗教 似乎与叙利亚和小亚西亚的宗教 有着许多的相同支点 但是在艺术方面 则与埃及的相同支点更多些 虽然克里特的艺术 是非常有独创性的 并且是充满了可惊讶的生命力的 克里特文明的中心 是所谓诺索斯的米诺宫 古典希腊的传说 是一直流传着对它的追忆 克里特的宫殿是极其壮丽的 但是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的末期 被毁掉了 或许是被希腊的侵略者所毁掉的 克里特历史的纪念 是从在克里特所发现的埃及器物 以及在埃及所发现的克里特器物 而推断而来的 我们的知识 全都是靠着考古学上的证据 克里特人崇拜一个女神 也许是几个女神 最为明确无疑的女神 就是动物的女主人 她是一个女猎人 或许就是古典的阿尔蒂米斯的起源 她有一个孪生弟兄或配偶 就是动物的男主人 但是她比较不重要 把阿尔蒂米斯与小雅西亚的伟大的母亲 当成一个人 乃是后来的事 她或者另一女神 也是一位母亲 除了动物的男主人而外 唯一的男神就是她的少子 有证据可以说明 克里特人是信仰死后的生命的 正如埃及的信仰一样 认为人死之后 生前的作为就要受到赏罚 但是总的来说 从克里特的艺术上看 似乎他们是欢愉的民族 并没有受到阴沉的迷进的很大压迫 他们喜欢斗牛 斗牛时 女斗士和男斗士一样地表演出惊人的绝技 斗牛是宗教仪式 阿瑟·伊万斯爵士以为 斗牛者属于最高的贵族 传下来的图画都是非常生动而逼真的 克里特人有一种直线型的文字 但是还没有人能够辨识 他们在国内是平和的 他们的城市没有城墙 他们无疑的是受海权的保护的 在米诺文明毁灭之前 约当公元前1600年左右 他传到了希腊大陆 在大陆上经历了逐渐退化的阶段 直至公元前900年为止 这种大陆文明就叫麦西尼文明 它是由于发掘帝王的陵墓 以及发掘山顶上的堡垒而被人发现的 这说明他们比克里特岛上的人更害怕战争 灵墓及堡垒始终都给古典希腊的想象力 以强烈的印象 宫殿里的较古老的艺术品 若不是雀乎出于克里特工匠之手 也是与克里特工艺密切接近的 隔着一层朦胧的传说 所见到的麦西尼文明 正是《河马诗歌》所描写的文明 关于麦西尼人 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他们的文明是他们被克里特人所征服的结果吗 他们说希腊语呢 亦或他们是一种较早的土著种族呢 对于这些问题还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 但是总的说来 他们很可能是说希腊语的征服者 并且至少贵族是来自北方的头发漂亮的侵入者 这些人带来了希腊的语言 见尼尔逊 米诺 麦西尼宗教 及其在希腊宗教中的残余 第十一页以下 希腊人前后以三次连续的浪潮进入希腊 最初是伊奥尼亚人 然后是亚该亚人 最后是多利亚人 伊奥尼亚人虽然是征服者 但似乎相当完整地采纳了克里特的文明 正像后来罗马人采纳了希腊的文明一样 但是伊奥尼亚人被他们的后继者亚该亚人所侵扰 并且大部分被赶走了 从波加兹刻意发掘出来的喜特人的书版里 我们可以知道亚该亚人在公元前十四世纪 曾有过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帝国 麦西尼文明已经被伊奥尼亚和亚该亚人的战争所削弱 实际上就被最后的希腊侵略者多利亚人所毁灭了 以前的侵入者大部分采纳了米诺的宗教 但是多利亚人却保存了他们祖先的原始的印度欧罗巴宗教 然而麦西尼时代的宗教却仍然不觉如履 尤其是在下层阶级之中 而古典时代希腊的宗教就是这两种宗教的混合物 虽然上述的情况可能是事实 但是我们必须记得 我们并不知道麦西尼人究竟是不是希腊人 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的文明毁灭了 在他告终的时候 铁就代替了青铜 并且有一个时期海上霸权 转到菲尼基人的手里 在麦西尼时代的后期及其结束之后 有些入侵者定居下来变成了农耕者 而另有些入侵者则继续推进 首先是进入希腊群岛和小亚西亚 然后进入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 他们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城市 靠海上贸易为生 希腊人最初便是在这些海上城市里 做出了对于文明的崭新的贡献 雅典的霸权是后来才出现的 而当它出现的时候 也同样的是和海权结合在一起的 希腊大陆是多山地区 而且大部分是荒鸡布毛的 但是它有许多肥沃的山谷 通海便利 而彼此间方便的陆地交通 则为群山所阻隔 在这些山谷里 小小的各自分地的区域社会 就成长起来 他们都以农业为生 通常环绕着一个靠近海的城市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自然的 任何区域社会的人口 只要是增长太大 而国内资源不符时 在陆地上无法谋生的人 就会去从事航海 大陆上的城邦就建立了殖民地 而且往往是在比本国更容易谋生得多的地方 因此 在最早的历史时期 小亚西亚 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希腊人 都要比大陆上的希腊人富有得多 希腊不同地区的社会制度 也是大有不同的 在斯巴达 少数贵族就靠着压迫另一种族的农奴的劳动而过活 在较贫穷的农业区 人口主要的是那些靠着自己的家庭来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们 但是在工商业繁荣的地区 自由的公民则由于使用奴隶而发财致富 采矿使用男奴隶 纺织则使用女奴隶 在伊奥尼亚 这些奴隶都是四邻的野蛮人 赵丽最初都是战争中的福祸 财富越增加 则有地位的妇女也就越孤立 后来 他们在希腊的文明生活里几乎没有地位了 只有斯巴达是例外 一般的发展情况 是最初由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 然后又过渡到建筑制与民主制的交替出现 国王们并不像埃及的和巴比伦的国王那样 具有绝对的权利 他们需听从元老会议的劝告 他们违背了习俗 便不会不受惩罚 建筑制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坏政府 而仅仅指一个不是由世袭而掌权的人的统治 民主制既指全体公民的政府 但其中不包括奴隶与女人 早期的建筑正像梅迪奇家族那样 乃是由于他们是财阀政治中最富有的成员 而获得权利的 他们的财富来源往往是占有金银矿 并且由于伊奥尼亚附近 吕底亚王国传来了新的铸币制度而大发其财 铸币似乎是公元前700年以前不久被人发明的 商业或海盗掠夺 起初这两者是很难分别的 对于希腊人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就是使他们学会了书写的艺术 虽然书写在埃及和巴比伦已经存在过几千年了 而且米诺的克里特人也曾有过一种文字 这种文字还没有人能识别 然而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可以证明 希腊人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以前是会写字的 他们从菲尼基人那里学到书写的技术 菲尼基人正像其他叙利亚的居民一样 受着埃及和巴比伦两方面的影响 而且在伊奥尼亚 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城市兴起之前 他们一直握有海上商业的霸权 公元前十四世纪时 叙利亚人给伊克纳顿埃及的异端国王写信 仍然使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 但是推罗的希腊姆 公元前969至936年 已经用菲尼基字母了 菲尼基字母或许就是从埃及文字中发展出来的 最初埃及人使用一种纯粹的图画文字 这些图画日益通行以后 就逐渐地代表阴结 即图形所代表的事物的名字的第一个阴结 终于根据A是一个射青蛙的射手的原则 而代表单独的字母了 最后的这一步 埃及人自己并没有完成 而是由菲尼基人完成的 而这就给了字母以一切的便利 希腊人又从菲尼基人那里寄来这种字母 加以改变 以适合他们自己的语言 并且加入了母音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有子音 从而就做出了重要的创造 毫无疑问 获得了这种便利的书写方法 就大大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兴起 希腊文明第一个有名的产儿就是河马 关于河马的一切全都是推测 但是最好的意见似乎是认为 它是一系列的诗人 而并不是一个诗人 或许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书完成的期间 约占二百年的光景 有人说是从公元前七百五十到五百五十年 而另有人认为 河马在公元前八世纪末就差不多已经写成了 河马师现存的形式是被比西斯·垂塔斯带给雅典的 他在公元前五百六十至五百二十七年 包括间断期 执政 从他那时以后 雅典的青年就背诵着河马 而这就成为他们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 但在希腊的某些地区 特别是在斯巴达 河马直到较晚的时期才享有同样的声望 河马的诗歌 好像后期中世纪的宫廷传奇一样 代表着一种已经开化了的贵族阶级的观点 他把当时在人民群众中依然流行的各种迷信 看成是下等人的东西而忽略过去 但是到了更后来的时期 许多这些迷信又都重见天日了 近代作家根据人类学而得到的结论是 河马绝不是援助者 而是一个删定者 他是一个十八世纪式的古代神话的诠释家 怀抱着一种上层阶级 文质彬彬的启蒙理想 在《河马诗歌》中 代表宗教的奥林匹克的神奇 无论是在当时或是在后世 都不是希腊人唯一崇拜的对象 在人民群众的宗教中 还有着更黑暗更野蛮的成分 他们虽然在希腊智慧的盛期被压抑下去了 但是一等到衰弱或恐怖的时刻 就会迸发出来 所以每逢衰逝便证明了 被河马所摒弃的那些宗教迷信 在整个古典时代里依然继续保存着 只不过是半隐半险罢了 这一事实说明了许多事情 否则的话 这些事情便似乎是矛盾 而且令人感到惊异的了 任何地方的原始宗教都是不足的 而非个人的 人们举行一定的仪式 通过交感的魔力 以增进不足的利益 尤其是促进植物 动物与人口的繁殖 冬至的时候 一定要祈求太阳 不要再减少威力 春天与收获季节 也都要举行适当的祭礼 这些祭礼 往往能鼓动伟大的集体的热情 个人在其中消失了自己的孤立感 而觉得自己与全部族合为一体 在全世界 当宗教演进到一定阶段时 做牺牲的动物和人 都要按照纪理被宰杀吃掉的 在不同的地区 这一阶段出现的时期也颇为不同 以人做牺牲的习俗 通常都比把作为牺牲的人吃掉的习俗 要持续得更长久些 就在希腊历史期开始时 也还不曾消灭 不带有这种残酷的景象的 祈求丰收的仪式 在全希腊也很普遍 特别是伊刘西斯神秘教的象征主义 根本上是农业的 必须承认 和马师哥中的宗教 并不很具有宗教气味 神奇们完全是人性的 与人不同的只在于他们不死 并具有超人的威力 在道德上 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 而且也很难看出 他们怎么能够激起人们很多的敬畏 在被人认为是晚初的几节诗里 是用一种福尔泰式的不敬 在处理神奇们的 在和马师哥中所能发现 与真正宗教感情有关的 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奇们 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运命 必然与定数这些明明的存在 运命对于整个希腊的思想 起了极大的影响 而且这也许就是科学之所以能得出 对于自然律的信仰的渊源之一 河马的神奇们乃是征服者的 贵族阶级的神奇 而不是那些实际在耕种土地的人们的 有用的封产之神 正如吉尔伯特·穆莱所说的 大多数民族的神都自命曾经创造过世界 奥林匹克的神并不自命如此 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 当他们已经征服了王国之后 他们又干什么呢 他们关心政治吗 他们促进农业吗 他们从事商业和工业吗 一点都不 他们为什么要从事任何老实的工作呢 依靠租税并对不纳税的人大发雷霆 在他们看来倒是更为舒适的生活 他们都是些嗜好征服的首领 是些海盗之王 他们既打仗又宴饮又游玩又作乐 他们开怀痛饮并大声嘲笑地伺候着他们的瘸铁匠 他们只知怕自己的王 从来不知惧怕别的 除了在恋爱和战争中而外 他们从来不说话 摘自希腊宗教的五个阶段 第67页 河马笔下的人间英雄们 在行为上也一样的不很好 为首的家庭是毕勒普斯家族 但是他并没有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榜样 这个王朝的建立者 亚洲人坦达鲁斯 是以直接对于神奇的进攻而开始其事业的 有人说 他是以企图诱骗神奇们吃人肉 是他自己的儿子毕勒普斯的肉而开始的 毕勒普斯在奇迹般地复活了之后 也向神奇们进攻 他那场对比萨王奥诺莫斯的有名的车赛 是靠了后者的御夫米尔特勒斯的帮助而获得胜利的 然而他又把他原来允许给以报酬的同盟者干掉 把他扔到海里去 于是诅咒便以希腊人所称为阿特的形式 如果实际上那不是完全不可抗拒的 至少也是一种强烈的犯罪冲动 传给了他的儿子阿特鲁斯和泰斯提斯 泰斯提斯监污了他的嫂子 并且因而便把家族的幸运 即有名的金毛羊偷到了手中 阿特鲁斯反过来设法放逐了他的兄弟 而又在和解的忌口之下招他回来 宴请他吃自己孩子的肉 这种诅咒又由阿特鲁斯遗传给他的儿子阿加米农 阿加米农由于杀了一只做牺牲的鹿而冒犯了阿尔蒂米斯 于是他牺牲自己的女儿伊菲格尼亚来平息这位女神的圣怒 并得以使他的舰队安全到达特罗伊 阿加米农又被他的不真的妻子和他的情夫 即泰斯提斯所留下来的一个儿子厄吉斯特斯谋杀了 阿加米农的儿子奥瑞斯提斯又杀死了他的母亲和厄吉斯特斯 为他的父亲报了仇 摘自《鲁斯·希腊的原始文化》1925年版第193页 《河马的诗》作为一部完成的定稿 乃是伊奥尼亚的产物 伊奥尼亚是希腊、小亚西亚及其临近岛屿的一部分 至迟当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 《河马的诗歌》已经固定下来成为目前的形式 也正是在这个世纪里 希腊的科学、哲学与数学开始了 在同一个时期 世界上的其他部分也在发生着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事件 孔子、佛陀和索罗亚斯特 如果他们确有其人的话 大概也是属于这个世纪的 但是索罗亚斯特的年代揣测的成分很大 有人把它推扫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 建建桥古代史卷寺第207页 在这个世纪的中叶 波斯帝国被居鲁士建立起来了 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 曾被波斯人允许过有限度的自主权的伊奥尼亚的希腊城市 举行过一次未成功的叛变 这次叛变被大流氏镇压下去 其中最优秀的人物都成了逃亡者 有几位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就是逃亡者 他们在希腊世界未遭奴役各部分 从一个城流浪到另一个城 传播了直气当时为止 主要的是局限于伊奥尼亚的文明 他们的周游有时候受到殷勤的款待 瑟诺芬尼也是一个流亡者 鼎盛期约当公元前六世纪后期 他说过 在冬天的火旁 我们吃过一顿很好的饭 喝过美酒嚼着豆子 躺在柔软的床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谈下面的这些话了 您是哪一国人 您有多大年纪 老先生 谜底人出现的时候 您是多大年纪 希腊的其他部分 在沙拉米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中 继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 此后 伊奥尼亚也获得了一个时期的自由 雅典被斯巴达人击败的结果 是波斯人又获得了小雅西亚的全部海岸 波斯人对该地的权利 在安达斯达斯合约中得到了承认 大约50年以后 他们被病入亚历山大帝国 希腊分为许多独立的小国家 每个国家都包括一个城市 及其附近的农业区 在希腊世界的各个不同地区 文明的水平是大有不同的 极有少数的城市 对于希腊成就的整体有过贡献 关于斯巴达 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谈到 它仅在军事意义上是重要的 而并不是在文化上 哥林多是富庶而又繁荣的 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 但是并没有出现过多少伟大的人物 其次 也有纯粹农乡的地区 例如 快制人口的阿加底亚 城市人都把它想象为木戈式的 但它实际上却充满了古代的野蛮恐怖 居民们崇拜木神潘 他们有许多种丰收的记忆 并且往往是以一根方柱 代替神像来进行仪式的 山羊是丰收的象征 因为农民们太穷 不可能有牛 当粮食不够的时候 人们就殴打潘的神像 在偏僻的中国乡村里 至今还仍然有类似的事情 有一种想象中的狼人族 或许是以人做牺牲 以及吃人肉的风气有关 那时 以为谁若是吃了做牺牲的人的记肉 就会变成一个狼人 有一个供奉宙斯 李凯欧斯 即狼宙斯的洞 在这个洞里 人是没有影子的 走进去的人 在一年之内便要死掉 这一切迷信 在古典时代 都还仍然盛行着 建罗斯 原始希腊 第六十五页以下 潘原来的名字是帕昂 意思是饲养人或牧人 在公元前五世纪 波斯战争之后 雅典人也采用了 对潘的崇拜 于是 他便获得了这个 更为人所熟悉的名字 而这个名字的意义 翻译出来 就是全神 建哈里逊 希腊宗教研究导言 第六百五十一页 然而 在古代的希腊 也有许多东西 我们可以感觉到 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宗教 那不是和奥林匹克诸神 联系在一起的 而是与迪奥尼索斯 或者说巴库斯相联系的 我们极其自然地 把这个神 想象成多少 是一个不名誉的酗酒 与闽丁大罪之神 由于对他崇拜 便产生了一种 深刻的神秘主义 它大大的影响了 许多哲学家 甚至对于 基督教神学的形成 也起过一部分的作用 这种崇拜 发展的途径 是极其值得注目的 任何一个 想要研究 希腊思想发展的人 都必须好好加以理解 迪奥尼索斯 或者说巴库斯 原来是色雷斯的神 色雷斯人 远比不上希腊人文明 希腊人把色雷斯人 看成是野蛮人 正像所有的原始农工者一样 他们也有各种丰收的技艺 和一个保护丰收之神 他的名字便是巴库斯 巴库斯究竟是人形 还是牛形 这一点始终不太清楚 当他们发现了 制造卖酒的方法时 他们就认为 酣醉是神圣的 并赞美着巴库斯 后来他们知道了葡萄 而又学会了 饮葡萄酒的时候 他们就把巴库斯 想象得更好了 于是 他保护丰收的作用 一般的就多少变成 从属于他对于葡萄 以及饮酒而产生的 那种神圣的癫狂状态 所起的作用了 对于巴库斯的崇拜 究竟是什么时候 从色雷斯传到希腊来的 我们并不清楚 但他似乎是 刚刚在历史时期开始之前 对巴库斯的崇拜 遇到了正统派的敌视 然而 这种崇拜 毕竟确立起来了 它包含着许多野蛮的成分 例如 把野兽撕成一片片的 全部生吃下去 它有一种奇异的 女权主义的成分 有身份的主妇们和少女们 成群结队地在荒山上 整夜欢舞欲狂 那种酣醉 部分的是由于酒力 但大部分却是神秘的 丈夫们觉得这种做法 令人烦恼 但是却不敢去反对宗教 这种又美丽 而又野蛮的宗教仪式 是写在佑里批底的剧本 《九神》之中的 巴库斯在希腊的胜利 并不令人惊议 正像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 希腊人 至少是某一部分希腊人 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爱慕 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 所采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 更加热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 对于那些由于强迫 因而在行为上 比在感情上来得更文明的男人或女人 理性是可厌的 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 这就在思想方面 感情方面 与行为方面 引向一种反动 这里与我们特别有关的 是思想方面的反动 但是关于感情与行为方面的反动 要先谈几句话 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 主要的是在于审慎 或者用一个稍微更广义的名词 即深谋远虑 他为了将来的快乐 哪怕这种将来的快乐是相当遥远的 而愿意忍受目前的痛苦 这种习惯 是随着农业的兴起 而开始变得重要起来的 没有一种动物 也没有一种野蛮人 会为了冬天吃粮食 而在春天工作 除非是极少数纯属本能的行动方式 例如蜜蜂 酿蜜 或者松鼠 埋栗子 在这种情况下 并没有深谋远虑 他只有一种直接行动的冲动 这对一个人类观察者来说 显然在后来证明了 是有用的 唯有当一个人 去做某一件事 并不是因为受冲动的驱使 而是因为他的理性 告诉他说 到了某个未来时期 他会因此而受益的时候 这时候 才出现了真正的深谋远虑 打猎不需要深谋远虑 因为那是愉快的 但耕种土地 是一种劳动 而并不是出于自发的冲动 就可以做得到的事 文明之意志冲动 不仅是通过深谋远虑 那是一种 加于自我的意志 而且还通过法律 习惯与宗教 这种意志力 是他从野蛮时代继承来的 但是他使这种意志力 具有更少的本能性 与更多的组织性 某些行动被认为是犯罪的 要受到惩罚 另外又有些行动 虽然不受法律惩罚 但被视为是邪恶的 并且使犯有这种罪行的人 遭受社会的指责 私有财产制度 带来了女性的从属状态 同时通常还创造出来 一个奴隶阶级 一方面 是把社会的目的 强加给个人 而另一方面 个人已经获得了一种习惯 把自己的一生 视为是一个整体 于是 越来越多地 为着自己的未来 而牺牲自己的目前 很显然的 这种过程 可以推行得很过分 例如守财奴便是如此 但是纵使不推行到这样的极端 审慎也很容易造成 丧失生命中某些最美好的事物 巴库斯的崇拜者 就是对于审慎的反动 在沉醉状态中 无论是肉体上 或者是精神上 他都有恢复了那种 被审慎所摧毁了的强烈感情 他觉得世界充满了欢愉和美 他的想象 从日常顾虑的监狱里面 解放了出来 举行巴库斯理 便造成了所谓的激情状态 这个名词在字元上 是指神进入了崇拜者的体内 崇拜者相信自己 已经与神合而为一 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 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种沉醉的成分 我是指精神的沉醉 而不是指酗酒的沉醉 某种程度上的 以热情来扫除审慎 没有这种巴库斯的成分 生活便会没有趣味 有了巴库斯的成分 生活便是危险的 沉醉对热情的冲突 是一场贯穿着全部历史的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 我们不应完全偏袒任何一方 在思想的领域内 清醒的文明 大体上与科学是同一语 但是毫不掺杂其他事物的科学 是不能使人满足的 人也需要有热情 艺术与宗教 科学可以给知识确定一个界限 但是不能给想象确定一个界限 在希腊哲学家之中 正像在后世哲学家之中一样 有些哲学家基本上是科学的 也有些哲学家基本上是宗教的 后者大部分都直接地 或间接地受到巴库斯宗教的影响 这特别适用于柏拉图 并且通过它而适用于 后来终于体现为基督教神学的那些发展 迪奥尼索斯的原始崇拜形式 是野蛮的 在许多方面是令人反感的 它只影响了哲学家们 并不是以这种形式 而是以奥尔福斯为名的精神化了的形式 那是禁欲主义的 而且以精神的沉醉代替肉体的沉醉 奥尔福斯是一个朦胧但有趣的人物 有人认为他时有其人 另外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神 或者是一个想象中的英雄 传说上认为 他像巴库斯一样 也来自瑟雷斯 但是他或者说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着的运动 似乎更可能是来自克里特 可以断定 奥尔福斯教义包括了许多 最初似乎是渊源于埃及的东西 而且埃及主要的是通过克里特 而影响了希腊的 据说奥尔福斯是一位改革者 他被巴库斯正统教义所鼓动起来的 狂热的九神侍女们撕成碎片 在这一传说的古老形式中 他对音乐的嗜好 并没有像后来那么重要 他基本上是一个祭司和哲学家 无论奥尔福斯本人的教义是什么 如果确有其人的话 但奥尔福斯教徒的教义是人所熟知的 他们相信灵魂的轮回 他们教导说 按照人在世上的生活方式 灵魂可以获得永恒的福祉 或者遭受永恒的或暂时的痛苦 他们的目的是要达到纯洁 部分的依靠进化的教理 部分的依靠避免某些种染污 他们中间最正统的教徒既吃肉食 除非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 作为圣餐来吃 他们认为 人部分的属于地 也部分的属于天 由于生活的纯洁 属于天的部分就增多 而属于地的部分便减少 最后 一个人可以与巴库斯合一 于是便称为一个巴库斯 曾有过一种很精致的神学 按照那种神学的说法 巴库斯曾经诞生过两次 一次是从他的母亲 西米亚诞生的 另一次是从他父亲 宙斯的大腿里诞生的 迪奥尼索斯的神话 美国版翻作《巴库斯》 有许多种形式 有一种说 迪奥尼索斯是宙斯和波西风的儿子 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就被巨人族撕碎 他们吃光了他的肉 只剩下来他的心 有人说 宙斯把这颗心给了西米利 另外有人说 宙斯吞掉了这颗心 无论哪一种说法 都形成了迪奥尼索斯 第二次诞生的起源 巴库斯教徒 把一只野兽撕开 并生吃他的肉 这被认为是重演巨人族撕碎 并吃掉迪奥尼索斯的故事 而这只野兽 在某种意义上 便是神的化身 巨人族是地所生的 但是吃了神之后 他们就获有一点神性 所以人是部分的属于地的 部分的属于神的 而巴库斯教里 就是要使人更完全地接近神性 又里皮底 让一个奥尔福斯祭司的口中 唱出的一段自白 是有教育意义的 主啊 你是欧罗巴泰尔的苗艺 宙斯之子啊 在你的脚下 是克里特千百座的城池 我从这个黯淡的神龙之前向你祈祷 刁蓝玉漆装成的神龙 试着查理布的剑和野牛的血 天衣无缝的摆木栋梁 窥然不动 我的岁月在清流里消逝 我是伊蒂安咒夫神的仆人 我得到了密法新传 我随着查格鲁斯中夜游荡 我听惯了他的呼声如雷 成就了他的红与血的宴会 守护着伟大母亲山头上的火焰 我获得了自由 而被刺名为披甲祭司中的一名巴库斯 我全身已装束洁白 我已洗净了人间的罪恶与粪土 我的嘴头从此禁绝了 再去触及一切杀生害命的肉食 奥尔福斯教徒的书版 已经在坟墓中被发现 那都是一些教解 告诉死掉的灵魂 如何在另一个世界里寻找出路 以及为了要证明自己 配得上得救 应该说些什么话 这些书版都是残缺不全的 其中最为完整的一份 即培特利亚书版如下 你将在九泉之下 地府的左边看到一红泉水 泉水旁矗立着一株白色的柏树 这条泉水你可不要走近 但你在记忆湖边将看到另一条泉水 寒水流涌旁边站着卫士 你要说 我是大地与星天的孩子 但我的士族却仅属于天 这你也知道 看啊 我焦渴得要死了 请快给我记忆湖中流涌出来的寒泉冷冽 他们自会给你引那神圣的泉水 从此你就将军临其他的英雄 另一个书版说道 欢迎你忍受了苦难的人 你将由人变为神 另外又有一个说道 欢乐而有福的人 你将成为神 再也不会死亡 灵魂所不能喝的泉水 就是列特 它会使人遗忘一切的 另一股泉水是聂魔沁 它会使人记忆一切 另一个世界的灵魂 如果想要得救就不可遗忘 而相反的 必须能有一种超乎自然的记忆力 奥尔福斯教徒是一个苦行的教派 旧对他们说来只是一种象征 正像后来基督教的圣餐一样 他们所追求的沉醉 是激情状态的那种沉醉 是与神合而为一的那种沉醉 他们相信以这种方式 可以获得以普通方法 所不能得到的神秘知识 这种神秘的成分 随着毕达哥拉斯一起 进入到希腊哲学里面来 毕达哥拉斯就是 奥尔福斯教的一个改革者 正如奥尔福斯是 巴库斯教的一个改革者一样 奥尔福斯的成分 从毕达哥拉斯 进入到柏拉图的哲学里面来 又从柏拉图 进入了后来大部分 多少带有宗教性的哲学里面来 只要是奥尔福斯教 有影响的地方 就一定有着某种 巴库斯的成分 其中之一 便是女权主义的成分 毕达哥拉斯 便有许多这种成分 而在柏拉图 这种成分竟达到了 要求女子在政治上 完全与男子平等的地步 毕达哥拉斯说 女性天然地更近于虔诚 另一种巴库斯的成分 是尊重激烈的感情 希腊悲剧 是从迪奥尼索斯的 祭祀之中产生的 优利匹迪 尤其尊重奥尔福斯教的 两个主要的神 即巴库斯与伊洛斯 但他对于那种冷静的 自以为是 而且行为端正的人 却是毫无敬意的 在他的悲剧里 那种人往往不是被逼疯了 便是由于神 愤怒他们的亵渎神明 而沦于忧患 关于希腊人 传统的看法 是他们表现了一种 可亲可敬的静慕 这种静慕使得他们能 置身局外地来观赏热情 来观察热情所表现的 一切美妙 而他们自己却不动感情 犹如奥林匹克的神明一般 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看法 也许 河马 索福克里斯 与亚里士多德是这样 但是对那些直接 间接地接触了巴库斯 和奥尔福斯的影响的希腊人 情形就确乎不是这样的了 爱留西斯的神话 构成了雅典国教的最神圣部分 在爱留西斯 有一首颂歌唱道 你的酒杯高高举起 你欢乐欲狂 万岁啊 你 巴库斯 潘恩 你来在爱留西斯 万子千红的山谷 在佑丽匹底的九神里 九神侍女的合唱 显示了诗与野蛮的结合 那与静慕是截然相反的 他们庆贺枝节野兽的欢乐 当场把他生吃了下去 并且欢唱着 啊 欢乐啊 欢乐在高山顶上 静武的精疲力尽 使人神醉浑霄 只剩下来神圣的鹿皮 而其余一切都一扫金光 这种洪水奔流的快乐 撕裂了的山羊鲜血淋漓 拿过野兽来狼吞虎式的光荣 这时候山顶上以天光破晓 向着弗里吉亚 鲁底亚的高山走去 那是布罗米欧 在引着我们上路 布罗米欧 是巴库斯的许多名字之一 九神侍女们 在山坡上的舞蹈 不仅是狂野的 它还是一种逃避 是从文明的负担和烦扰里 逃向非人间的美丽世界 和清风与星月的自由里面去 它们以另一种 不狠狂热的情调又唱到 它们会再来 再度地来临吗 那些漫长漫长的歌舞 彻夜歌舞 直到微弱的星光消逝 我的歌喉将受青露的滋润 我的头发将受清风的沐浴 我们的白族 将在迷蒙的太空中 闪着光辉 啊 绿园上奔驰着的迷路的脚 在青草中 是那样的孤独而可爱 被猎的动物 逃出了陷阱和罗网 欢心跳跃 再也不感到恐惧 然而 远方仍然有一个声音在呼唤 有声音 有恐怖 更有一群猎狗 搜寻得多凶猛 啊 奔驰得多狂悍 沿着河流和峡谷 不断向前 是欢乐呢 还是恐惧 你急如狂飙的族种啊 你奔向着可爱的碎骨 无人的寂静的土地 那儿万籁俱寂 在那绿阴深处 林中的小生命 生活得无忧无虑 在十人牙会的说什么 希腊人是静慕的之前 你不妨想想 假如弗拉德尔菲亚的妇女们 也是这样的行径吧 哪怕就是在欧根奥尼尔的剧本里 奥尔福斯的信徒 并不比未经改造过的巴库斯崇拜者 更为静默 对于奥尔福斯的信徒来说 现实的生活就是痛苦与无聊 我们被束缚在一个轮子上 它在永无休止的生死循环里转动着 我们的真正生活是属于天上的 但我们却又被束缚在地上 唯有靠生命的净化与否定 以及一种苦行的生活 我们才能逃避这个轮子 而最后达到与神合一的天人感通 这绝不是那些能感到生命是轻松愉快的人的观点 它更有似于黑人的灵哥 当我回到了老家 我要向神诉说我的一切的烦恼 虽非所有的希腊人 但有一大部分希腊人是热情的 不幸的 处于与自我交战的状态 一方面被理智所趋浅 另一方面又被热情所趋浅 既有想象天堂的能力 又有创造地狱的那种顽强的自我肯定力 他们有什么都不过分的格言 但是事实上 他们什么都是过分的 在纯粹思想上 在诗歌上 在宗教上 以及在犯罪上 当他们伟大的时候 正是热情与理智的这种结合 使得他们伟大的 单只是热情 或单只是理智 在任何未来的时代 都不会使世界改变面貌 犹如希腊人所做过的那样 他们在神话上的原始典型 并不是奥林匹克的宙斯 而是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带来了火 却因此而遭受着永恒的苦难 然而 如果把它当作全体希腊人的特征时 那么上文所说的 就会何以静默 作为希腊人的特征的那种观点 是同样的片面性了 事实上 在希腊 有着两种倾向 一种是热情的 宗教的 神秘的 出世的 另一种是欢愉的 惊艳的 理性的 并且是对获得多种 多样事实的知识 感到兴趣的 希罗多德 就代表后一种倾向 最早的 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 也是如此 亚里士多德 一定的限度内 也是如此 简洛赫 描写奥尔福斯教 说道 但是希腊民族 是非常充满青春活力的 他不能普遍接受 任何一种否定现世 并把现实的生命 转到来世上面去的信仰 因此 奥尔福斯的教义 始终局限于 入教者的 相当狭小的圈子之内 对于国教 并没有任何一点影响 甚至于 在像雅典那样 已经在国家祭祀之中 采用了神秘教的祭礼 并且使之获得法律的保障的地区 也是没有一点影响的 整整过了一千年之后 这些观念 当然 在一种截然不同的神学外衣之下 才在希腊世界获得了胜利 看起来 这似乎是过分地夸大 特别是以 对于饱和着奥尔福斯教义的 爱留西斯神秘教为然 大致可以说 具有宗教气质的人 都倾向于奥尔福斯教 而理性主义者 则都鄙视他 我们可以把他的地位 和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 英国的魏里教派相比 我们多少知道点 一个有教养的希腊人 从他的父亲那里学到什么 但是在他的早年 从他的母亲那里学到什么 我们就知道的很少了 在很大的程度上 希腊女人是与男人们 所享受的文明隔绝开来的 即使在其全盛时代 无论有教养的雅典人的 明确的自觉的心理过程 是怎样的理性主义 然而 他们似乎从传统中 从幼年时代起 就保存着一种 更为原始的思想感情的方式 这种方式 常常在严重的关头 很容易占优势 因此 简单地分析希腊的面貌 就会是不恰当的了 宗教 尤其是非奥林匹克的宗教 对于希腊思想的影响 直到最近 才被人们所充分地认识到 有一本革命性的书 哈里逊的 《希腊宗教研究导演》 着重指出了 普通希腊人宗教中的 原始的成分 与迪奥尼索斯的成分 康福德的《从宗教到哲学》一书 力图使研究希腊哲学的学者们 注意到 宗教对于哲学家的影响 但是这本书中的解释 或者这本书中的人类学 却有很多地方 是不能完全作为信使接受的 我所知道的最公允的叙述 要算是约翰·伯奈特的 早期希腊哲学 尤其是第二章 《科学与宗教》 伯奈特说 科学与宗教的冲突 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 席卷了全希腊的宗教复兴 同时 历史舞台 也从伊奥尼亚 转到了西方 他说 大陆希腊宗教的发展 与伊奥尼亚的方式 是很不相同的 特别是对迪奥尼索斯的崇拜 那是从瑟雷斯传来的 《河马诗歌》中 仅不过是提到而已 包含着一种萌芽中的 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 全新的观察方式 把任何崇高的观点 都归之于瑟雷斯人本身 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毫无疑问 对希腊人来说 天人感通的现象 提示他们说 灵魂绝不止于是 自我的微弱的副本而已 而且唯有在灵魂脱离肉体的时候 才能显示出来 它的真正的性质 看起来 希腊宗教 似乎是正将进入 东方宗教 所以达到的同样阶段 而且若不是 由于科学的兴起 我们很难看出 有什么东西 能够阻止这种趋势 通常都说 由于希腊人 没有祭司阶级 所以使他们 得免于东方式的宗教 然而 这是道果为因的说法 祭司阶级 并不制造教条 虽然一旦有了教条之后 他们是要保存教条的 东方民族 在他们发展的早期阶段 也没有上述意义的 祭司阶级 挽救了希腊的 并不是由于 没有一个祭司阶级 而是由于 有科学的学派存在 新的宗教 在某种意义上 它是新的 虽然在另一种意义上 它和人类 是同样的古老 随着各个 奥尔福斯教团的建立 而达到它发展的最高峰 就我们所能知道的儿论 他们的发源地是雅底加 但是他们传播的异常迅速 尤其是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 首先 他们都是属于崇拜迪奥尼索斯的组织 但是他们具有两种特征 这两种特征 是希腊人中的新东西 他们渴望着有一种启示 作为宗教权威的根源 他们还组成了人为的社团 那些包含着他们的神学的诗篇 据说是瑟雷斯的奥尔福斯所做的 这位奥尔福斯本人曾进入过地狱 因此他是一个稳妥的引导者 能够使脱离了躯壳的灵魂 在另一个世界里度过种种危险 伯奥尔福斯教派的信仰 和大约同时在印度所流行的信仰 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点 虽然他认为 他们不会有过任何的接触 然后他就说到 Augri 狂欢这个字的原意 奥尔福斯教派 用这个字来指圣礼 并且以此来进化信徒的灵魂 使之得以避免生之巨伦 奥尔福斯教徒 与奥林匹克宗教的祭司不同 他们建立了我们所谓的教会 即宗教团体 不分种族或性别 人人可以参加 而且由于他们的影响 便出现了作为一种 生活方式的哲学观念 后期罗马帝国 传给蛮族的基督教 包括三种要素 一 哲学的一些信念 主要是来自柏拉图 和新柏拉图主义者 但在部分上 也来自斯多噶学派 二 来自犹太人的道德和历史的概念 三 某些学说 特别是关于旧式的学说 他们在部分上 虽然可以追溯到奥尔福斯教 和近东的一些类似的教派 但他们在基督教里 大致上却是新东西 我认为 在基督教里 最重要的犹太要素 有以下几点 一 一部圣史 从上帝创造万物起 一直叙述到未来的结局 并向人类显明 上帝的作为都是公义的 二 有一部分 为上帝所特别宠爱的人 对犹太人来说 这部分人就是上帝的选民 对基督徒来说 则是蒙拣选的人 三 关于公义的一种新的概念 例如 施舍的美德 便是基督教 从后期犹太教里 继承过来的 对于洗礼所赋育的重要性 可能来自奥尔福斯教 或东方异教的一些神秘的教派 但作为基督教 美德概念中的一个 要素的实践性的慈善 则似乎起源于犹太人 四 律法 基督徒们保全了一部分 希伯来的律法 例如 实践 但除去了有关典礼与仪式的部分 然而 在实践中 他们却大致以犹太人 给予律法那样的感情 来对待使徒信条 这就意味着 正确的信仰 至少和道德的行为 占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种学说本质上是出自希腊的 但是选民的排他性 则起源于犹太民族 五 弥赛亚 犹太人相信 弥赛亚会给他们带来 现实的繁荣 和帮助他们战胜地上的敌人 他们尤其相信 他出现在未来 基督徒认为 弥赛亚是历史上的耶稣 而耶稣又被认为 是希腊哲学中的道 然而弥赛亚 使其信徒战胜敌人的地方 却是在天国 而不是在地上 六 天国 来世在某种意义上 是犹太人 基督徒 和后期柏拉图主义者们 所共有的概念 然而这个概念 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中 比在希腊哲学家那里 采取了更为具体的形式 在许多基督教哲学中 而不是在通俗的基督教中 所见到的希腊学说认为 空间与时间中的感性世界 是一个幻觉 一个人只有通过精神 与道德的训练 才能学着生活在 唯一真实的永恒世界里 另一方面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 则认为 来世不是行而上学的 区别于现实 而是在未来有所区别 那时 善人将要享受永恒的喜悦 而恶人将要遭受 永结的痛苦 这种信念具体表现了 为人人所能理解的 复仇心理 然而 希腊哲学家的学说 却不是这样的 为了理解 上述这些信念的起源 我们必须考虑到 犹太历史中的一些事实 现在我们就要着重 叙述这方面的问题 以色列民族先期的历史 是不能从旧约全书以外的 任何来源得以证实的 同时我们也无从知道 从何时起 他才不再是纯粹的传说 我们不妨认为 大卫和所罗门 是两个确曾有过的国王 在我们所触及的 一些确属历史事实的 最早记述中 已经有了 以色列和犹大两个王国 在旧约全书里 所叙述的人物中 最初有独立记载的人 是以色列的国王亚哈 在一篇公元前853年 亚述人的信里曾提及过他 亚述人终于在公元前722年 征服了北部王国 并掳去了大部分居民 北部王国指的就是 以色列王国 此后 犹大王国独自保存了 以色列的宗教和传统 巴比伦人和米底人 于公元前606年 攻陷了尼尼威 亚述国从此灭亡 但犹大王国于亚述灭亡后 却继续维持了一个短时期 公元前586年 尼布贾尼萨 攻陷了耶路撒冷 毁坏了圣殿 将大部分百姓 掳到巴比伦 巴比伦于公元前538年 被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王 居鲁士灭亡了 居鲁士王 于公元前537年 发出一道命令 准许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 在尼西米和以色拉的领导下 许多人回到巴勒斯坦 他们重建了圣殿 于是犹太政教 便开始定型化了 在被掳走的时期 以及在这一时期的前后 犹太教经历了一番 极其重要的发展 从宗教观点上来看 以色列人和其周围的部落之间 最初似乎没有什么很大差别 亚威当初只是一个 钟爱以色列子孙的部落神 但是 无可否认此外还有别的神 同时 对这些神的崇拜 也是习以为常的 《十戒》第一条中说 除我之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说明 这是被掳到巴比伦 不久以前的一次革新 这一点 已经被早期先知们的 各种经文所证实 这个时代的先知们 首先教训人们说 崇拜异教的神便是罪 他们宣称 为了在当时不断的战争中 获得圣地 亚威的恩惠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他们同时也敬拜别的神 亚威即将撤销他的恩宠 尤其是耶利米和以西节 他们似曾发明了一种想法 认为除了唯一的宗教以外 其余的一切宗教都是伪教 同时 主是要惩罚偶像崇拜的 插播注释 亚威即旧约中的耶和华 近代语言学家认为 将上帝称为亚威时 更近于西伯来语语音 以下的引证 可以说明他们的训诫 以及为他们所反对的 盛行于当代的异教崇拜 他们在犹大成义中 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 你没有看见吗 孩子捡柴 父亲烧火 父女团面做饼 献给天后衣食他 又向别神交祭奠 惹我发怒 主 也就是上帝为此而发怒 他们在新嫩子谷 见主托菲特的秋坛 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 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 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在耶利米书中 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 其中叙述 耶利米责难在埃及的犹太人 敬拜偶像 他曾亲自和他们在一起 生活过一个时期 这位先知告诉流亡在埃及的犹太人说 亚威因为他们的妻子 向其他神旨焚香 要毁灭他们所有的人 但是他们都不听从他 他们说 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 所说出的一切话 向天后烧香 交祭奠 按着我们 与我们列宿 君王 首领 在犹大的诚意中 和耶路撒冷街市上 素肠所行的一样 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 享福乐 并不见灾祸 但是耶利米却向他们确言 亚威已经注意到这些偶像崇拜 并因此曾经降祸给他们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大名启示 在埃及全地 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 我向他们留意 降祸不赐福 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 必因刀剑饥荒所灭 直到灭尽 以西节同样被犹太人的偶像崇拜所震撼 主在一个异象中 把在圣殿北门处为塔摩斯 哭泣的妇女显示给她 然后 主又将那些更可憎恶的事显示给她看 在圣殿门口的二十五个人 正在敬拜太阳 主于是宣布 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 我眼闭不顾息 也不可怜他们 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 我还是不听 认为除了一种宗教以外 一切宗教都是邪恶的 以及认为主将惩罚偶像崇拜的这种想法 显然是为这些先知所创始 一般说来 先知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 他们期待着主彻底毁灭外邦人的那一日的到来 以色列人的贝鲁曾被用来证实先知斥责的正确 假如亚威是全能的 而犹太人是他所拣选的人 那么他们所受的苦只能说是由于他们的邪恶 这是一种父亲管教孩子的心理 也就是说 犹太人必须通过惩戒才能得到净化 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 犹太人在流亡期间发展了一种比独立时更为严格 更为排斥异民族的正统教义 那些留在后方未经迁移到巴比伦的犹太人 并没有经历到同样程度的发展 当以色拉和尼西米在贝鲁以后 重返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发现杂婚已经相当普遍 并为此感到惊讶 于是他们便把这样的婚姻都解除了 犹太人与其他古代民族突出不同之点 是他们顽强的民族自尊心 其他民族在一旦遭受征服后 都曾表里一致地屈服于战胜者 只有犹太人保持了他们那种 唯我独尊的信仰 并确信他们的不幸是由于上帝的愤怒 因为他们没能保持住信仰与教义的纯洁 旧约中有关历史的各篇 大部分是在被掳后编辑的 他们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 因为他们暗示 为先知所反对的偶像崇拜 是背离了先前锦言的风尚 然而在实际上 却从来没有过这样锦言的风尚 先知在更大程度上是些革新家 这和我们以非历史的眼光 读圣经时所了解的有所不同 在贝鲁期间 发展了一些以后成为犹太教特征的事情 但其中有一部分 却来自先前已有的根源 由于举行祭奠的唯一的圣殿被毁 犹太教的仪式乃被破变得没有祭品了 在这一时期里创始了犹太人会堂 他们在这里朗诵 当时已有的部分圣经 从这时起强调了安息日的重要性 和开始重视作为犹太人标志的割礼 按我们所知 与外邦人联婚 也是在流亡时期开始被禁止的 各式各样的排他性有了增长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 律法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它是维持民族统一的一种主要的力量 我们称为以赛亚书的 是两位不同先知的著作 一个在被掳之前 一个在被掳之后 二者之中的后者 也就是被圣经研究者称为第二以赛亚的 是先知中最卓越的一位 他最先报告给我们主曾经说过 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他相信肉身死后可以复活 这也许是由于受到波斯人影响的结果 他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在后世竟成为用来证明先知们 遇见了基督降临的主要旧约经文之一 在基督徒对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辩论中 第二以赛亚所写的这些经文 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要引用其中最重要的几段 余下 万民终必归一 他们要将刀打成梨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不再学习战士 必要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 就此处经文而论 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曾经有过争论 犹太人说正确的译文是 一个少妇将要怀孕 但基督徒以为犹太人是在说谎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 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最明显的具有预言性的是第五十三章 其中含有我们所熟悉的经文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长经忧患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鞭伤 我们得医治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 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在最后的救赎中 明确地包括了外邦人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 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以色拉和尼西米死后 犹太人暂时不见于使称了 犹太人的国家作为一个神权国家残存着 然而他的诊域却非常狭小 根据一笔万所述 只有耶路撒冷四周 十至十五英里的地方 亚里山大死后 这个区域变成托勒密王朝 和塞留西王朝间 相互争夺的地区 然而 在实际的犹太人疆土上 却很少进行过战争 于是犹太人便得以长期自由地信守他们的宗教 他们在这一时期里的道德律 都记述在智慧书里 该书可能写于公元前二百年左右 一直到最近 这本书只有希腊文的版本为事所知 这便是它被斥为伪经的缘故 但是最近却发现了一部希伯来文的稿本 这部稿本在某些地方与英文译的希腊文版本 《伪经》有些不同 书中所讲的道德是很世俗的 林舍间的声誉受到非常的重视 诚实乃是最上的策略 因为这样做可以招来亚威的袒护 而这是大有益处的 书中也建议人要施舍 希腊影响唯一的标志乃是对医药的赞美 对待奴隶不可太仁慈 草料 棍棒和重担是为了驴子 面包 惩罚和工作是为了仆役 给他适当的工作去做 要是他不顺从 那么就放上更重的枷锁 同时你要记得 你曾为他付过一笔代价 要是他逃走 你这笔钱就要丢掉了 这就为有力的严酷立下一道借鉴 女儿是忧患的大根源 显然在作者的时代里 他们是热衷于淫乱的 该书的作者是卑视妇女的 蛀虫生自衣服 邪恶来自妇女 对你的孩子们和颜悦色是一种错误 适当的办法是 叫他们从幼年起就低下头来 总而言之 这人像老家徒一样 代表一种看来极不光彩的 善良商人的道德 这种宁静舒适 而又自命正直的生活 终于被决心把其全部国土 化为希腊方式的塞留西王朝 安提阿古四世 粗暴地中断了 公元前175年 他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体育场 教育青年头戴希腊式的帽子 练习各种运动 在这件事上 他得到了一个他任名为大祭司的 希腊化犹太人亚森的协助 僧侣贵族阶级早已对教规松懈起来 并且感受了希腊文明的吸引力 但是他们却遭到一个叫做哈希蒂姆 以及神圣党的强烈反对 这个党在农民中占有很大势力 公元170年 当安提阿古被卷入对埃及的战争时 犹太人叛变了 于是安提阿古从圣殿中搬走了圣器 并在其中安置了神像 他仿照其他各地已经试验成功的办法 宣布亚威和宙斯为一体 他决心根绝犹太教 废除割礼和废止有关食物的戒律 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屈从了 但是耶路撒冷城外的犹太人 却进行了极端顽强的抵抗 这一时期的历史建于马卡比一书 该书第一章叙述安提阿古如何通令其国内所有居民 应结为一体 并废止他们个别的法律 所有异教徒都遵从了这道命令 尽管国王命令废止安息日 用猪肉献祭和禁止男孩受割礼 许多以色列人也都遵从了 凡不遵从命令的人都要被处以急刑 但仍有许多人违抗 他们把一些让自己男孩行割礼的妇女处以死刑 勒死了那些男孩 掠夺了他们的家产 并杀掉了给男孩们行割礼的人 即便这样 许多以色列人仍然十分坚决地拒绝使用任何不洁之物 他们宁死也不愿为肉类所玷污 不愿亵渎圣经 于是他们就这样死去了 就在这时 犹太人广泛地信仰了灵魂不死的教义 人们认为道德会在今世得到报应 但罪有德行的人所遭遇的迫害 却证明事实并不如此 因此为了捍卫神的公义 有必要相信来世的赏罚 这种教义并未能为犹太人普遍承认 基督在世的时候 萨都该人仍旧否认过这种教义 不过在那时他们只占少数 以后所有的犹太人都相信了灵魂不死 领导背叛安提阿古王的是一个干练的军事将领 犹大马卡比 他首先收复了耶路撒冷 然后便开始进行攻击 他时而屠杀敌方所有的男子 时而强制给他们施行割礼 他的兄弟约拿丹被任命为大祭司 带着守备军驻守耶路撒冷 他征服了萨玛利亚的一部分 并攻取了约帕和阿克拉 他同罗马进行了谈判 并顺利地获得了完全的自治权 到西律王室为止 他的家族世袭大祭司的职位 被人称为哈斯莫尼亚王朝 这时期的犹太人 在忍受和反抗迫害时 表现了无限的英勇 虽然他们所维护的事 并不是我们觉得特别重要 例如行割礼和不吃猪肉的 安提阿古四世的迫害期 是犹太史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 这时流亡各处的犹太人日趋于希腊化 在犹太的犹太人为数不多 并且在他们中间 一些有才有势的犹太人 也都趋向于默认希腊式的变革 倘若没有哈西蒂姆党人的英勇反抗 犹太教可能早已灭绝 如果这样 无论基督教或伊斯兰教 都将无法以其所曾采取的形式而存在 汤森德在他的《马卡比》第四书中的《异序》中说 人们说得好 假如犹太教作为一个宗教 在安提阿古统治下为人灭绝 那么基督教所由孽生的种床就没有了 所以 拯救了犹太教的《马卡比家》训道者 所流的血终于成了教会的种子 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伊神教教义 都出自犹太教的源泉 所以 我们可以说 今天在世界上 不论东方或西方 伊神教的存在 实有赖于《马卡比》一家 虽然如此 马卡比家的人们并不为以后的犹太人所崇敬 因为他们那些当大祭司的族人 在有了成就以后 竟采取了一种世俗的妥协政策 只有那些殉道者才受到人们的敬仰 大约在基督时代 写于亚历山大里亚的《马卡比》第四书 叙述了这事以及其他一些意识 书的标题尽管用了《马卡比》的字样 但书中却没有一处提起《马卡比》的家人 书中首先叙述了一个老人和七个青年兄弟惊人的刚毅 他们最初全都受到安提阿古的拷打 并终于被安提阿古处以死刑 当时他们的母亲也在场 并曾劝勉他们要坚持到底 国王最初想借婉言来软化他们 告诉他们 只要他们肯同意吃猪肉 他即将宠爱他们 并为他们谋得立身出世的机会 当他们拒绝了以后 安提阿古便将情聚指给他们看 然而他们仍不动摇 并告诉安提阿古说 他将要在死后受到永结的痛苦 而他们自己却要享受永远的幸福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 在自己兄弟的面前 在母亲的面前 首先拒绝吃猪肉 随即受到严刑拷打 并终于遭到杀害 最后 国王转向他的士兵说 他希望他们能够借着这样勇敢的榜样 获得教义 以上的叙述 当然曾为传说的成分所润色 但迫害的残酷与忍受的英勇 在历史上却是真实的 其主要的争论点 则围绕在歌里与吃猪肉的问题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本书也很有趣 虽然作者显然是一个正统教派的犹太人 但他却使用了斯多噶派的哲学语言 企图证明 犹太人完全是依照斯多噶派的教训生活的 这书开始的一段文章如下 我所提出讨论的问题是具有高度哲学意义的 以及受到神灵启示的理性 是否为各种激情的最高统治者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哲学 我愿郑重地请求你们给予诚挚的注意 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 在哲学方面都情愿向希腊人学习 但他们却异常顽强地没守其律法 尤其是行歌里 守安息日 以及不吃猪肉和其他不节的肉类等 从尼西米到公元后70年 耶路撒冷陷落为止 他们重视律法的程度是与日俱增的 他们不再容忍那些宣讲某些新鲜事物的先知 其中一些迫切感到要用先知体从事写作的人们 便委托他们发现了一卷 但以礼 所罗门或其他古圣先贤所著的典籍 犹太教义的独特性 使他们团结为一个民族 但律法的强调却逐渐破坏了独创性 并使得他们变得极端保守 这种顽固性 曾使得圣保罗在反对律法统治的斗争中 显得十分出色 对于基督降生不久以前的犹太文学毫无所知的人 最容易把新约全书看作一个崭新的开端 但事实并不如此 先知的热情 为了赢得世人的听闻 虽然不得不设法委托古人 但是这种热情却绝对没有死灭 在这方面 最有趣的是《以诺书》 这是一部不同作者的作品集 其中最早的著作 仅稍先于马喀比的时代 而且最晚的 大约在公元前64年 书中大部分自称是 记述长老以诺蒙神启示时所见的异象 这对于从犹太教转向基督教的一派来说 是很重要的 新约全书的作者们是熟悉这部书的 圣优大认为 它确实是以诺的著作 早期基督教的教父 例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和特尔图良 曾把它当作正规的经典 但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却秉斥了它 结果它首先没人所遗忘 并终于失传了 十九世纪初夜 人们才在阿比西尼亚 发现了三部用埃塞俄比亚文写的高本 此后又发现了希腊文 和拉丁文译的该书的部分高本 原书好像是部分用希伯来文 部分用阿拉姆文写成的 原书的作者是一些哈西蒂姆党人 他们的继承人便是那些法利塞人 这本书攻击了国王们和亲王们 至哈斯摩尼亚王朝和萨都该人 它曾经影响过新约全书中的教义 尤其是关于弥赛亚 阴间和魔鬼学等方面 本书主要是由预言所构成 这些预言比新约中的预言 还有更多的宇宙论 其中有天堂 地狱 最后的审判等景象 书中文笔较好的地方 可以使人联想到施乐园的前两卷 文笔较烈的地方 使人想起布雷克的先知书 以诺书对于《创世纪》第六章 第二节 第四节 有一段奇妙的和普罗米修斯式的隐身 天使把冶金树传授给人们 因为他们泄露了永远的秘密 而受到了惩罚 他们也是食人肉的 犯了罪的天使 变成了异教的神 而他们的妇女 则变为人手鸟身的海妖 但最后 他们全都遭到了永结痛苦的惩罚 书中有一些 具有相当文学价值的 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描写 最后的审判 是由公义的人子 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执行的 有些外邦人 最后终将悔改 并被赦免 但是大部分外邦人 和所有的希腊化犹太人 都要遭到永远的诅咒 因为义人将要祈求深渊 而他们的祈祷 是将要得到应许的 书中有一段 论到天文学的地方 其中提到太阳和月亮 具有被风推动的战车 一年有364天 人类的罪孽 使得诸天体脱离其原有的轨道 只有善人 才能通晓天文学 允星是受到七位天使长 触罚了的堕落的天使等 以下论及圣史 其较早的部分 大致依照圣经中的叙述 一直讲到马卡比加的历史为止 其较晚的部分 则依照一般的历史 然后 作者又论及未来 如新耶路撒冷 剩余外邦人的改宗 义人的复活和弥赛亚 书中有很多处 论到罪人的惩罚和异人的赏赐 异人对于罪人 永不表示基督徒的宽恕 你们这些罪人啊 在审判那天 当你们听到异人祈祷的声音时 你们该怎么办呢 你们又将逃往哪里去呢 罪恶并不是从天上降到地下来的 而是由人自身造成的 罪恶都记录在天上 你们这些罪人将要受永远的诅咒 并将永远得不到平安 罪人也许终身快乐 甚至在临终的时候也还是快乐的 但是他们的灵魂都要下阴间 并在那里忍受黑暗 枷锁和烈火 但是对于义人 我和我的儿子 却要永远和他们连结在一起 书中最后的一段是 上帝必以信实对待那些正义图上的忠信者 当义人发出灿烂的光辉的时候 忠信者要看到那些生于黑暗的人 被带进黑暗里去 罪人必将呼喊 并看到义人发出灿烂的光辉 他们一定要到事先为他们预定的地方 去在那里度他们的时日 犹太人像基督徒一样 关于罪恶想的很多 但只有少数人想到他们自己是罪人 想到自己是罪人 是基督徒的一向革新 这是借着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提出来的 基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时 曾经把想到自己是罪人一事 当作美德来宣讲 基督徒竭力实践基督教的谦卑 但一般犹太人却不这样做 基督降世不久以前 正统犹太人中却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 例如十二位先祖的遗书 该书在公元前109至107年间完成 作者是一个崇拜哈斯摩亚王朝大祭司 约翰·希尔卡努斯的法利赛人 这书就现在的形式论 包括一些被基督徒篡改的地方 但这些地方都是涉及教条的 如把这些地方删去 书中伦理的教训 仍然与福音中所论述的非常相似 正如R.H.查理士牧师兼博士所说 登山宝骏在好几处反映了这种精神 他甚至重复了该书中原有的文具 福音书中有很多片段 也显示出该书的痕迹 圣保罗似曾用该书作为一种手册 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 你们要从心里彼此相爱 假如有人得罪你 你要心平气和地向他说话 你不可存诡诈的心 如果他忏悔和认错 你就要宽恕他 但如果他不承认错误 你也不要和他动怒 以免他受到你的毒而开始咒骂 这样就要犯双重的罪 如果他竟恬不知耻 坚持作恶 你也要从内心来饶恕他 并要把深渊之事交给上帝 查理士博士认为 基督一定是熟悉这段文字的 我们还看到 你要爱主和爱你的邻舍 你要终生爱主 并真心彼此相爱 我爱主 同样我也全心全意地爱每一个人 这些话应该与马太福音 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做一对比 在十二位先祖的遗书里 有一段对所有仇恨的责备 例如 愤怒是盲目的 他并不容你见到任何人的真面目 所以仇恨是邪恶的 因为他经常伴随着谎言 这本书的作者 正如可能预料得到的 认为不仅犹太人会得救 即便是外邦人 也都要得救 基督徒从福音书里 学会了憎恶法利赛人 然而 这本书的作者 却是一个法利赛人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他教导我们 一向认为是 最足以显示基督教特征的 一些伦理格言 解释这件事是不难的 首先 即便在作者所处的时代里 他也必定是个特别的法利赛人 当时最普通的教义 毫无疑问 是以诺书里所记述的 其次 我们知道 一切运动都趋向于僵化 有谁能从DAR 这一团体中 得出杰斐逊的原则来呢 其三 特别是关于法利赛人 我们知道 他们把律法 看作最后的 和绝对的真理 他们对于律法的这种热衷 不久便终止了 所有新鲜活泼的思想与感情 就像查理士博士所说 法利赛派脱离了 其宗派过去的理念 投身于政治利益和运动 与此同时 他们越发全面地 拘泥于律法字句的钻研 这样就立刻停止 给先祖的遗书 所阐明的这种崇高的伦理系统 以发展的余地 所以 早期哈希地姆党人 真正的继承者和信徒 都脱离了犹太教 并在原始基督教的怀抱中 找到了他们的自然归宿 经过大祭司的一段统治期以后 马可·安东尼任命他的朋友 希律做了犹太人的王 希律是一个放荡的冒险家 他经历过好几次破产的危机 习惯于罗马的社交生活 距离犹太人的虔诚相差很远 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大祭司的家庭 然而他却是一个伊都米亚人 仅就这一点也足以使他成为 犹太人怀疑的对象 他是一个巧妙的屈颜护士者 当乌大维军队显然要取得胜利的时候 他立刻背弃了安东尼 虽然如此 他曾竭尽心思 使犹太人安于他的统治 他重建了圣殿 然而这圣殿 却装配了许多哥林多式原著 并且是按照希腊的样式建筑的 他在正门的上方安装了一只巨大的金鹰 因此违反了第二条诫命 当人们传说他将要死去的时候 法利塞人便把那只鹰拆掉了 为了报复 他处死了一些法利塞人 他死于公元前四年 他死后不久 罗马人废除了国王制 把犹太国置于一个总督的统治下 比拉多在公元26年被任命为总督 但因他为人缺乏才智 不久便被撤职了 公元66年 犹太人在狂热党人的领导下 背叛了罗马 他们失败了 耶路撒冷于公元70年被攻陷 圣殿被捣毁 仅有少数犹太人留在犹太境内 在这时期以前的数世纪中 流亡在外的犹太人早已变得十分重要了 犹太人原来几乎全体是农民 但在贝鲁期间 他们从巴比伦人那里学会了经商 在以色拉和尼西米时代以后 仍有许多人留在巴比伦 其中有些人变得很富有 在亚里山大里亚建成以后 大批犹太人定居在那里 他们有一个指定的专区 但这和今天的犹太人区有所不同 这种专区是为了避免接触 外邦人受到玷污而设置的 亚里山大里亚犹太人希腊化的程度 比犹太境内的犹太人为甚 他们甚至忘却了希伯来语言 因此他们只得把旧约全书译成希腊文 其结果便是旧约圣经七十人译本 摩西五经译成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 其余各篇译成的时代较晚些 关于旧约全书七十人译本 曾有过一些传说 这个译本之所以如此命名 因为它是由七十位译者所译 据说这七十位译者各自译出了全书 而当人们对照这些译本时 却发现各个译本连最细微的地方 也都完全一致 因为全体译者都受到了神灵的启示 然而以后的学者却指出 旧约全书七十人译本是有严重缺点的 在基督教兴起以后 犹太人几乎不再使用它 他们重新阅读西伯来文的旧约 与此相反 早期的基督徒很少人通晓西伯来文 他们都根据这个七十人译本 或根据以他重译的拉丁文译本 三世纪时 欧里根曾经不辞劳苦地译出一个较好的译本 在五世纪 杰罗姆完成了拉丁语译圣经以前 那些只通晓拉丁文的读者 只好满足于几种有缺点的译本 杰罗姆这个译本最初遭到很多批评 因为他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曾得到一些犹太人的帮助 许多基督教徒认为 犹太人故意篡改了先知的话 意在不让先知预告基督的诞生 然而圣杰罗姆的译本终于受到了一般人的承认 直到今天这个译本在天主教会中仍旧保持着他的威信 和基督处于同时代的哲学家 菲罗是犹太人在思想方面受到希腊影响的最好的说明 菲罗在宗教上是个正统教派 但他的哲学却首先是柏拉图主义者 此外他还受到斯多哥派和新毕达哥拉斯派的重要影响 耶路撒冷陷落后 他在犹太人中的影响消逝了 但基督教的教父们却发现他曾指出一条 是接受希腊哲学与承认希伯来经典相调和的道路 古代每一个重要城市都逐步建立了相当数量的犹太桥居地 犹太人和东方其他宗教的代表者 分别影响了那些不满意怀疑主义或希腊罗马官方宗教的人们 不仅在罗马帝国 在俄罗斯南部也有许多人改信了犹太教 基督教可能先引起了犹太人或半犹太人集团的共鸣 正如以前耶路撒冷实现于尼布甲尼萨史一样 正统犹太教自从耶路撒冷陷落后 变得越发正统化和越发狭隘了 公元一世纪以后 基督教也具体化了 基督教和犹太教处于一种彻底敌对和形式上的关系之中 犹如下述 基督教有力地激起了反散族主义 整个中世纪期间 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的文化中并不占任何地位 他们受到了过分严酷的迫害 所以他们除了为建筑天主教堂提供资金以及做些类似的事情之外 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对文明有所贡献了 这时犹太人只有在回教徒中间才能得到人道的待遇 钻研哲学并进行启蒙性的思辨 整个中世纪里 回教徒是比基督教徒更为文明和更为人道的 基督徒一贯迫害犹太人 尤其在宗教的骚动期间为最甚 几次十字军战役是和许多次惊人的犹太人集体屠杀分不开的 在回教国家里与此相反 犹太人却没有受到什么虐待 特别在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 犹太人对于学问是有所贡献的 麦蒙尼德斯生于科尔多巴 曾被一些人认为是斯宾诺沙哲学的主要来源 当基督教徒重新征服西班牙时 把摩尔人学问传给西班牙人者 大部分都是些犹太人 犹太学者通晓西伯来文 希腊文和阿拉伯文 他们也熟悉亚里士多德哲学 并把他们的知识传授给学问较浅的经院学者 但他们也曾传授了一些不大值得向往的东西 例如炼金术和战兴术等 中世纪以后 犹太人仍然对文明有过很大贡献 但这只是作为个人 而不再是作为一个种族来进行的了 第三卷 近代哲学 第一篇 从文艺复兴到修末 第一章 总说 通常未知近代的这段历史时期 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解 有许多不同 其中有两点最重要 即教会的微信衰落下去 科学的微信逐步上升 旁的分歧和这两点全有连带关系 近代的文化 宁可说是一种世俗文化 而不是僧侣文化 国家越来越代替教会 成为支配文化的统治势力 各民族的统治大权 最初大都归国王掌领 后来如同在古希腊一样 国王逐渐被民主国家或建筑所代替 民族国家的力量 以及他所行使的职权 在整个这时期当中稳步发展 不断扩大 一些小波折不算 但是按大多情况讲 国家对哲学家的见解所起的影响 总比不上中世纪时的教会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 一直到15世纪向来能够和中央政权 分庭抗礼的封建贵族 首先丧失了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后来又失掉了经济地位 国王联合豪商顶替了他们 这两种人在不同国家 按不同的比例分享权力 豪商有并入贵族阶级的趋势 从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以来 近代意义的民主制成了重大的政治力量 和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民主制 相反的社会主义 在1917年初次获得了政权 这一种政治制度 倘若蔓延开来 很明显一定会带来一种新的文化 但我们以后要讲到的文化 大体上是属于自由主义的文化 换句话说 就是和通商贸易 极自然地连在一起的那类文化 关于这点 特别在德国有若干重要的例外 举两个实例 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见解 跟商业就毫无关系 但是这种例外人物 并不代表他们那个时代 否认教会的微信 是近代的消极特色 这比他的积极特色 即承认科学的微信 开始得要早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 科学只占一个极微末的地位 反对教会这件事 在人们的信念里 是和古代文明分不开的 仰赖的仍旧是过去 然而 是比初期教会与中世纪 还渺远的过去 科学的第一次大入侵 是1543年 哥白尼学说的发表 不过 这学说直到17世纪 经过开普勒和伽利略 着手改进 才开始得势 随后 揭开了科学与教义之间的 长期战斗的序幕 这场战斗中 守旧派在新知识面前 打了败仗 科学的微信 是近代大多数哲学家 都承认的 由于它不是统治微信 而是理智上的微信 所以 是一种和教会微信 大不相同的东西 否认它的人 并不遭到什么惩罚 承认它的人 也绝不为从现实利益出发的任何道理所左右 它在本质上求理性裁断 全凭这点之声 并且 这是一种片段不全的微信 不像天主教的那套教义 设下一个完备的体系 概括人间道德 人类的希望 以及宇宙的过去和未来的历史 它只对当时似乎已由科学判明的事情表示意见 这在无知的茫茫大海中 只不过是个小岛 另外还有一点 与教会微信不同 教会微信 宣称自己的论断绝对确实 万年更改不了 科学的论断 却是在盖然性的基础上 按尝试的方法提出来的 认为随时难免要修正 这使人产生一种 和中世纪教义学者的心理气质 截然不同的心理气质 到此为止 我谈的一直是理论科学 理论科学是企图了解世界的科学 实用科学是企图变革世界的科学 自始以来就是重要的 而且重要性还一直不断地增长 最后几乎把理论科学 从一般人的心念里驱逐了出去 科学的实际重要性 首先是从战争方面认识到的 伽利略和雷奥纳 都自称会改良大炮和铸成术 因此获得了政府职务 从那个时代以来 科学家在战争中起的作用 就越来越大 至于发展机器生产 让居民们先习惯使用蒸汽 后来习惯使用电力 科学家在这些方面起的作用则比较晚 而且这种作用 直到十九世纪末叶 才开始有重大的政治影响 科学的成功 一向主要由于实际功用 所以自来便有人打算 把科学的这一面和理论的一面割裂开 从而使科学越来越成为技术 越来越不成其为关于世界本性的学说 这种观点渗入到哲学家当中 还是新进的事 从教会的微信中解放出来 结果使个人主义得到了发展 甚至发展到无政府状态的地步 在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的心目中 所谓修养 无论是智能上的 道德上的 或政治上的 总和经验哲学 及教会统治联系在一起 经验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逻辑 固然狭隘 还不实为某种精确性的一个训练 等到这派逻辑一不实行 最初代之而起的 并不是什么比较高明的东西 而无非是各种古代典范的 哲中模仿罢了 一直到十七世纪 哲学领域中 毫无重要事物可言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 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混乱无主 实在害人听闻 因此产生了马基亚弗利的学说 同时精神上的枷锁一旦摆脱 在艺术和文学中 便表现出惊人的才华 但是这样的社会 是不稳定的 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 再加上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屈服 便把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 公和过一起结束 当这个运动传播到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时候 就不再带有这种混乱的性质 不过 近代哲学大部分 却保留下来个人主义的 和主观的倾向 这在迪卡尔身上是很显著的 他根据自身存在的确实性 建立全部知识 又承认清晰和判然 两样全是主观的 是真理的判断标准 这种倾向 就斯宾诺沙奖不算突出 但是通过莱布尼兹的无疮单子 再度露面 洛克的气质 是彻底的客观气质 他也不由自主陷入 这样一个主观论调 认识就在乎观念的相符和不符 认识就在乎观念的相符和不符 这是他很厌恶的一种见解 所以他肝冒严重的自相矛盾 躲开它 贝克莱在废弃物质以后 只是仗着使用神概念 才脱出完全主观主义 这做法 后来大多数哲学家 一向认为是与理不合的 到休末 经验主义哲学登峰造极 成了一种谁也无法反驳 谁也无法相信的怀疑主义 康德和费希特论学说是主观的 旧论气质也是主观的 黑格尔借斯宾诺沙的影响 拯救了自己 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 把主观主义从认识论 扩张到了伦理学和政治学里面 最后必然的结局 就是巴库宁式的彻底无政府主义 主观主义的这个极端 是一种病狂 在这同时 科学作为技术来说 又使一般专务实际的人 渐渐滋长起来一种见解 和理论哲学家当中 见得到的任何见解 都完全不同 技术给了人一种能力感 感觉人类远不像 在从前的时代 那么任凭环境摆布了 但是技术给予的能力 是社会性能力 不是个人的能力 一个平常人乘船遇险 飘落在荒岛上 假若是在十七世纪 他会比现在能够多有所作为 科学技术需要有在单一的指导下 组织起来的大量个人进行协作 所以他的趋向是反政府主义 甚至是反个人主义的 因为他要求有一个组织坚强的社会结构 科学技术不像宗教 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 它保证人类能够做出奇迹 但是并不告诉人该做出什么奇迹 在这点上 它就不够圆满 实际上 科学技术用于什么目的 主要在于偶然的机会 在科学技术必然要造成的各个庞大组织中 居领导地位的那些人 在某种限度内 能够随心所欲 左右科学技术的方向 全力欲 于是得到空前未有的发泄出路 在科学技术的激发下 产生的各种哲学 向来是全能哲学 往往把人类以外的一切事物 看成仅仅是有待加工的原材料 目的不再考究 只崇尚方法的巧妙 这又是一种病狂 在今天讲 这是最危险的一种 对付这种病狂 理智健全的哲学 应当做一幅解读剂 古代世界 以罗马帝国结束了混乱状态 但是罗马帝国 那是一个冷酷的事实 并不是人的理想 旧教世界 从教会谋求结束混乱状态 这倒是一个理想 但是从未在事实中 充分体现出来 无论古代的或中古的解决办法 都不圆满 前者由于未能贯注理想 后者由于未能化成现实 现代世界就目前看 似乎正朝向 类似古代的解决办法 发展下去 一种通过暴力 强加给人的社会秩序 它代表权贵们的意志 不代表平民的愿望 美满而持久的社会秩序 这个问题 只有把罗马帝国的巩固 和圣奥古斯丁的 神国的理想精神结合起来 才能得到解决 为做到这点 便需要有一种新的哲学 教会统治 在最初的三个世纪里 发展得比较缓慢 但在君士坦丁改宗以后 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主教是由民众选举出来的 他们逐渐获得了相当的权力 用来领导主教管区内的基督徒 但君士坦丁以前 在全教会之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行政机构 施舍增长了大城市里主教的权限 主教掌管着中信教徒的捐献 尽可对穷人有权发放或停止发放不失 这样便出现了一伙按主教意愿行事的贫民 当罗马帝国采取基督教为国教时 主教们曾被授予司法权和行政权 至少在有关教义的问题上 成立了一个中央行政机构 君士坦丁曾因天主教徒 与阿里乌斯教派的争执感到烦恼 他既然决定和基督徒修器与共 所以便期望他们结成一个联合的总派 为要消弭纷争 他召集了万国基督教尼西亚会议 从而制定了尼西亚信条 就阿里乌斯争端而论 从此确定了正统教义勇士的准绳 一直到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分立 东罗马帝国不再承认教皇权威 致使这种会议无法召开时为止 期间所有教会争论 都是照样通过万国基督教会议 获得解决 教皇以其职位而论 虽是教会中的首要人物 但一直到多年以后为止 并无统率全教会的大权 教皇权逐渐的增长 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在以后的章节里 我还要论及这事 君士坦丁以前的基督教的发展 正如他改宗的动机一样 曾为不同的作家 给予不同的解释 吉鹏列举了以下五项原因 一 基督徒那种不屈不挠 或者我们不妨说 那种绝不宽容的热情 确实是出于犹太教 但是他们抵出了 那种狭隘和闭塞的精神 这种精神不仅不欢迎外邦人 而且还阻挠他们 遵奉摩西律法 二 关于来世的教义 由于富裕此项 主要真理重要性和有效性的 每一新情况的发生 而有所改进 三 据说是原始教会 所有的行奇迹的全能 四 基督徒纯洁而又严肃的道德 五 基督教的团结和纪律 在罗马帝国内部 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 日渐壮大的国度 广泛地说 这种分析是可以首肯的 但需附带以下一些注视 其第一理由 来自犹太教的不屈不挠 和不宽容性 还可予以全部承认 今天 我们已经看到宣传工作中 不宽容性的实惠 大多数基督徒相信 只有基督徒死后 才能进入天堂 而外邦人在来世 将受到最可怕的惩罚 公元三世纪时 与基督教竞争的其他宗教 并没有这种威胁性 例如 伟大的母亲的敬拜者们 有过一种类似洗礼 献母牛的仪式 但他们从来不教训人说 谁要忽略了这个仪式 就要下地狱 与此附带提起一点 即举行献母牛 是一种昂贵的仪式 这需宰杀一头母牛 然后把她的血 涟涟涟地留在改教人的头上 这种仪式 是相当贵族的 因而不能成为一种宗教基础 用来招致大多数群众 财主与穷人 自由人与奴隶 在这方面 基督教比其他所有竞争者 占了一定的优势 关于来生的教义 在西方 首先为奥尔福斯教徒所传播 继而为希腊哲学家们所采用 有些西伯来先知 虽曾传播过肉身的复活 然而 犹太人相信 灵魂的复活 却好像学自希腊人 在希腊 灵魂不死论 有奥尔福斯教的通俗形式 和柏拉图主义中的学术形式 后者 以难解的论证为基础 是不能广泛流传的 但奥尔福斯形式 在古代后期 对于一般舆论 却好像有过很大影响 它不仅影响了外邦人 同时也影响了 犹太人和基督徒 奥尔福斯教 和亚洲一些神秘宗教的因素 都曾大量地 渗入基督教神学之中 在所有这些因素里 其中心神话 乃是神的死而复活 所以 我想灵魂不死论 对于基督教的传播 绝没有像吉彭所想的 那么重大的关系 在基督教的宣传中 奇迹起过很大作用 但奇迹在古代末期是很普遍的 它并不为某种宗教所专有 基督教的奇迹 在镜中中 为什么比其他宗教的奇迹 获得更广泛信仰 是不很容易看出来的 我想吉彭遗漏了一项极重要的事 基督徒有一本圣经 基督徒所信赖的奇迹 在远古时代 在一个古代人觉得神秘的国家中 早就开始了 他们有一部从开天辟地以来 首尾一贯的历史 按此 上帝首先向犹太人 其次向基督徒经常行奇迹 很明显 一个近代历史学者 会认为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 主要属于传说性质 但古代人却不这样想 他们相信 和马叙述的特洛伊围攻站 刘莫鲁斯和雷缪斯等传说 欧里根曾问道 你们既然承认这些传说 为何又否认犹太人的传说呢 针对这种争论 并没有合乎逻辑性的回答 因而 承认旧约中的奇迹 乃是很自然的事 当人们一旦承认了旧约中的奇迹 那么为期较晚的奇迹 特别是由于基督徒 对先知书所做的解释 也就可以使人平信了 君士坦丁以前 毫无疑问 基督徒的道德 是高于一般异教徒的 基督徒不时受到迫害 而且在与异教徒竞争时 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他们坚信道德 必将在天国中受赏赐 罪孽在地狱里受惩罚 他们严格的性道德 在古代是含有的 普利尼的公职 本是迫害基督徒 但他也曾证明过 他们崇高的道德品质 君士坦丁改宗以后 基督徒中间 自然也有过一些 趋炎附势的人 但杰出的僧侣 除了少数例外 仍是些坚守道德原理的人 我认为 吉鹏把基督教得以 广传的原因之一 归注这种高度的道德水平 是正确的 吉鹏在最后指出 基督教的团结与纪律 我想 从政治观点来看 这正是五项原则中 最重要的一项 在近代社会中 我们是习惯于政治组织的 每一个政治家 必须考虑到天主教方面的选票 可是这些选票 又受到其他组织集团的选票的制约 在美国 一个天主教的总统候选人 必因新教徒的成见 而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假若没有所谓新教徒的成见 那么天主教徒的总统候选人 将比其他候选人更为有望 君士坦丁所考虑的 似乎正在这一方面 借着坦护基督徒 他可以获得一个 为基督徒所组成的 单一组织集团的拥护 尽管有人憎恶基督徒 但这些人没有组织起来 因此 在政治上 也就没有实力 罗斯多夫采夫的看法 可能是正确的 他认为大部分军人是基督徒 而这正是影响 君士坦丁的主要原因 不管这种看法怎样 当基督徒依然占少数的时候 他们已有了一种组织 这在今日虽以司空见惯 但在那时却是新颖的 组织赋予他们 以一个压力集团 所有的无与伦比的政治势力 这便是他们 致实上垄断了他们继承自犹太人 传统热忱的自然结果 基督徒于获得政治权利之后 不幸立即热衷于互相公结 君士坦丁以前 曾经有过不少异端 但正统教派却无法承办他们 当基督教被奉为国教以后 权力与财富 遂公然变为僧侣的争夺物 为此曾有过选举的纷争 而神学的争论 也就成为世俗权益的争论 君士坦丁对神学家的争论 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中立 但在他死后 一直到公元379年 迪奥多修斯继位为止 他的继承者们 除叛教者朱利安以外 都或多或少倾向于阿里乌斯教派 这时期中的重要人物 是阿萨纳修斯 在他长寿的一生中 他一直是个维护 尼西亚正统教义的刚毅战士 由于神学的政治重要性 从君士坦丁皇帝到 卡勒西顿会议为止 是一段很特殊的时期 以下的两个问题 曾不断地震荡了基督教世界 首先是三位一体的性质问题 随后就是道成肉身的问题 在阿萨纳修斯时代 只有其中的第一个问题 最惹人注意 一个有教养的 亚历山大里亚的祭司阿里乌斯 主张圣子和圣父并不相等 而圣子是为圣父所创造的 这种见解 在较前的时代里 或不会招致多大的反对 但在公元四世纪时 大多数神学家 都秉持了这种见解 最后 普遍的见解则认为 圣父圣子是相等的 而且属于同一时质 虽然如此 他们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位 以萨伯留斯 为创始人的 萨伯留斯异端 则认为 圣父与圣子 并非截然不同 他们只不过是一个 存在的不同的方面而已 为此 正统教义走上了一条矮路 那些过分强调 圣父圣子有区别的人 是有陷入阿里乌斯教派的危险 而那些过分强调 圣父圣子是一体的 却又有坠入萨伯留斯教派的危险 阿里乌斯的教义 在尼西亚会议中 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谴责 对此 不同的神学家 提出了不同的修正意见 并且获得不同皇帝的赞同 阿萨纳修斯 从公元328年起 到死去为止 任亚历山大里亚市的主教 为了拥护尼西亚正统教义的热情 曾多次流放在外 他在埃及享有极大声誉 整个争论期间 埃及人毫不动摇地追随他 令人奇怪的是 在神学争论过程中 竟复活了 自从罗马征服各国以来 肆意熄灭的民族的 或至少区域性的感情 君士坦丁堡和亚洲倾向于 阿里乌斯教派 埃及狂信阿萨纳修斯教派 西罗马则坚持 尼西亚会议的决议案 在阿里乌斯争论止息以后 记起了或多或少 类似性的新争论 在这些争论里 埃及代表一个异端方向 而叙利亚则代表 另一个异端方向 受到正统教派迫害的异端 损害了东罗马帝国的统一 并遍立了回教徒的征服 分裂运动本身是不足为奇的 奇怪的倒是 他们竟会和一些极其 精微奥妙的神学问题 纠缠在一起 公元335至378年间的皇帝们 都在其胆感的范围内 支持阿里乌斯教派见解 但也有一个例外 就是叛教者朱利安 他作为一个异教徒 对于基督徒内部的争端 保持了中立的态度 公元379年 皇帝迪奥多修斯 终于全力支持了天主教徒 于是 他们便在帝国中 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下章 我们将要论及的 圣安布洛斯 圣杰罗姆 和圣奥古斯丁的大部分生涯 都是在天主教胜利的 这一期间中度过的 虽然如此 在西方接种而来的 却是再一次的 阿里乌斯教派的统治 期间 哥特人和凡达尔人 相继征服了大部分 西罗马帝国 他们的势力 延续了一世纪左右 在该世纪末叶 中为查士丁尼 伦巴底人 和弗兰克人所灭亡 其中 查士丁尼 弗兰克人 以及伦巴底人 都是正统教派 如此 天主教的信仰 终于获得了 确定性的胜利 第二章 基督教最初的四个世纪 基督教最初是作为一种 革新的犹太教 由犹太人传给犹太人的 圣雅各 其次 还有圣彼得 都曾希望基督教 不超出这个范围 若没有圣保罗 他们的主张 会以盛行于世了 圣保罗 毅然容许 外邦人入教 不要求他们受割礼 和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行传 曾以一种保罗式的观点 记载了两派间的争论 毫无疑问 圣保罗在各处建立的基督徒社团 一部分是由犹太人的改宗者 一部分是由寻求一种新宗教的外邦人所构成 在各种宗教信仰的崩溃期 犹太教的确实性很吸引人 但割礼却是人们改宗时的一大障碍 有关实物方面的清规戒律 也是同样不变的 即便没有其他 仅这两种障碍 也阻止西伯来宗教无法普及 由于圣保罗的影响 基督教保留了犹太教义中吸引人的成分 并除去了使外邦人最难接受的一些特征 把犹太人看成上帝的选民这种观点 无论如何是为希腊人的自负心所赠物 诺斯蒂教派彻底秉斥了这种观点 他们或至少他们中间一部分人 认为感性世界是索菲亚的叛逆儿子 一个名叫亚勒达邦士的列等神所创造 他们说他就是旧约全书中的亚威 而那蛇不但绝不邪恶 反而警告过夏娃不要受他的欺骗 至高的神允许亚勒达邦士长期自由活动 他终于差遣他的儿子 暂住在耶稣这个人的肉身内 以便把世界从摩西荒谬的教训中解放出来 凡持有这种见解的人 经常把这种见解与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哲学结合在一起 普罗提诺 犹如我们所知 在驳斥这种见解的时候 就曾感到一些困难 诺斯蒂教为哲学的异教主义和基督教提供了一个哲中方案 因为他虽然尊宠基督 却憎恶犹太人 后来的模拟教也是这样 圣奥古斯丁既是通过模拟教转入天主教的信仰 模拟教结合了基督教和拜火教的要素 教导恶是一种肯定性原理 体现在物质之中 而善的原理则体现于精神之中 他谴责肉食及一切性欲 甚至婚姻生活 这种折中的教义 对于说希腊语的文化人的逐渐改宗给予很大助力 然而新约全书却警告那些忠实信徒 起而反对他们 提摩泰阿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虚谈 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已经有人自称有着学问 就偏离了真道 在政府改信基督教以前 诺斯蒂教和模拟教继续盛行于世 在这时期以后 他们虽被迫隐蔽其信仰 但却仍然具有潜伏的势力 穆罕默德曾经采用了诺斯蒂教派中某一宗派的教义 他们教导说 耶稣是个普通人 在他受洗时 神子降在他身上 而在他受难时就离弃了他 为了固持这种见解 他们引证以下的经文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你为什么离弃我 我们必须承认 基督徒经常感到这里的经文难于理解 诺斯蒂教派认为 上帝的儿子是不该降世为人 作为一个婴孩 尤其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说这些事发生在人性耶稣身上 但是与上帝的圣子无关 穆罕默德 虽不把耶稣当作神 却承认耶稣是先知 他具有一种强烈的阶级感情 认为先知是不应该有坏结局的 于是他采取了幻影教派 属于诺斯蒂教一个支派的观点 按照这种说法 钉在十字架上的只是一个幻影 犹太人和罗马人枉费心机地 在这幻影上发泄了无效的复仇 如此 诺斯蒂教中某些成分 终于纳入了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之中 基督徒对同时代的犹太人 早就抱着敌对态度 公认的见解是 上帝曾和先祖先知等圣者讲过话 预告了基督的来临 但基督降世后 犹太人却不承认他 因此需把他们视为恶者 此外 基督废弃了摩西的律法 代之以爱上帝和爱临舍两条诫命 而犹太人又执拗地未予以承认 所以 一旦基督教变为国教 反散族主义 以其中世纪的形式 在名义上 便成为基督徒热忱的表现 在以后的时代里 经济的动机 虽燃起反散族主义的烈焰 但这种动机 在基督教罗马帝国究竟起多大作用 则似乎无法确定 基督教希腊化的程度越深 它就越发变得神学化了 犹太人的神学一向是单纯的 亚威从一个部族神发展成为创造天地唯一全能的神 当人们发觉上帝的公义并不给善人带来地上的繁荣时 人们便把上帝的公义推托于天国之中 于是便产生了灵魂不死的信仰 但犹太教义通过其进化过程 十倍包含任何复杂的行而上学成分 其中没有神秘 且为每个犹太人所能理解 这种犹太人的单纯性 从整体来看 仍旧标志着共观福音书 马太 马可 路加三福音书的特征 但已不见于约翰福音 在这书中 基督已经和柏拉图 斯多噶等学派的罗格斯等同起来了 神学形象的基督 叫人性的耶稣 更使第四福音书的作者感到兴趣 教父们 尤其是这样 在教父的著作中 读者将发现 论及约翰福音的地方 比论及其他三福音书的总和还要多 保罗书信 特别在有关救赎的问题上 包含许多神学 这些书信同时也说明 作者是熟悉希腊文化的 其中有一段引自米南德的画 还有一段经文 是暗指那个指摘克里特人 都是说谎着的 克里特人 埃比米尼底斯的等等 虽然如此 圣保罗说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把你们掳去 希腊哲学和 希伯来经典的综合 在欧里根以前 或多或少 一直停留在偶然的 和片段的阶段 欧里根犹如菲罗 住在亚历山大里亚 该城由于商业与大学 从兴建到衰落 一直是博学的 混合主义的中心 欧里根和他同时代的人 普罗提诺 一同授业于 阿摩尼阿斯·萨卡斯 萨卡斯 成为许多人认为 是新柏拉图主义的 创始人 欧里根的学说 犹如其著作 原理论中所述 不但和普罗提诺的学说 极其类似 而且事实上 也超出了正统教义 所能容许的范围 欧里根说 除了上帝 圣父 圣子 圣灵以外 再也没有什么 完全不具形体的了 星辰是有生命 有理性之物 上帝曾赋予他们 固有的灵魂 他认为 太阳也能犯罪 人的灵魂 如柏拉图所说 是从创世以来就有的 在人诞生时 便从某处到来 付诸于其人之身 Nunce和灵魂之区别 大致犹如 普罗提诺哲学中所述 努斯 堕落就变成灵魂 灵魂有得时 父变为努斯 最后所有灵魂 都必完全归顺基督 并在那时 不再具有形体 甚至连魔鬼 在最后也要得救 欧里根虽然为人承认 是教父之一 但却受到后世的谴责 说他主张以下四点邪说 一 灵魂的现在性 犹如柏拉图所教导 二 不止基督的神性 就连他的人性 在倒成肉身前就已存在 三 复活时 我们的身体将变为绝对虚无缥缈的东西 四 所有人甚至魔鬼 最后都要得救 圣杰罗姆 对欧里根修订旧约圣经 表示过一些缺乏审慎的景仰 事后却发觉 最好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事于驳斥欧里根神学上的错误 欧里根不止在神学上越乎常规 在年轻时 曾犯过一项不可弥补的过失 因为他曾过分拘泥以下经文的字面解释 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焉的 为欧里根所轻率实行的 这种逃避肉欲诱惑的方法 受到了教会的谴责 此外 这使他丧失了当选为圣职者的资格 对此 有些教士似曾有过一些不同的见解 并因此引起一些不足违训的争论 欧里根最大的住宿是 《反希尔萨斯论》 希尔萨斯著了一本反对基督教的书 而欧里根则针对其论点逐条欲以驳斥 希尔萨斯首先反对基督徒 说他们属于非法社团 欧里根并不否认这点 并断言这正是一种道德 就像诸禄暴君一样 于是他指出人们憎恶基督教 无可质疑的真实根源 希尔萨斯说 基督教出自犹太人 而犹太人是蛮族 只有希腊人才能从蛮族的教义中 探索出意义来 欧里根回答说 无论是谁 当他从希腊哲学转向福音书时 必将断定福音书的真实性 同时并提供希腊哲人以满意的论证 福音书有他本身的论证 他比一切希腊辩证法所证实的还要神圣 这种更为神圣的方法 曾被使徒称为圣灵和全能的显示 关于圣灵的显示 因为有预言 尤其是那些与基督有关的一切叙述 阻使所有读者产生信仰 关于全能的显示 因为有我们必须确信 曾经行过的神迹与歧视 除了根据其他理由之外 还可根据下列一点 因为按照福音书教训生活的人们中间 仍有行这些事的痕迹可寻 这段文章是饶有兴趣的 因为它包含有关信仰的双重论证 而这正是基督教哲学的特征 一方面 纯粹理性 通过正确的运用 足以树立基督教信仰的本质 特别是上帝灵魂不死和自由意志 另一方面 圣经不仅证明了这些本质 而是证明的更多 圣经中神的末世 借着先知预言弥赛亚的将士 借着行骑士 和借着忠实信徒 由于信仰所得的恩赐而得到证实 这些论证在今日虽已显得陈旧 但其中最末一项 依然为威廉·詹姆士所原用 但这些论证一直到文艺复兴为止 曾受到所有基督教哲学家的承认 欧里根有些论证是奇特的 他说魔法师们往往祈求亚伯拉罕的上帝 却不知上帝是谁 而这种祈求却显然更没有效 名称在魔法中是紧要的 用犹太语、埃及语、巴比伦语、希腊语 或是婆罗门语呼唤上帝的名称 并不是没有差别的 辅咒一经翻译就要试掉效力 这使人设想当时的魔法师 曾使用过所有著名宗教的辅咒 假若欧里根正确 那些渊源于希伯来的辅咒才最为有效 尤其他曾指出摩西禁止过行邪术 因而这种论证就显得更为怪诞了 他又说 基督徒不该参与政治 但只可在神国里以及在教会里担任工作 这种教义当然在金石坦丁以后稍有变更 但其中仍有一部分被保留下来 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 就暗含着这种教义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期间 这种教义曾引导僧侣消极地对待俗界的灾难 并把卓越的才能运用于教会的修行 神学的争论和修道院制度的普及工作 这种教义的一些痕迹一直到今日还存在 很多人认为政治是属于世俗的 对于一个真正的圣者是不相宜的 第二章 米利都学派 每本哲学史教科书所提到的第一件事 都是哲学始于泰勒斯 泰勒斯说 万物是由水做成的 这会使初学者感到泄气的 因为初学者总是力图 虽说也许并不是很艰苦的 对哲学怀抱一种 似乎为这门课程所应有的那种尊敬 然而 我们却有足够的理由要推崇泰勒斯 尽管也许是把他当成一位科学家 而不是当成一位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家来推崇 泰勒斯是小雅细雅的米利都人 米利都是一个繁荣的商业都市 其中有大量的奴隶人口 而在自由民中 富人和穷人之间又有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米利都 人民最初获得了胜利 杀死了贵族们的妻子儿女 后来贵族又占了上风 把他们的对方活活烧死 拿活人做活把将城内的广场照得通亮 摘自《罗斯多夫采夫》 古代世界史第一卷第二百零四页 在泰勒斯的时代 小雅细雅绝大多数的希腊城市里都流行着类似的情况 米利都正像伊奥尼亚其他的商业城市一样 在公元前七世纪和六世纪 在经济上与政治上有过重要的发展 最初政权属于占有土地的贵族 但是逐渐地被商人财阀政治所代替 后来又被建主所代替 建主照例是由民主党派的支持而获得权力的 旅底亚王国位于希腊海岸城市的东部 但是直到尼尼威的陷落 大约公元前612年为止 一直与这些城市维持着友好的关系 这使得旅底亚可以自由自在地专心对付西方 但是米利都通常总能够与之保持友好关系 尤其是和最后一个旅底亚王克里索斯 克里索斯是公元前546年被居鲁士所征服的 米利都也和埃及有着重要的关系 埃及王是依靠着希腊的雇佣兵的 并且开放了一些城市对希腊贸易 希腊在埃及最早的殖民地 是米利都卫队所占据的一个要塞 但是公元前610到560年这段时间 希腊在埃及最重要的殖民地是达夫尼 耶利米和其他许多犹太逃亡者 就在这里躲避过尼布甲尼萨大王 见耶利米书第43章第5节以下 虽然埃及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希腊人 犹太人却并没有 我们也不能设想 耶利米对于怀疑的伊奥尼亚人 除了恐怖之外 还会感到什么别的 我们知道 关于泰勒斯的年代最好的证据 就是他以预言一次日食而著名 根据天文学家的推算 这次日食一定是发生在公元前585年 其他现存的证据也都一致把他的活动 大约放在这个时期 预言一次日食并不能证明他有什么特殊的天才 米利都与里底亚是联盟 而里底亚又与巴比伦有文化上的关系 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日食 大约是美经19年的周期就会出现一次 他们能够大致完全成功地预言月食 但是在一个地方看得见的某次日食 在别个地方却可以看不见的这一事实 却妨碍了他们对于日食的预言 因此他们只能知道 在某一定的日期 便值得人们去期待日食的出现 这或许便是泰勒斯所知道的全部 无论是泰勒斯还是巴比伦人 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周期循环 据说泰勒斯曾旅行过埃及 并且从这里给希腊人带来了几何学 希腊人所知道的几何学 大体上是凭经验的 并没有理由可以相信泰勒斯达到了 像后来希腊人所发现的那种演绎式的证明 他似乎发现了怎样根据在陆地上的两点 所做的观察去推算船在海上的距离 以及如何从一个金字塔影子的长度 去计算它的高度 有许多其他的几何定理 也都归之于它的名下 但恐怕是归错了的 它是希腊的七折之一 七折中每个人都特别以一句格言而闻名 传说它的格言是水是最好的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 泰勒斯以为水是原质 其他一切都是由水造成的 泰勒斯又提出 大地是浮在水上的 亚里士多德又提到 泰勒斯说过 此时体内具有灵魂 因为它可以使铁移动 又说万物都充满了神 伯奈特早期希腊哲学第五十一页 对于最后这种说法提出过疑问 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 这种说法可以认为是科学的假说 而且绝不是愚蠢的假说 二十年以前 人们所接受的观点是 万物是由氢所构成的 水有三分之二是氢 希腊人是勇于大胆假设的 但至少米利都学派 却是准备从经验上来考察这些假设的 关于泰勒斯 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因而不能完全满意地恢复他的学说 但是关于他的米利都学派的后继者们 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 因此设想他的后继者们的看法 有些得自于泰勒斯 这是十分合理的 他的科学和哲学都很粗糙 但却能激发思想与观察 关于他 虽然有许多传说 但是我并不以为人们所知道的 多于我上面所提到的这几件事实 有几个故事是很有趣的 例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 所说的那个故事 人们指责他的贫困 认为这就说明了哲学是无用的 据这个故事说 他由于精通天象 所以还在冬天的时候 就知道来年的橄榄要有一场大丰收 于是他以他所有的一点钱 作为租用丘斯和米利都的全部橄榄炸油器的押金 由于当时没有人跟他争价 他的租价是很低的 到了收获的时节 突然间需要许多炸油器 他就肆意地抬高价钱 于是赚了一大笔钱 这样他就向世界证明了 只要哲学家们愿意 就很容易发财致富 但是他们的雄心 却是属于另外的一种 米利都派的第二个哲学家 阿纳克西曼德 比泰洛斯更有趣得多 他的年代不能确定 但是据说在公元前五百四十六年时 他已经六十四岁了 并且我们有理由设想 这种说法是多少近于真相的 他认为万物都出于一种简单的原质 但是那并不是泰洛斯所提出的水 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的实质 它是无限的 永恒的 而且无尽的 而且它包围着一切世界 因为他认为 我们的世界只是许多世界中的一个 原质可以转化为 我们所熟悉的各式各样的实质 它们又都可以互相转化 关于这一点 他做出了一种重要的 极可注意的论述 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 万物消灭后 复归于它 这是命运规定了的 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 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 而互相长补 正义的观念 无论是宇宙的 还是人间的 在希腊的宗教和哲学里所占的地位 对于一个近代人来说 并不是一下子很容易理解的 的确 我们的正义这个字 很难表现出它的意义来 但是也很难找出别的更好的字来 阿拉克西曼德所表现的思想 似乎是这样的 世界上的火 土和水 应该有一定的比例 但是每种元素 被理解为是一种神 都永远在企图扩大自己的领土 然而 有一种必然性或者自然律 永远地在校正着这种平衡 例如 只要有了火 就会有灰烬 灰烬就是土 这种正义的观念 即不能逾越永恒固定的界限的观念 是一种最深刻的希腊信仰 神奇正像人一样 也要服从正义 但是这种至高无上的力量 其本身是非人格的 而不是至高无上的神 阿拉克西曼德 有一种论据证明 原质不是水 或任何别的已知元素 因为如果其中的一种是史基 那么它就会征服其他的元素 亚里士多德又记载 他曾经说过 这些已知的元素 是彼此对立的 气是冷的 水是潮的 而火是热的 因此如果它们任何一种是无限的 那么这时候其余的便不能存在了 因此 原质在这场宇宙动争中 必须是中立的 有一种永恒的运动 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 就出现了一切世界的起源 一切世界并不像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学里所说的那样 是被创造出来的 是被创造出来的 而是演化出来的 在动物界也有演化 当施元素被太阳蒸发的时候 其中便出现了活的生物 人像任何其他动物一样 也是从鱼延伸出来的 人一定是从另一种不同的生物 演变出来的 因为由于人的婴儿期很长 他若原来就像现在这样 便一定不能够生存下来了 阿纳克西曼德充满了科学的好奇心 据说他是第一个绘制地图的人 他认为大地的形状像一个圆柱 有各种不同的记载说 他曾说过 太阳像大地一样大 或大于大地27倍 或大于大地28倍 凡是在他有创建的地方 他总是科学的和理性主义的 米利都学派三节中的最后一个 阿纳克西美尼 并不像阿纳克西曼德那样有趣 但是他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进步 他的年代不能十分确定 他一定在阿纳克西曼德之后 而且一定是鼎盛于 公元前494年以前 因为在那一年 波斯人镇压伊奥尼亚叛乱的时候 米利都城便被波斯人毁灭了 他说机制是气 灵魂是气 火是稀薄化了的气 当凝聚的时候 气就先变为水 如果再凝聚的时候 就变为土 最后就变为石头 这种理论所具有的优点 是可以使不同的实质之间的一切区别 都转化为量的区别 完全取决于凝聚的程度如何 他认为大地的形状像一个圆桌 而且气包围着万物 正如我们的灵魂是气 并且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一样 气息和空气也包围着整个世界 仿佛世界也是在呼吸着似的 阿纳科西美尼在古代 要比阿纳科西曼德更受人称赞 虽然任何近代人都会做出相反的评价来 他对于毕达哥拉斯 以及对于后来许多的思想 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大地是球状的 但是原子论派则拥护阿纳科西美尼的见解 认为大地的形状像一个圆盘 米利都学派是重要的 并不是因为他的成就 而是因为他所尝试的东西 它的产生是由于希腊的心灵 与巴比伦和埃及相接触的结果 米利都是一个复数的商业城市 在那里原始的偏见和迷信 已经由于许多国家的相互交通而被冲淡了 伊奥尼亚直气公元前五世纪初期 被大流氏所征服为止 始终是希腊世界在文化上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几乎完全没有接触到过 与巴库斯和奥尔福斯相关联的宗教运动 他的宗教是奥林匹克的 并且似乎从来不曾被人们认真地对待过 泰勒斯 阿纳科西曼德和阿纳科西美尼的思考 可以认为是科学的假说 而且很少表现出来 夹杂有任何不恰当的神人同体的愿望和道德的观念 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很好的问题 而且他们的努力也鼓舞了后来的研究者 希腊哲学的下一个阶段 是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相联系着的 它有着更多的宗教性 特别是有着更多的奥尔福斯教义 在某些方面是更有趣的 它的成就是可赞美的 但是它的精神却比不上米利都学派那样科学了 第二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 和中古建杰相反的近代建杰 随着名叫文艺复兴的运动发源于意大利 最初 不过少说的人 主要是佩托拉克抱有这种建杰 但是在15世纪期间 近代建杰普及到意大利教俗两届 绝大部分有教养的人士 按某些方面讲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 除雷奥纳都及其他几个人而外 都不尊重科学 尊重科学那是17世纪以来 大多数重要革新人物的特色 由于这个欠缺 他们从迷信中 特别从占星术这一种迷信中 获得的解放很不完全 他们当中不少的人 仍旧像中世纪哲学家一样 崇敬权威 不过他们用古代人的威信 替代教会的威信 这自然是向解放前进了一步 因为古代人彼此间接分歧 要决定信奉哪一家 需要有个人判断 但是15世纪的意大利人中间 恐怕每几个感持有从古代 从教会教义都找不出根据的意见 为理解文艺复兴运动 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 意大利的政治情势 从1250年 弗里德里西二世死后 直到1494年 法兰西王查理八世 入侵意大利之前 意大利就大体上讲 没有受到外国干涉 在意大利有五个重要城邦 米兰 威尼斯 弗洛伦萨 教皇岭和纳布勒斯 除这些城邦以外 又有许多小公国 各自和大邦中某一个结成同盟 或者隶属某个大邦 1378年以前 热内亚在贸易和海军势力上 一直与威尼斯争雄 但自从那年之后 热内亚落归了米兰宗主权支配之下 米兰当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 领先反抗封建制度 在霍恩施陶芬朝终于败亡后 受维斯孔迪加统治 这是一个有能为的家族 他的势力不是封建政治势力 而是财阀政治势力 维斯孔迪加从1277年到1447年 统治米兰170年 接着 共和政体又复兴三年 然后一个新的家族 继和维斯孔迪加有亲戚关系的 斯福尔查家获得政权 自号米兰宫 从1494年到1535年 米兰是法兰西人 与西班牙人交兵的战场 斯福尔查家 有时和这一方联盟 有时和另一方联盟 在这段期间 他们有时候流亡外国 有时候仅止名义上掌政 最后在1535年 米兰被查理武士皇帝兼并 威尼斯共和国稍有点像处在意大利政治的局外 特别在初期国事鼎盛的数百年间 威尼斯从来没被蛮族征服过 最初他把自己看成是东罗马帝国的陈属 由于这个传统 加上威尼斯的贸易 又是和东方的贸易 他能够独立在罗马控制以外 这状况一直到 土伦特宗教会议 1545年时代 还继续存在 关于土伦特宗教会议 威尼斯人保罗萨尔皮 写过一部十分反教皇的历史 前面讲过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 威尼斯如何坚持掠取军事坦丁堡 这件事促进了威尼斯贸易 反过来 1453年 土耳其人夺战军事坦丁堡 又使他的贸易受到损害 有一种种原因 和食粮供给问题也多少有关 威尼斯人在14 15世纪期间 感到有必要在意大利本土上 获得大片领土 这惹起了各方的仇恨 终于在1509年 促成刚布雷同盟的缔结 该同盟是各强帮的一个联合 威尼斯被他击败 从这场厄运中复苏 倒也许还是可能的 但无可挽回的是 瓦斯扣 达 嘎玛 发现了经浩旺角通印度的航路 这个发现连上土耳其人的势力 毁了威尼斯 不过他总还撑耻下去 直到被拿破仑剥夺独立 刚布雷在法国东北部 这个同盟是神圣罗马皇帝 马克西密连一世 法兰西王路易十二世 阿拉贡王菲迪南 和教皇尤里乌斯二世 缔结的 表面上是为对土耳其人作战 实际上是要攻击威尼斯 一者注 威尼斯的政治制度原本民主 逐渐变得不民主 1297年以后 成了一种排他性的寡头政治 政治权力的基础是大议会 自那年以后 大议会的成员世袭 而且只限于名门望族 行政权属于十人议会 十人由大议会选举 帮中的正式元首都治选任终生 都治名义上的权柄很有限 但是实际上 他的势力通常有决定性 威尼斯的外交术 公认为脚快直至 威尼斯大使们的报告书 有惊人犀利的见解 从朗课起 历史学家一向利用这类报告书 作为有关他们所研究的事件 最好的资料 弗洛伦萨当年是世界上 最文明的都市 它是文艺复兴的主要发祥地 文艺复兴期文学里面 几乎所有的伟大名字 即文艺复兴期艺术中前期的 已至某些后期的大师的名字 都和弗洛伦萨连在一起 但是目前我们不管文化 切谈政治 13世纪时 弗洛伦萨有三个对立 争衡的阶级 贵族 豪商和平民 贵族大多是皇帝党 另外两个阶级是教皇党 皇帝党人在1266年最后败北 14世纪当中 平民派又占了豪商的上风 然而斗争并没带来稳定的民主政治 却促使一种希腊人所谓的建筑制逐渐抬头 梅迪奇族终于成了弗洛伦萨的统治者 他们以民主派方面的政治牵线人起家 这家族中 头一个取得明确的优胜地位的人 科吉默 德 梅迪奇 还没有什么官职 他的势力 依靠操纵选举的妙述 他阴险狡诈 可能宽和时宽和待人 于必要的时候 狠毒无情 他死后隔了一个短时期 孙儿为业公罗伦佐 继承了他的位置 从1469年到1492年世事为止 执掌大权 这两人的地位 都是仰赖财力得到的 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商业 但是也来自矿业及其他实业 他们不仅知道自己如何致富 还懂得怎样使佛罗伦萨富足 所以在这两人的治理下 佛罗伦萨成繁荣昌盛 诺伦佐的儿子皮特罗 欠缺他父亲的那种长处 1494年被驱逐 随后是塞万纳罗拉得势的四年 这时期 有一种清教器的信仰复兴 转使人反对欢乐奢华 远离自由思想 屈就以往较淳朴的年代 想必一向特有的虔诚 然而结局 主要由于政治原因 萨万纳罗拉的敌派胜利 他被处死刑 烧毁尸体 这个共和国 目的在推行民主 而实际是财阀政治 传续到1512年 梅迪奇族又复辟了 罗伦佐有一个儿子 14岁上便做了书籍主教 他在1513年当选教皇 号列奥时事 梅迪奇家用塔斯卡尼大功的决显 统治佛罗伦萨直到1737年 但是佛罗伦萨在这期间 也像意大利的其余部分一样 贫弱了下去 译者处 萨万纳罗拉 意大利僧侣 教会改革者 出生于1452年 于1498年离世 大胆揭露教会腐化 及社会败坏 痛斥洛伦佐一世 得到广泛拥护 梅迪奇家再得失后 1497年被开除教籍 第二年按叛教者 和异端的罪名被处死 他的死给了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 马吉亚弗利很深的刺激 教皇的俗权 起源于不和平伪造的 军士坦丁正次 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大扩张 但是教皇们为此目的 采用的那些方法 却断送了教皇职位的宗教威信 宗教会议运动 在巴子尔宗教会议 与教皇 幽金尼乌斯四世的争斗中 失败了 他代表着教会里 最热忱的分子 或许更重要的是 这运动代表 阿尔卑斯山以北教会的意见 教皇的胜利 也就是意大利的胜利 较差一层 又是西班牙的胜利 在十五世纪后半期 意大利文明全部像北方各国的文明 那依旧保持着中古风味 意大利人在文化方面正经严肃 但是对于道德和宗教满不认真 甚至在教士的心目中 典雅的拉丁文总会遮掩许多的罪 第一个崇尚人文主义的教皇 尼古拉武士 把教廷的各种职位 派给一些学者 只为他敬重这些人的学问 全不管别的考虑 洛伦佐瓦拉 一个伊比丘鲁主义者 也正是那个证明 君士坦丁赠赐是伪贱 嘲笑拉丁语普及本圣经的笔体 指斥圣奥古斯丁是异端的人 被任命为教皇秘书 这种奖励人文主义 胜于奖励千诚或正统信仰的政策 一直继续到1527年 罗马大喜节 奖励人文主义 固然让热诚的北方人感到愤慨 按我们的观点看 也许还算是件功德 但是某些将皇的杜武政策 和道德败坏的生活 除非从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 从什么观点来看 也无法给他辩护 亚历山大六世 在个人的教皇生活中 专一扩张自己和自己一家的势力 他有两个儿子 甘地亚公和凯撒 鲍吉亚 他非常偏爱前一个 然而甘地亚公被人杀害了 大概是弟弟把他谋死的 于是这位教皇的王爷壮志 只得贯注在凯撒身上 他们一同征服了 罗马尼亚和昂格纳 这两个地方预计要给凯撒做个公国 但是在教皇死的时候 凯撒正病重 所以不能计时行动 他们的征服地 结果重新病入圣彼得的世袭财产 这两人的恶计 很快就成了疯传 归遂到他们身上的 数不清的谋杀事件 真假难辨 不过 他们推行不讲信义的奸计 达到空前地步 这点总无可质疑 继承亚历山大六世的尤里乌斯二世 也不虔诚异常 比他的前任少留下一些造成丑闻的口实而已 他继续进行扩张教皇领地 当作军人看 他自有长处 但是按基督教的首脑来论 并不可取 在他的继任者利奥十世 治下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 乃是文艺复兴时期 各教皇的非宗教政策的当然结果 意大利的南端 归纳布勒斯王国具有 在大多时候 西西里和纳布勒斯统联一起 纳布勒斯和西西里 原先是弗里德里西二世皇帝的特别私人王国 他创建了一种回教国式的君主专制 开明但是独裁 不给封建贵族容留半分权利 1250年 弗里德里西死后 纳布勒斯和西西里归属他的私生子 曼弗里德 不过 曼弗里德也继承了教会的不解冤 1266年 被法兰西人驱逐 法兰西人自落个不得人心 结果 在西西里丸岛事件中遭屠杀 这以后 王国属于阿拉贡王彼得三世和他的各代继承人 经过种种 经过种种错综复杂的纠纷 纳布勒斯和西西里一度暂时分裂 然后在1443年重新合并在著名的文士奖励者 亚量王阿尔封所下面 从1495年 已降 有三个法兰西王力图征服纳布勒斯 但是这王国最后被阿拉贡的菲迪南得到手 查理八世 路易十二世和弗朗西斯一世 这几个法兰西王全坚持自己有领辖米兰和纳布勒斯的权力 在法理上不大有根据 他们全入侵过意大利 收到暂时成功 但是终究全被西班牙人战败 西班牙的胜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 结束了意大利文艺复兴 教皇克莱曼特七世 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障碍 而且他是梅迪奇家的人 做法兰西的同党 因此在1527年 查理五世 让一支大部分由新教徒组成的军队洗劫了罗马 从此以后 教皇们转上千层的道路 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就寿终正寝 一者处 关于西西里丸岛事件 1282年 复活节后的星期二 在举行玩倒的时候 西西里人到处起来大杀法兰西人 但在巴勒默就杀了八千 这次事件叫西西里玩倒 在意大利耍的强权政治复杂的难以相信 小帮主大部分是自立起家的霸主 他们一时和大帮中这一个联盟 一时和那一个联盟 他们假若耍得不高明 就被齐根铲灭 战争连绵不断 但是在1494年 法兰西人到来以前 打的仗都几乎不流血 兵是雇佣兵 恨不得把他们的职业危险缩到最小限度 这类纯属意大利的战争 对贸易没起很大妨害 也为阻碍意大利添增财富 治国策数层出不穷 英明的政治策略没有分毫 当法兰西人到来的时候 国家简直是毫无防护 法兰西军队在交战中真的杀人 吓坏了意大利人 随后 法兰西人与西班牙人的历次战争 都是一本正经的战争 带来了苦难和贫困 但是意大利各城邦 全不顾惜民族统一 彼此继续阴谋请亚 在内红中祈求法兰西 或西班牙的援助 到头来同归于尽 由于发现美洲 合金号望角通往东方的航路 意大利总逃不了 要丧失重要地位 这字不在话下 但是这崩溃也尽可以少些祸患 对意大利文明素质的破坏性轻一些 文艺复兴不是在哲学上有伟大成就的时期 但是也做出一些事情 对伟大的十七世纪来讲是必要的准备 首先 文艺复兴运动摧毁了死板的经验哲学体系 这体系已经成了智力上的束缚 恢复了对柏拉图的研究 因此要求人至少也得有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进行选择 所必须的独立思考 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于这两个人的直接的真正认识 摆脱新柏拉图派和阿拉伯注释家的评注 更重要的是 文艺复兴运动鼓励这种习惯 把知识活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 而不是只在保存某个前定的正统学说的顿式冥想 和拜占庭学问的接触 是柏拉图提早替代经验派解释的亚里士多德 早在那次把东西方两教会名义上再统一起来的 费拉拉宗教会议上就有过一场辩论 在辩论中拜占庭人主张柏拉图胜似亚里士多德 基米斯特普里索是希腊一个正统信仰 狠成问题的热诚的柏拉图主义者 他对在意大利振兴柏拉图哲学有很大贡献 还有一个当上书籍主教的希腊人贝萨利昂也是这样 科基默德·梅迪奇和罗伦佐德·梅迪奇都醉心于柏拉图 科基默创立了广泛从事柏拉图研究的弗洛伦萨学院 罗伦佐继续兴办 科基默临死还倾听着柏拉图的一篇对话 不过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们忙于获得古代的知识 因此在哲学上不能出什么独创性的东西 文艺复兴不是民众性运动 是少数学者和艺术家的运动 受到一些慷慨的文艺奖励者 特别受到梅迪奇家和崇尚人文主义的教皇们的赞助 假若当初没有这些奖励者 他取得的成功说不定会小得多 14世纪的佩托拉克和伯加丘 按精神奖属于文艺复兴时代 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同 所以他们的直接影响比不上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教会的态度很难简单刻画 有的人是直言不讳的自由思想家 不过即使这种人通常也受忠负 在觉得死亡破林的时候与教会和解 大多数学者痛感当时教皇的罪恶 然而他们还是乐于受教皇的聘用 历史学家桂查蒂尼在1529年写道 再没有谁比我更憎恶祭司的野心贪婪和放荡了 不仅因为这些恶习每一件本身就可恨 而且因为其中每一件 统统和自称与神有特殊关系的人 极不相称 同时还因为这些恶习又是那么相互对立的 只有在生性十分奇癖古怪的人身上才能共存 尽管如此 我在己任教皇教廷中的位置 迫使我只得为了切身利益 希求他们伟大 但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缘故 我早已像爱自己一样爱马丁路德了 这并不是为我个人摆脱一般所理解的 和解释的基督教加给人的戒律 倒是为了要眼看这帮无赖被压回自己的本位 好叫他们不得不去过没罪恶或没权柄的生活 这真坦率的痛快 清楚地摆明了人文主义者 所以不能发起宗教革新的理由 况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在正统信仰和自由思想之间 看不出任何折中办法 他们已经不再具有对神学微妙处的中古感受性 所以像路德的那种立场 在他们是做不到的 马祖求讲霸了修士 修女和修道僧的恶端 说对他们最好不过的惩罚 恐怕就是让神把炼狱取消 这一来他们便不会再受到不失 只得重新去过除丘生活了 但是他却没像路德那样 想到去否认炼狱 同时又保留大部分天主教义 罗马的财富不过稍许只靠由教皇领地得到的税收 主要是通过一个主张教皇握着天国钥匙的神学体系 从全天主教世界炼集的现金 哪个意大利人对这体系表示异议而收到实效 就难保不引起意大利贫困化 使它丧失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的异端是纯粹精神上的异端 没酿成教会分裂 也未惹出任何要发起脱离教会的民众性运动 唯一的例外 还是个很不完全的例外 就是按精神讲属于中世纪的萨瓦纳罗拉 大多数人文主义者 把在古代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保留下来 魔法和巫术也许是邪道 但不认为这种事是不会有的 伊诺森八世在1484年下了一道反巫术的斥令 结果在德意志及其他地方 引起了一场对女巫的触目惊心的大迫害 占星术特别受自由思想家们的重视 达到了古代以来未有的风行 从教会里得到解放的最初结果 并不是使人们的思考合乎理智 倒是让人对古代样样荒诞无忌的东西 广开心窍 在道德方面 解放的最初结果同样悲惨 旧道德规律不再受人尊重 城邦帮主一大半都是通过便捷背叛获得地位 靠无情的残酷手段维系主统治的 书籍主教受邀请赴教皇加冕礼宴时 他们唯恐放毒 自带酒和酒同 除塞万纳罗拉以外 在这时期难得有一个意大利人 为公众的利益冒任何牺牲 教皇腐化的祸患有目共睹 但是毫无对策 意大利统一的好处显而易见 帮主们却不会联合起来 一族统治的危险近在眼前 然而每一个意大利帮主 在与其他任何意大利帮主的任何一次争执里 还情愿祈求任何外强的援助 甚至于祈求土耳其人 除开毁坏古代抄本这事情而外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不经常犯的罪过 我想不出一件 在道德范围以外 文艺复兴有伟大的功绩 在建筑 绘画和诗歌方面 他一向保持着好名声 文艺复兴运动出了雷奥纳多 米开朗基罗 马吉亚弗利等非常伟大的人物 这个运动把有教养的人 从偏狭的中古文化里解放出来 他即使仍旧是古代崇拜的奴隶 也总让学者们知道 几乎在一切问题上 有声誉的权威们 曾经主张过种种不同的意见 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 创造出一种精神气氛 在这种气氛里 再度有可能媲美希腊人的成就 而且个人天才 也能够在自从亚历山大时代以来 就绝技了的自由状况下 蓬勃生长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条件 利于个人发展 然而不稳定 也像在古希腊一样 不稳定和个性表露是密切相连的 有稳定的社会制度是必要的 但是迄今想出来的一切稳定制度 都妨害了艺术上或材质上的 特殊价值的发展 为获得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伟大成就 我们准备忍受多少凶杀和混乱 以往情愿大量忍受 在现代要少得多 尽管随着社会组织的扩大 这问题正不断地紧要起来 到今天还没有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第三章 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对古代和近代的影响 是我这一章的主题 无论就他的聪明而论 或是就他的不聪明而论 毕达哥拉斯都是自有生命以来 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数学在证明式的演绎推论的意义上的数学 是从他开始的 而且数学在他的思想中 乃是与一种特殊形式的神秘主义 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自从他那时以来 而且一部分是由于他的缘故 数学对于哲学的影响 一直都是既深刻而又不幸的 让我们先从关于他生平已知的 一些很少的事实谈起 他是萨摩岛的人 大约鼎盛于公元前523年 有人说他是一个殷实的公民 叫做姆奈萨尔克的儿子 另有人说他是亚波罗神的儿子 我请读者们在这两说中 自行选择一种 在他的时代 萨摩被建筑波里克拉底所统治着 这是一个发了大财的老流氓 有着一支庞大的海军 萨摩是米利都的商业竞争者 他的商人足迹远达以矿产著名的 西班牙塔尔特苏斯地方 波里克拉底大约于公元前535年 成为萨摩的建筑 一直统治到公元前515年为止 他是不大顾虑道德的责难的 他赶掉了他的两个兄弟 他们原是和他一起搞建筑政治的 他的海军大多用于进行海上掠夺 不久前 米利都沉浮于波斯的这件事情 对他非常有利 为了阻止波斯人继续向西扩张 他便和埃及国王阿玛西斯联盟 但是当波斯王堪比西斯 集中全力征服埃及时 波里克拉底认识到 他会要胜利 于是就改变了立场 他派遣一支由他的政敌所组成的舰队 去进攻埃及 但是水兵们叛变了 回到萨摩岛向他进攻 虽然他战胜了他们 但是最后还是中了一桩 利用他的贪财心的阴谋而垮台了 在萨尔底斯的波斯总督 假装着要背叛波斯大王 并愿拿出一大笔钱 来仇达波里克拉底对他的援助 波里克拉底到大陆上去 会晤波斯总督的时候 便被捕获 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波里克拉底是一位艺术的保护主 并曾以许多了不起的建筑 美化了萨摩 安纳克里昂就是他的宫廷诗人 然而毕达哥拉斯 却不喜欢他的政府 所以便离开了萨摩岛 据说 而且不是不可能的 毕达哥拉斯到过埃及 他的大部分智慧都是在那里学得的 无论情形如何 可以确定的是 他最后定居于意大利南部的克罗顿 意大利南部的各希腊城市 也像萨摩岛和米利都一样 都是富庶繁荣的 此外 他们又遭受不到波斯人的威胁 西西里的希腊城市 是受着加泰基人的威胁的 但是在意大利 人们并不感到这种威胁的窃迫 最大的两个城市 是西巴瑞斯和克罗顿 西巴瑞斯的奢华 至今还快至人口 据迪奥多罗斯说 他的人口当全盛时期 层达30万人之多 虽然无疑的 这是一种夸大 克罗顿与西巴瑞斯的大小 大致相等 两个城市都靠输入 伊奥尼亚的货物 至意大利为生 一部分货物 是作为意大利的消费品 一部分则从西部海岸 转口至高卢和西班牙 意大利的许多希腊城市 彼此激烈地进行征战 当毕德哥拉斯 到达克罗顿的时候 克罗顿刚刚被 劳克瑞所战败 然而 在毕德哥拉斯 到达之后不久 克罗顿对西巴瑞斯的战争 便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西巴瑞斯彻底地被毁灭了 那是公元前510年 西巴瑞斯与米利都 在商业上 一直有密切的联系 克罗顿以医学著名 克罗顿有一个人 德莫西底斯 曾经做过波利克拉底的御医 后来又做过大流士的御医 毕德哥拉斯和他的弟子 在克罗顿建立了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有一个时期 在该城中是很有影响的 但是最后公民们反对他 于是他就搬到梅达彭提翁 也在意大利南部 并死于此处 不久他就成为一个神话式的人物 被赋予了种种神迹和神力 但是他也是一个数学家学派的创立者 亚里士多德说 毕德哥拉斯最初从事数学和算学 后来一度不惜从事 菲里塞底斯所奉行的魔术 这样就有两种相反的传说 争论着他的事迹 而真相便很难弄清楚 毕德哥拉斯是历史上最有趣味 而又最难理解的人物之一 不仅关于他的传说 几乎是一堆难分难解的真理 与荒诞的混合 而且即使是在这些传说的最单纯 最少争论的形式里 他们也向我们提供了一种 最奇特的心理学 简单地说来 可以把它描写成 是一种爱因斯坦与埃蒂夫人的结合 他建立了一种宗教 主要的教义是灵魂的轮回 和吃豆子的罪恶性 他的宗教体现为一种宗教团体 这一教团到处取得了 对于国家的控制权 并建立起一套圣人的统治 但是未经改过自新的人 渴望着吃豆子 于是就迟早都反叛起来了 莎士比亚戏剧集《卷2》 有这样一段对话 丑说 毕达哥拉斯对于野鸟有什么意见 马弗里奥答 他说我们祖母的灵魂 也许曾在鸟的身体里记住过 丑问 那你对他的意见觉得怎样 马说 我认为灵魂是高贵的 绝对不赞成他的说法 丑说 再见 你在黑暗里住下去吧 等到你赞成了毕达哥拉斯的说法之后 我才可以承认你的头脑健全 括号 第十二页 括号完 毕达哥拉斯教派有一些规矩是 一 进食豆子 二 东西落下了 不要捡起来 三 不要去碰白公鸡 四 不要磨开面色 五 不要迈过门槛 六 不要用铁拨火 七 不要吃整个的面包 八 不要招花环 九 不要坐在斗上 十 不要吃心 十一 不要在大路上行走 十二 房里不许有燕子 十三 锅从火上拿下来的时候 不要把锅的印记留在灰上 而要把它抹掉 十四 不要在光亮的旁边照镜子 十五 当你脱下睡衣的时候 要把它卷起 把身上的印记磨平 引自伯奈特早期希腊哲学 所有这些诫命都属于原始的禁忌观念 康福德从宗教道哲学里说 在他看来 毕达哥拉斯代表着我们所认为与科学倾向相对立的那种神秘传统的主巢 他认为 他认为巴门尼德 他称之为 罗纪的发现者 是毕达哥拉斯的一个支派 而 博拉图本人则从意大利哲学获得了他的灵感的主要来源 他说毕达哥拉斯主义是奥尔弗斯教内部的一种改良运动 而奥尔弗斯教又是迪奥尼索斯崇拜中的改良运动 理性的东西与神秘的东西之互相对立 贯穿着全部的历史 他在希腊人中间最初表现为奥林匹克的神 与其他较为不开化的神之间的对立 后者更接近于人类学者们所研究的原始信仰 在这个分野上 毕达哥拉斯是站在神秘主义方面的 虽然他的神秘主义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智性质 他认为他自己具有一种半神明的性质 而且似乎还曾说过 既有人又有神 也还有像毕达哥拉斯这样的生物 康夫德说 受他所鼓舞的各种体系都是倾向于出世的 把一切价值都置于上帝的不可见的统一性之中 并且把可见的世界斥为虚幻的 说它是一种浑浊的介质 其中上天的光线在雾色和黑暗之中遭到了破坏 受到了蒙蔽 迪凯阿克斯说 毕达哥拉斯教导说 首先灵魂是个不朽的东西 它可以转变成别种生物 其次 凡是存在的事物都要在某种循环里再生 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新的 一切生来具有生命的东西都应该认为是亲属 据说 毕达哥拉斯好像圣法兰西斯一样的曾像动物说法 在他建立的团体里 不分男女都可以参加 财产是公有的 而且有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 甚至于科学和数学的发现也认为是集体的 而且在一种神秘的意义上 都得归功于毕达哥拉斯 甚至于在他死后也还是如此 梅达彭提翁的西巴索斯曾违反了这条规矩 便因传之失事而死 这是神对于他的不虔诚而震怒的结果 但是这一切与数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是通过一种赞美沉思生活的道德观 而被联系在一起的 伯奈特把这种道德观总结如下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 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 然而我们绝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 上帝是我们的牧人 没有他的命令 我们就没有权利逃避 在现实生活里有三种人 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 也有三种人一样 那些来做买卖的人 都属于最低的一等 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来竞赛的人 然而最高的一种 乃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 因此一切中最伟大的进化 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 唯有现身于这种事业的人 也就是真正的哲学家 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伦 见早期希腊哲学第108页 文字含义的变化 往往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我在上文已经提到狂欢那个字 现在我就要谈谈理论这个字 这个字原来是奥尔福斯教派的一个字 康夫德解释为热情的动人的沉思 他说 在这种状态之中 观察者与受苦难的上帝合而为一 在他的死亡中死去 又在他的心生中复活 对于毕达哥拉斯 这种热情地动人的沉思 乃是理智上的 而结果是得出数学的知识 这样通过了毕达哥拉斯主义 理论就逐渐地获得了他的近代意义 然而 对一切为毕达哥拉斯所鼓舞的人们来说 他一直保存着一种狂罪式的启示的成分 这一点对于那些在学校里无可奈何地学过一些数学的人们来说 好像是很奇怪的 然而对于那些实时经验着 由于数学上的豁然贯通而感到沉醉欢心的人们来说 对于那些喜爱数学的人们来说 毕达哥拉斯的观点则似乎是十分自然的 纵令他是不真实的 仿佛经验的哲学家只是材料的奴隶 而纯粹的数学家正像音乐家一样 才是他那秩序井然的美丽世界的自由创造者 最有趣的是 我们从伯奈特叙述的毕达哥拉斯的伦理学里 可以看出与近代价值相反的观念 譬如在一场足球赛里 有近代头脑的人总认为足球员要比观众伟大得多 至于国家 情形也类似 他们对于政治家 政治家是比赛中的竞争者 的崇拜有甚于对于那些仅仅是旁观者的人们 这一价值的变化与社会制度的改变有关 战士 君子 财阀 独裁者 各有其自己的善与真的标准 君子 在哲学理论方面 曾经有过长期的当权时代 因为他是和希腊天才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沉思的德性 获得了神学的保证 也因为无所为而为的真理 这一理想庄严化了学院的生活 君子可以定义为平等人的社会中的一份子 他们靠奴隶劳动而过活 或者至少也是依靠那些毫无疑问的地位卑贱的劳动人民而过活 应该注意到 在这个定义里 也包括着圣人与贤人 因为就这些圣贤的生活而论 他们也是单于沉思的 而不是积极活动的 近代关于真理的定义 例如 实用主义的和工具主义的关于真理的定义 就是实用的 而不是沉思的 它是由于与贵族政权相反对的工业文明所激起的 无论人们对于容许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制度 怀着怎样的想法 但正是从上面那种意义的君子那里 我们才有了纯粹的数学 沉思的理想既能引人创造出纯粹的数学 所以就是一种有益的活动的根源 这一点就增加了它的威望 并使它在神学方面 伦理学方面和哲学方面 获得了一种在其他情况下 所不能享有的成功 关于毕达哥拉斯之作为一个宗教的先知 与作为一个纯粹的数学家这两方面 我们已经解释的很多了 在这两方面 它都有着无可估计的影响 而且这两方面 在当时也不像近代人所想象的那样 是分离开来的 大多数的科学 从它们的一开始 就是和某些错误的信仰形式 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是它们具有一种虚幻的价值 天文学和占星学联系在一起 化学和炼丹术联系在一起 数学则结合了一种 更精致的错误类型 数学的知识 看来是可靠的 准确的 而且可以应用于真实的世界 此外 它还是由于纯粹的思维而获得的 并不需要观察 因此之故 人们就以为 它提供了日常经验的知识 所无能为力的理想 人们根据数学 便设想思想是高于感官的 直觉是高于观察的 如果感官世界与数学不符 那么感官世界就更糟糕了 人们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寻求更能接近于数学家的理想的方法 而结果所得的种种启示 就成了形而上学 与知识论中许多错误的根源 这种哲学形式也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毕达哥拉斯说 万物都是数 这一论断 如以近代的方式加以解释的话 在逻辑上是全无意义的 然而 毕达哥拉斯所指的却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他发现了数在音乐中的重要性 数学名词里的调和中项与调和极数 就仍然保存着毕达哥拉斯为音乐和数学之间所建立的那种联系 他把数想象为像是表现在骰子上或者纸牌上的那类形状 我们至今仍然说数的平方与立方 这些名词就是从他那里来的 他还提到长方形树木 三角形树木 金字塔形树木等等 这些都是构成上述各种形状所必须的树木小块块 或者我们更自然一些 应该说是些树木的小球球 他把世界假想为原子的 把物体假想为是原子 按各种不同形式排列起来 而构成的分子所形成的 他希望以这种方式 使算学成为物理学的 以及美学的根本研究对象 毕达哥拉斯的最伟大的发现 或者是他的吉门弟子的最伟大的发现 就是关于直角三角形的命题 即直角两夹边的平方的核 等于另一边的平方 即弦的平方 埃及人已经知道三角形的边长 若为三四五的话 则必有一个直角 但是显然 希腊人是最早观察到 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 等于五的平方的 并且根据这一提示 发现了这个一般命题的证明 然而不幸 毕达哥拉斯的定理 立刻引到了不可公约数的发现 这似乎否定了他的全部哲学 在一个等边直角三角形里 弦的平方等于每一边平方的二倍 让我们假设每边长为一时 那么弦应该有多么长呢 让我们假设它的长度是MN时 那么M方N方等于二 如果M和N有一个公约数 我们可以把它消去 于是M和N必有一个是基数 现在M方等于二N方 所以M是偶数 因此N就是基数 假设M等于二P 那么四P方等于二N方 因此N方等于二P方 而因此N便是偶数 与假设相反 所以就没有MN的分数 可以约尽弦 以上的证明 实质上就是欧基里德 第十编中的证明 但是这并非欧基里德 所发现的 简西斯 希腊的数学 以上的证明 或许柏拉图是知道的 这种论证 就证明了 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 长度单位 总会有些长度 对于那个单位 不能具有确切的数目关系 也就是说 不能有两个整数 MN 从而使问题中的 M倍的长度 等于N倍的单位 这就使得希腊的数学家们 坚信 几何学的成立 必定是独立的 而与算学无关 柏拉图对话录中 有几节可以证明 在他那时候 已经有人独立地 处理几何学了 几何学完成于欧基里德 欧基里德在第二编中 从几何上证明了 许多我们会自然而然 用代数来证明的东西 例如 A加B括号的平方 等于A方加2AB加B方 正是因为有不可公约数的困难 他才认为这种办法是必要的 他在第五编第六编中 论比例时 情形也是如此 整个体系在逻辑上是醒目的 并且已经预示着 19世纪数学家们的严谨了 只要关于不可公约数 还没有恰当的算学理论存在时 则欧基里德的方法 便是几何学中最好的可能方法 当笛卡尔介绍了坐标几何学 从而再度确定了算学至高无上的地位时 他曾设想不可公约数的问题 有解决的可能性 虽然在他那时候 还不曾发现这种解法 几何学对于哲学 与科学方法的影响 一直是深远的 希腊人所建立的几何学 是从自明的 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 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 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 公理和定理被认为 对于实际空间是真切的 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 这样 首先注意到自明的东西 然后再运用演绎法 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了 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 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的哲学家 独立宣言说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 其本身便脱胎于欧几里德 十八世纪天赋人权的学说 就是一种在政治方面追求欧几里德式的公理 牛顿的原理一书 尽管他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 但是他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 严格的经验形式的神学 其体材也出于同一个来源 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 神学则得自数学 而这两者都可以在毕达哥拉斯的身上找到 我相信 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 也是信仰有一个超感的可知的世界的主要根源 几何学讨论严格的源 但是没有一个可感觉的对象是严格的圆形的 无论我们多么小心谨慎地使用我们的原规 总会有某些不完备和不规则的 这就提示了一种观点 即一切严格的推理 只能应用于与可感觉的对象相对立的理想对象 很自然地可以再进一步论证说 思想要比感官更高贵 而思想的对象要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 神秘主义关于时间与永恒的关系的学说 也是被纯粹数学所巩固起来的 因为数学的对象 例如数 如其是真实的话 必然是永恒的 而不在时间之内 这种永恒的对象 就可以被想象成为上帝的思想 因此 柏拉图的学说是 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 而詹姆斯·勤斯爵士 也相信上帝是好算学 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 理性主义的宗教 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 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 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 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 毕达哥拉斯 他代表了希腊的 中世纪的 以及直到康德为止的 近代的宗教哲学的特征 毕达哥拉斯以前的奥尔福斯教义 类似于亚洲的神秘教 但是在柏拉图 圣奥古斯丁 托马斯·阿奎纳 迪卡尔 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身上 都有着一种宗教与推理的密切交织 一种道德的追求 与对于不计时间性的事物之逻辑的 崇拜的密切交织 这是从毕达哥拉斯而来的 并使得欧洲的理智化了的神学 与亚洲的更为直接了当的神秘主义区别开来 只是到了最近的时期 人们才可能明确地说出 毕达哥拉斯错在哪里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人 对于思想界有过像他那么大的影响 我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所谓柏拉图主义的东西 倘若加以分析 就可以发现 在本质上 不过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罢了 有一个只能显示于理智 而不能显示于感官的永恒世界 全部的这一观念 都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得来的 如果不是他 基督徒便不会认为基督就是道 如果不是他 神学家就不会追求上帝存在 与灵魂不朽的逻辑证明 但是在他的身上 这一切还都不显著 下面就要谈到这一切 是怎样变得显著的 第三章 教会的三位博士 圣安布洛斯 圣杰罗姆 圣奥古斯丁 和教皇大哥雷高里等四人 被称为西方教会的博士 其中前三人属于同一时代 最后一人 则属于教后的时代 我在本章中 先概述前三人的生涯 和他们所处的时代 然后再在下一章中 叙述圣奥古斯丁的学说 因为对我们来讲 他是三个人中最重要的一位 安布洛斯 杰罗姆和 奥古斯丁等三人 是当天主教会 在罗马帝国取得胜利 和蛮族入侵一段 短时期中 非常活跃的人物 在叛教者 朱利安同志时期 他们三人都还年轻 杰罗姆 在罗马 被阿拉里克王率领下的 戈特族劫掠后 还活了十年 奥古斯丁 活到凡达尔族 入侵非洲 并在凡达尔族 围攻他的主教管区 西波时 才去世 在他们所处 时代之后不久 意大利 西班牙 和非洲的统治者 不仅都是蛮族 而且还都是 阿里乌斯教派的 异端者 文明 连续衰退了 数世纪之久 将近一千年以后 基督教世界 才诞生了 与他们三位 在学术与文化方面 相匹敌的人物 在黑暗时代 和中世纪全期 他们的权威 受到尊敬 他们塑造了 使教会成型的楷模 这是为其他人 所布及的地方 广泛地说 圣安布洛斯 确立了教会 与国家关系之间 属于教会方面的观点 圣杰罗姆 给西方教会 提供了 拉丁语译本的圣经 和促进修道院制度 实现的大部分动力 同时 圣奥古斯丁 固定了一直到 宗教改革为止的 教会神学 以及以后 路德与加尔文的 大部分教义 在给予历史过程的 影响方面 几乎没有人 能超过他们三位 教会 应脱离 世俗国家而独立 圣安布洛斯 这一贯彻成功的主张 是一种新的革命的教义 他一直流传到 宗教改革时期为止 十七世纪时 或不是 对这种教义 进行了斗争 他所驳斥的主要对象 即是圣安布洛斯 圣奥古斯丁 在十六十七世纪 神学争论中 处于前列地位 新教徒和冉森派 支持他 但正统天主教徒 却反对他 公元四世纪末 西罗马帝国首都 米兰的主教 是安布洛斯 他的职务 使他经常与皇帝 有接触的机会 他与皇帝交谈时 习惯以平等者自居 或有时 并以掌上自居 他对宫廷的往来 说明了 当代特征的一般对比 国家衰弱无能 为一些毫无原则的 利己者所统治 他们除了权宜之计以外 再没有其他政策可言 然而 教会则方兴为爱 为一般为教会利益 而准备牺牲 一切个人利益的人们所领导 他们具有长远的政策 因此为后世带来了一千年的胜利 这些丰功伪计 虽确为狂热和迷信有所抵消 但假如当时没有这些事 任何革新运动都是难以成功的 圣安布洛斯在为国家服务方面 有过各种成名的机会 他父亲也叫安布洛斯 曾任政府高官 高卢人的总督 圣安布洛斯可能生在托莱福 一个国境边防镇 为了防止日尔曼人入侵 这里铸囤着罗马军队 圣安布洛斯13岁时被人带到罗马 并在那里受到良好的教育 包括彻底打下希腊语的基础 极致成年以后 他专攻法律 并在这方面获得很大成就 30岁时 他被任命为列古利亚和伊米利亚 两个地方的总督 尽管如此 四年后 他竟摆脱了世俗政治 战胜了一个阿里乌斯派的候选人 在群众的欢呼下 就任了米兰市的主教 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 时而冒着人身攻击的危险 把余生全部经理献给教会事业 这选择确实不出于属世的动机 然而即便如此 这选择也还是明智的 即便他在国中当了皇帝 这也不可能像他作为一个主教 处理教务那样 得以充分施展他的行政才能 在圣安布洛斯任主教的最初九年间 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格雷善 他是个善良粗心的天主教徒 因沉溺于田列而忽视正事 并于最后遭到暗害 他的继承者是拥有西罗马帝国 大部分疆土的篡位者马克西姆斯 但继承意大利王位的 则是格雷善未成年的弟弟 瓦林提尼安二世 最初由他的母后查史丁娜 也就是先皇帝瓦林提尼安一世的皇后 摄政 但他是个阿里乌斯教派的信徒 因此他与圣安布洛斯之间的纷争 乃是不可避免的 本章所叙述的三位圣徒 都写过无数的书信 其中有许多封被保存到今天 这样一来 我们对于他们比对中世纪任何异教哲学家 或中世纪所有僧侣 除去少数例外 了解得更为详尽 圣奥古斯丁写给各方面人士的信 主要是关于教义和教会的戒律问题 圣杰洛姆的书信 多半写给妇女们 信中劝告他们如何保持童真 但圣安布洛斯最重要而最有趣的书信 却是写给皇帝们的 这些信指出他们在哪些方面 玩忽了为君的义务 或有时并祝贺他们 克尽了皇帝的职责 圣安布洛斯所必须解决的最初的公共问题 就是在罗马的胜利女神祭坛与塑像的问题 首都的元老家族中 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长久地保存着异教信仰 官方的宗教被掌握在贵族的僧侣阶级手中 并与世界征服者的帝国骄傲地结合在一起 元老院内的胜利女神塑像被君士坦丁的儿子 君士坦蒂乌斯撤掉 但又为叛教者朱利安恢复了 格雷善皇帝重新把他撤掉 于是以罗马市市长西马库斯为首的元老院代表们 重新提出了恢复的要求 在奥古斯丁的生涯里 也曾扮演过一个角色的西马库斯 是名门望族中的杰出人物 他是个富有的 贵族的 和有文化的异教徒 公元382年曾被反对撤除胜利女神塑像 而为格雷善皇帝逐出罗马 但为时不久 赋于384年被任命为罗马市长 他是在迪奥都利克治下 那个杰出官员同名者西马库斯的祖父 而这个同名的西马库斯 又是报义修斯的岳父 基督徒元老院议员们起而反对 他们的愿望 借着圣安布洛斯和教皇达玛苏斯的支持 获得了皇帝的批准 格雷善皇帝死后 西马库斯和异教徒的元老院议员们 于公元384年又向新继位的皇帝 马林提尼安二世提出了同样要求 为了阻止他们这一企图 安布洛斯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指明 正如所有罗马人对皇帝有服兵役的义务那样 他 也就是皇帝 对全能之神同样有服役的责任 他写道 别让任何人利用陛下年幼 提出这样要求的人如果是个异教徒 那么他是想以自己的迷信来束缚陛下的精神 而这是极不正当的 但他应该用他的热情启发 并激励陛下如何热心于真正的信仰 因他竟用了全副真理的热情 为虚妄的事而辩护 他又说 强制基督徒向偶像的祭坛宣誓是一种迫害 如系民事案件可以把答辩权留给反对派 然而这是个宗教案件 因此本主教要求 躺陛下当真别有才可 我等主教对此绝不能长期忍受或植若网门 陛下固可走进教会中来 但那时陛下必将找不到一个祭祀 纵或找到一个 也必定是反对陛下的 他于其次的一封书信中指出 教会的基金一向用于其他异教神庙从未支付的用场 教会的财产是用于维持贫民生计的 让他们计算一下 神庙赌过多少俘虏 他们对穷人供应过什么食品 他们对哪些流亡者提供过生活费用 这是个有说服力的论证 同时也是一个为基督徒的实践所充分证实了的论证 圣安布洛斯的论点取得了胜利 但以后偏袒异教徒的篡位者 由金乌尼斯却又恢复了该祭坛及其塑像 一直到公元394年 迪奥多修斯战胜尤金尼乌斯之后 这问题才按基督徒的意愿获得了最后解决 安布洛斯主教最初与皇室很是友好 在人们唯恐马克西姆斯进犯意大利的时代 他曾做过被派往篡位者马克西姆斯外交使节团中的一员 但不久便发生了以下的一场严重的纠纷 阿里乌斯派的皇太后查士丁娜 要求把米兰的一个教会让给阿里乌斯教派 而安布洛斯拒绝了这项要求 群众支持安布洛斯 在巴西里卡里挤满了群众 阿里乌斯教派的哥特人队伍被派往该处强行占据 但他们却与群众亲如手足 安布洛斯在给他姐妹的一封情绪激昂的信中说 伯爵们和护民官们来了 他们强迫我赶快移交巴西里卡 并声称这是执行皇帝的职权 因为一切都在皇帝的权限范围之内 我回答说 如果皇帝所要的是属于我的东西 例如我的弟母金钱或诸如此类的私有物 虽然我所有的一切早已属于穷人 但我绝不拒绝 然而凡是属于上帝的 却不立属于皇权之下 假如需要我的世袭财产 那么就请没收 如果要我的身体 我立刻就去 你们要把我投入雷泻呢 还是把我处死呢 我都将欣然承受 我既不想借着群众来保护自己 也不想抱住祭坛哀求性命 我宁愿为祭坛丧掉性命 当我听说武装部队被派往巴西里卡进行强占的时候 我当真极为震撼 深恐民众在保卫巴西里卡时会引起一场屠杀 那就会为全城带来危害 我祈祷上帝 别让我活着见到这样一座大城 或整个意大利遭到毁灭 这种恐怖并非言过其实 因为哥特人军队很有逞凶蛮干起来的可能 正如二十年后 他们在决掠罗马时所干的那样 安布洛斯的强硬有赖于群众的支持 有人斥责他煽动群众 但他回答说 不去激动他们是我权限以内之事 但使他们平静下来却在于上帝的掌握 据安布洛斯说 因为市民中间没有一个阿里乌斯教派 所以阿里乌斯教派中谁也不敢挺身而出 当局正式命令他交出巴西里卡 军队也接到命令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然而他们终于拒绝使用武力 于是皇帝只好被迫做出让步 在争取教会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 安布洛斯证明国家在某些事物上必须服从教会 并借此建立了一项直到今日仍具有重要性的新原则 接着他又和迪奥多修斯皇帝发生了一桩冲突 有一所犹太人会堂被焚毁了 东罗马的伯爵报告说 这事出于当地主教的缩势 皇帝设令惩罚现行纵火犯 同时责令该主教重建这所犹太人会堂 圣安布洛斯既未承认也未否认该主教的共谋 但对皇帝有左坦犹太人反对基督徒情势甚表愤慨 设诺该主教违抗命令并坚持到底 那么他将要变为一个殉道者 假如他屈服 那么他将要变为一个叛教者 假如伯爵决定用基督徒的钱来重建犹太人会堂 在这种情况下 皇帝就要有一个叛教的伯爵 而基督徒的钱财就要被用来支持异端 难道应该掠夺教会的财物 用来为犹太人的不信建立一所会堂吗 难道应该把因着基督的恩赐 给基督徒带来的教会基金 移交给不信者的钱库吗 他继续说 哦 皇帝陛下 大概这是为了维持法纪 而促使你这样做吧 然而 在显示法纪 与宗教的大义名分之间 究竟哪一项更为重要呢 审判是需要服从宗教的 哦 皇帝陛下 您没有听说过吗 当朱利安皇帝 设令重修耶路撒冷圣殿时 整理废墟的人们 曾为烈火焚尽了吗 很明显 圣安布洛斯的见解认为 犹太人会堂的焚毁 是不该受到任何处分的 这就是教会在获得了权力之后 立即开始煽动 反散族主义的一个范例 皇帝和圣安布洛斯间 下一次的冲突 给后者带来了更大的威望 公元390年 当迪奥多修斯皇帝在米兰的时候 帕萨罗尼加地方的暴徒 杀害了当地驻军的指挥官 迪奥多修斯得训后 气愤得无以复加 下令进行了一次 骇人听闻的报复 当群众被集聚在竞赛场时 军队突然袭击他们 毫无差别地屠杀了至少七千人 圣安布洛斯事先曾设法 建制皇帝这样做 但却毫无成效 于是他给皇帝写了一封 义正词严的信 这是一封涉及纯粹道德问题 丝毫未曾涉及神学 或教会权力问题的信件 信中写道 在帖萨罗尼加人的城里 发生了一件 由我事先未能阻止的 史无前例的事 事前我曾屡次见旨 当时我已说过 这事当真是极其残暴的 大魏曾屡次犯罪 而且屡次忏悔认罪 迪奥多修斯是否也要这样做呢 安布洛斯做了以下的决定 假如陛下姓林 我是不敢献祭的 既然使一个无辜者流血之后 都不能献祭 难道而今 在使众人流血之后 倒能献祭吗 我认为这是断然不可以的 皇帝忏悔了 在米兰教堂里脱下紫袍 当众举行了忏悔式 自从那时期 一直到公元395年 迪奥多修斯逝世为止 他和安布洛斯间 从未再发生过任何摩擦 安布洛斯虽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 但在其他方面 却只不过是其所处的时代的典型人物而已 他像其他教会作家一样 写过赞扬童贞的论文 也写过非难寡妇再嫁的论文 当他确定一所新建教堂地基的时候 可巧在那里发现了两具骸骨 据说曾在一次意象中显过圣 人们发现这两具骸骨能行歧视 于是安布洛斯宣称 这是两位殉道者的骸骨 在他的书信里 他以当代特征的轻信姿态 叙述了其他奇迹 作为一个学者 他不如杰罗姆 作为一个哲学家 他不如奥古斯丁 但作为一个志勇兼辈 巩固教会权力的政治家 他却的确是第一流的人物 杰罗姆主要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 他翻译了拉丁语一本圣经 这书直到今日仍为天主教会中公认的圣经 在他以前 西方教会在有关旧约全书方面 主要依靠从七十人一本圣经里 溢出的材料 这在一些重要的地方 是与西伯来原文不同的 犹如我们所见 基督徒们动辄主张 自基督教博清以来 犹太人曾改篡了西伯来文原点中 似曾预言弥赛亚的章句 这种观点 以为有健全学术思想的人 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同时也是为杰罗姆所坚决否认的 他接受了拉比们 在暗中给他的帮助 其所以不公开出名 是为了恐惧其他犹太人 针对基督徒方面的批评 杰罗姆为自己辩护说 谁想挑剔这个译本 就让他去问犹太人 由于他承认了犹太人认为 正确的西伯来文原点 所以他的译本 在最初曾受到很多人的敌视 可是部分上 由于圣奥古斯丁大体的支持 该译本终为世人所承认 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原点批判 杰罗姆比安布洛斯出生晚五年 公元三四五年 诞生于离阿奎雷亚不远的 一个小城斯锤登 该城于公元三七七年 为哥特人所会 他的家庭虽不富有 但也还殷实 公元三六六年 他去到罗马 在那里学习修辞学 并在道德上犯了罪 在游历高卢地方之后 他定居于阿奎雷亚 并变为一个禁欲主义者 以后 他又在叙利亚的荒野里 隐居了五年 他住在沙漠里的时候 过着一种严格的忏悔生活 期间交织着眼泪 身吟与精神恍惚的状态 同时 并被罗马时代生活的 不实回忆所缠绕 他住在一间小屋 或一个洞穴里 赚得自己每天的食粮 并以粗麻布蔽体 在这个时期以后 他履行到军事坦丁堡 并在罗马居住了三年 在罗马 他做了达玛苏斯教皇的 朋友兼顾问 在教皇的勉励下 着手了圣经的翻译 圣杰罗姆 是一个进行过 多次争论的人 关于圣保罗 在《加拉太书》二章中 论及的 圣彼得某些有问题的作风 他曾和圣奥古斯丁 有过争论 关于欧利根 他曾和他的朋友 鲁芬纳斯决裂 又由于他激烈地 反对培拉揪斯 从而导致他的修道院 遭到该派暴徒的袭击 拉玛苏斯教皇逝世后 他好像和新任教皇 也发生过争执 当他住在罗马时期 他曾结识了一些 赌信的命负 他曾说服其中一些人 进入了禁欲生活 新任教皇和其他许多罗马人 同样讨厌这件事 由于这事及其他 杰罗姆离开了罗马 迁往伯利恒城 从公元386年 到公元420年 他死为止 一直居住在该地 在他劝服的妇人当中 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两位 宝拉寡妇和他的女儿 优斯特休穆 这两位妇人特意陪伴他 远途跋涉到伯利恒 他俩属于最高的贵族阶级 这圣人对他俩的态度 不能不使人感到一抹势利气 当宝拉逝世在伯利恒安葬的时候 杰罗姆在他的墓前 写了一篇墓志明 在这坟墓里 长眠着塞比欧的孩子 他是显赫的阿加梅农一族 格拉古的后裔 名门保罗家的女儿 在这里 安息着为双亲 以及女儿优斯特休穆 所热爱的宝拉妇人 在罗马妇人中 他是第一位不辞艰心 为了基督而选择伯利恒成的人 杰罗姆写给优斯特休穆的一些信 是很奇特的 他仔细而又坦率地忠告他保持童真 他对旧约圣书中某些委婉词句 加以正确的解剖学的解释 在赞扬修女院生活的乐趣时 他运用了一种性爱的 神秘主义的表现方法 修女是基督的心腹 这种婚姻在所罗门的雅各中 曾受到赞美 当优斯特休穆宣誓做修女时 杰罗姆在写给他母亲的一封长信中 写着以下令人注目的词句 您是否因他选择了做国王也就是基督的妻子的道路 没有去做士兵的妻子而感到愤懑 他给您带来了一项高贵的特权 您现在已做了神的岳母 在同一封信里 他对优斯特休穆本人说 希望闺房的秘密永远守护着你 让新郎永远和你在内心中嬉戏 你祈祷吗 那时你就再和新郎谈话 你读经吗 那时他就和你交谈 当你睡觉的时候 他将从后面来到 并把手放入门孔 这时你的心将为他感动 并会惊醒起来 同时说出 我害了相思病 于是他会回答说 我的妹妹 我的心腹 你是一座圈起来的花园 一红闭锁的泉水 和一道密闭的喷泉 在同一封信里 他又叙述 当他断绝了亲友 更困难的是 断绝了惯用的美味佳肴之后 他仍旧恋恋不舍他的藏书 于是 他把他们随身带到荒野里去 如此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人 却只为了以后能读到西塞罗的作品 而宁愿绝食 经过几昼夜的良心谴责 他从又堕落 并读了普劳图斯的作品 在这种放纵之后 他感觉到先知们的文体颇粗烈而可厌 终于在一次热病中 他梦见 在最后审判的时候 基督问他是什么人 他回答说 他是一个基督徒 于是 基督回答说 你在撒谎 你是个西塞罗的信徒 而不是基督的信徒 于是他被判以鞭斥的刑罚 最后 杰罗姆仍在梦中喊道 主 如果我再持有世俗的书籍 或如果我再阅读这类东西 我便是自觉于我主了 他并附带说 这绝不是梦意或空虚的梦幻 注释 对于异教文学的这种赠物 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一世纪 爱尔兰则是例外 在那里 人们从未敬拜过奥林匹克助神 所以教会对他们也未感到恐惧 注释完 此后的几年中 在他的书简里 几乎没有引用过什么古典词句 然而 过了一个时期之后 他又在文章里引用了 维基尔·霍拉斯 甚或欧维尼的诗句 然而 这些引用 则似乎出于回忆 因为某些词句 曾一再地重复出现 据我所知 杰罗姆的书信 比任何其他作品 更为显明地表达了 由于罗马帝国衰亡 而产生的感情 公元396年时 他写道 想起现代的各种灾难 使我觉得不寒而理 连续20年以上 从军事坦丁堡 到朱利安阿尔卑斯山区之间 天天流着罗马人的鲜血 塞西亚 瑟雷斯 马其顿 达西亚 特萨里 亚盖亚 艾贝路斯 达尔马其亚 以及潘纳尼亚等地方 没有一处不被哥特人 撒马其亚人 库阿蒂人 阿兰人 匈奴人 凡达尔人 以及边境人 烧杀劫略 罗马世界 在不断衰落中 可是我们不但不低头 反而昂起头来 你想在野蛮人统治下的 哥林多人 雅典人 拉西蒂蒙人 阿加底亚人 以及其他希腊人 竟是具有何等勇气 我只列举了少数城市 但是这些城市 都曾是一些 并不平凡的国家的首都 他继续叙述匈奴人 在东罗马帝国进行的破坏 并以这样的感想结尾 即使修西的底斯 和萨鲁斯特再生 他们也终将 无法恰如其分地 叙述这些史实 过了十七年以后 也就是罗马被决掠后 第三年 他写道 世界濒于灭亡 是的 然而多么可耻 我们的罪 却继续存在 和不断发展 这座名城 罗马帝国的首都 被一次巨大的火灾 所吞噬 地面上 没有一处罗马人 不再奔走逃亡 被人一度认为 神圣的教会 今天只不过是一片 瓦砾与灰烬 然而 我们还让我们的心 去贪图利誉 我们就像明天 行将死亡似的生活着 可是 我们又好像将要 永远活在世上似的 从事着建设 我们的墙 装饰得金碧辉煌 天花板和柱头 也都闪烁着金光 但基督却以穷人的姿态 赤裸裸地 饿死在我们的门前 以上这一段话 偶然出现在 他写给一个 决心让女儿 做修女的朋友的心里 信中大部分 是关于教育 这样一个女孩时 应该遵守的各种戒律 奇怪的是 以杰罗姆 对古代世界衰亡 所持有的深厚感情 竟会认为 保持童贞 比战胜匈奴人 凡大人 以及哥特人 更为重要 他的思想 从来没有转向 经国济世的任何策略 他从未指责 财政制度的腐败 和依赖由蛮族 组成军队的避害 安布洛斯 和奥古斯丁的情形 也是这样 安布洛斯 的确是一位政治家 但他却是个 专为教会 利益着想的政治家 当时最优秀 最活跃分子的心智 既然这样极端 远离世俗事物 也就无怪乎 罗马帝国 终将衰微没落下去了 另一方面 如果衰亡无可避免 基督教世界观 倒非常适合 给人以忍耐 同时 当地上的希望 似要落空的时候 他又能使人 保持其宗教上的希望 圣奥古斯丁所著 《上帝之城》一书 在表现这种观点方面 有着最高的功绩 在本章中 我想先叙述一下 圣奥古斯丁的为人 关于他作为一个神学家 和哲学家的事迹 将留在下一章中 加以论述 奥古斯丁生于公元三五四年 比杰罗姆小九岁 比安布洛斯小十四岁 他是非洲本地人 并在非洲度过了大部分生涯 他母亲是个基督徒 但父亲却不是 他于一度信奉摩尼教之后 改信了天主教 在米兰接受安布洛斯的洗礼 大约在公元三九六年 做了离加太基不远的 西波地方的主教 并在这里一直居住到 公元四三零年逝世时为止 我们对于他的青少年时代 比对其他大多数传教者 所了解的更为详尽 因为他在他的忏悔录中 写下了这一时期的记录 这书在后世 尽管有过许多著名的效仿者 尤其是卢梭和托尔斯泰 但我想在奥古斯丁以前 却从未有过与此媲美的著作 圣奥古斯丁有许多地方 是和托尔斯泰很相类似的 但是在智力方面 则凌驾于托尔斯泰之上 他是一个富有热情的人 在青年时代颇为放荡不羁 但一种内心冲动 却在促使他去寻求真理与正义 犹如托尔斯泰那样 在他晚年的时候 也颇为罪恶的意识所缠绕 因而使得他的生活变得很严峻 使得他的哲学也变得不尽人情 他和异端进行过炙烈的斗争 但当他的一些观点在十七世纪 为阮森尼乌斯重述时 却被认为异端 虽然如此 在新教徒采纳了他的观点以前 天主教会却从未飞难过 这些观点的正统性 《忏悔录》中 记载的关于奥古斯丁生涯中的第一件事 是在他的少年时代发生的 通过这事 说明他和其他少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有一次 他和一伙年岁相仿的同伴 偷摘了邻居树上的梨 这时他并不感到饥饿 并且在家中还有更好的梨 他终身一直认为 这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 假如因为恶 或由于没有其他办法得到离痴 那么这种行为还不至于那么邪恶 但事情却在于这种恶作剧 纯然出自对邪恶本身的爱好 而正是这一点 才显得这是邪恶的不可名状 于是他请求上帝宽恕他 他写道 哦 上帝 请你见察我的心 请你见察我这颗落到地狱底层 也为你所怜悯的心吧 现在请你见察 并让我的心向你述说 他在那里追求什么 他希望我做个无端的恶者 在没有邪恶隐忧的时候 去追寻邪恶本身 他污秽肮脏 但我却爱他 我热爱灭亡 我热爱自己的过错 我并不爱导致过错的原因 而是爱我这过错本身 从天界坠落 从你面前 被逐的污秽的灵魂啊 竟不是通过这耻辱来追求什么 而是追求这耻辱本身 他这样继续写下了七章 而且全都是关于年幼淘气时 从一棵树上偷摘了几个梨的问题 在一个现代人看来 这似乎是一种病态 但是在他所处的时代 这却似乎是正确的 是神圣的一种标志 当时犹太人中间 非常强烈的罪恶意识 是作为调和自尊心 与外界失败的一种方法 亚威是全能的神 而亚威又特别关切犹太人 可是他们却为何不能兴盛呢 因为他们是败坏的 他们是偶像崇拜者 他们和外邦人杂昏 他们未能遵守律法 上帝的一切目的 都集中在犹太人身上 然而因为公义是最高的善 同时又有待于通过苦难才能达成 所以他们必先遭受惩罚 和必须承认这种惩戒 是上帝慈爱的一种表现 基督教徒以教会代替了选民 除开其中一点以外 其余罪恶心理并没有带来什么不同之处 教会 犹如犹太人一样 也遭受了苦难 教会曾受到异端的骚扰 个别基督徒因不堪迫害 以致叛教 虽然如此 犹太人在很大的程度上 却达成了一项重大的发展 那就是以个人的罪 来代替了公共社会的罪 最初是犹太民族犯了罪 因而受到集体的惩罚 但后来 罪更多地变为个人问题 因而失去了他的政治性格 极致教会代替了犹太民族 这变化更具备了根本性的意义 因为教会作为一个精神实体 是不会犯罪的 而个别罪人 有可与教会断绝关系 如上所述 罪恶是与自负心相关联的 最初所谓自负心 指犹太民族的自负心 而后便成为个人的自负心 但与教会无关 因为教会从来不犯罪 因而基督神学 有了两个组成部分 一部分关系到教会 另一部分则关系到个人的灵魂 极致后世 天主教徒特别强调前者 而新教徒却强调后者 但在圣奥古斯丁 二者却是均等存在的 丝毫没有不调和的感觉 得救者是上帝预先决定拯救的人 这是灵魂和神的一种直接关系 但一个人若不接受洗礼 成为教会的一员 则绝对不能得救 这就使得教会成为灵魂与上帝之间的媒介 对这种直接关系来说 罪恶是根本性的问题 因为它说明仁慈的上帝 如何能让人受苦 同时尽管如此 个人的灵魂却又能在神造的世界中占最重要的地位 因此 无怪乎成为宗教改革所倚重的神学 却要出于一个罪恶观念反常的人物了 关于离的问题就叙述到这里为止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忏悔录对其他一些问题的提法 奥古斯丁叙述 他如何依着母亲的双膝 轻松愉快地学会了拉丁语 但他却讨厌希腊语 因他在学校里学希腊语的时候 曾受到残酷的威胁和惩罚 以至到了晚年 他的希腊语知识还很有限 从这个问题的对比来看 人们可能认为他会得出一条教训 用以支持温和的教育方法 可是他所说的却是 十分明显 自由的好奇心比可怕的义务感 更有力地促使我们学会这些事物 按照你的律法 只有这种义务感 才能限制那自由的动摇 哦 我的上帝 你的律法 从师父的棍棒 以至于殉道者的试炼 因为你的律法 具有给我们混入某种 有益的苦痛的效力 这种苦痛会召唤我们 远离那有害的欢乐 正是由于这欢乐 我们才离开了你 重新回到你的面前 教师的鞭策 虽然没能让他学会希腊语 但却医治了他那种有害的欢乐 根据这一理由 鞭策也成为教育工作中 值得向往的一部分 对于那些把罪恶 认为是人类所关心事物中 最重要的人来说 这种看法是合乎逻辑的 他进一步指出 他不止在儿童时代犯了罪 例如说谎和偷窃食物等 而是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犯了罪 他当真用了一整张的篇幅 第一卷 第七章 证明甚至错辱的婴儿也充满了罪恶 例如贪食 嫉妒和其他一些可怕的邪恶 当他进入青春期以后 他被情欲制服了 当我的肉体到达十六岁的那年 当出于人间邪恶的情欲 似其淫威支配了我 虽然这曾为你的律法所禁止 而我则完全委身于其中的时候 我简直无从得惜我的处境 以及我究竟距离你天庭的喜乐有多远 他父亲没有为防止这种坏事而操心 他只是对奥古斯丁的学业给予帮助 他的母亲圣蒙尼卡和他父亲相反 劝他要保持童真 但却毫无成效 然而 即便是他母亲在当时也没建议他结婚 唯恐家世之类会妨碍我的前途 十六岁时 他去到嘉太基 在我的周围沸腾着无法无天的爱情 我现在还没有恋爱 然而却在热爱着恋爱 同时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 对自己无所愿望感到憎恨 我寻求我能恋爱的人 热衷于恋爱并憎恨安全 当时爱与被爱对我来说都是甜蜜的 尤其在我享受我的爱人时 那就更为甜蜜 因此我竟以淫欲的污物 玷污了友谊的侵权 以淫伪的地狱遮掩了他的光辉 这些话叙述了他和一位多年 忠心相爱的妇人关系 他为她生了一个男孩 奥古斯丁也很爱这个孩子 在他改宗之后 曾特别关心这孩子的宗教教育 他和他母亲必须开始考虑 他应该结婚的时候到了 他和他母亲所赞许的一个少女定了婚 于是他必须和他以前的情人断绝关系 他说 我的情人作为我结婚的障碍 被人从我身边扯走了 我这颗依恋着他的心 被人扯裂 受伤和流着鲜血 他把孩子留给我 自己回到非洲 并向你发誓 绝不结交其他男人 但由于未婚妻年幼 两年之内尚不能举行婚礼 其间他又结识了一个情人 但这次却不如以前那么公开 并且很少为人所知 他的良心使他越发不安了 于是他经常祷告说 主啊 赐给我真操和克制吧 只是不要在当前 在他婚期尚未到来以前 宗教终于获得了全胜 此后他终生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现在让我们回去一下较早的时期 十九岁那年 当他精通了修辞学之后 西塞罗的作品重新把他引向了哲学 他试着阅读圣经 但发现他缺乏西塞罗氏的威严 就在这时期 他信奉了摩尼教 这事儿曾使他母亲大为伤心 他当了修辞学的专业教师 但也热衷于占星术 晚年时 因占星术教导 你的罪之所以不可避免 其原因在于天上 而厌弃了他 他尽量阅读拉丁文的哲学书籍 他特别提及 在没有教师的帮助下 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十大范畴 我这个邪情恶欲的万恶奴才 自行阅读了一切所谓文艺之书 懂得我所能读到的一切 可是这究竟与我自己有什么益处 因为我背向光明 面对着被光照亮的东西 因而我的脸面 本身却未得到光辉的照耀 这时他认为神是一个巨大的光辉物体 而他本身则是那物体的一部分 我们本来期待他详述一下 摩尼教的教义 而不只是指出他们之为荒谬 使人感到兴趣的是 圣奥古斯丁反对摩尼教最初的一些理由 却是有关科学的 当他回忆 从一些卓越的天文学家作品中 所学到的一些知识时 他说 我把那些作品和摩尼基乌斯 所说的对比了一下 他以狂人士的愚蠢 大量写下了内容丰富的 关于各志 夏志 春分 秋分 日月时 以及其他被我从世俗哲学书籍中 学到的有关问题的论证 没有一样能够使我满意 但是我却被命令着相信这些 他们不但不符合我自己推算与观察的结果 而且还与他们相互被谬 他特别细心地指出 科学上的错误 不能成为信仰方面错误的标志 只有以权威自居 说成是得自神的灵感时 那才成为信仰方面错误的标志 这令人设想 如果奥古斯丁生在伽利列所处的时代 那么他又将作何感想 为了想解决他的疑问 摩尼教中一位以学问最为著称的主教 福士德 会见他 并和他进行了变难 我首先感到 他除了语法以外 对其他各门科学是极端无知的 而且即便是对于语法的知识 也还是普通一般而已 但是他曾经读过塔利的讲演集 一小部分 赛涅卡的著作 某些诗集 以及几本带有逻辑性的 拉丁文摩尼教经卷 由于他素常习惯于讲话 掌握了一定程度的雄辩数 而且受到良知的统侠 显得如此温文尔雅 因而 使人感到他的雄辩 十分愉快而动听 他发现 福士德完全不能解决 他在天文学方面的疑难 他说 摩尼教著作中 充斥着一些永长的 关于天空 星宿 太阳和月亮的神话 这些和天文学家的发现 是不一致的 当他问福士德 这些事情的时候 福士德便坦率地承认了 他的无知 正是如此 我却更喜欢他了 因为一个正直的人的谦虚 比我所要探求的知识 是更有魅力的 而我发现 他在一些更为困难 更为微妙的问题上 也还是如此 这种见解当真是惊人的豁达 是我们不会期待于那个时代的 而且 这和奥古斯丁晚年 对待异端者所持的态度 也还不十分协调 这时 他决定到罗马去 据他说 这倒不是因为 在罗马教室的收入 比加太极优厚 而是因为听说 那里上课时的秩序较好 在加太极 学生们闹得几乎无法受课 在罗马 虽说课堂秩序较好 但学生们却以欺骗的方式 来拖欠束忧 在罗马时 他仍然和模拟教徒互相来往 但已不大相信他们的正确性了 他开始认为 学院派的人们 主张人应该怀疑 一切的说法是正确的 但他仍同意 模拟教徒的看法 认为 并不是我们本身犯罪 而是其他某种天性 我不知道是什么天性 在我们内部犯罪 同时 他相信恶魔 是一种具有实体的东西 这明显的说明 在他改宗前后 他曾为罪恶的问题所缠绕 在罗马 大约住了一年以后 西马库斯长官 把他送到米兰 因为米兰市 曾要求派遣一位修辞学的教师 在米兰 他结识了安布洛斯 全世界知名人士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他逐渐爱上了安布洛斯的慈祥 并于天主教教义 与模拟教教义二者之间 更多地爱上了前者 以前 他从学院派学到的怀疑主义 却暂时使他愁愁不前 不过 由于那些哲学家 没有基督教书之名 所以 我坚决拒绝把我这病弱的心 交托给他们来看护 在米兰 他和他的母亲生活在一起 母亲对于促成他改宗的最后阶段 起了很大作用 他是个热心的天主教徒 奥古斯丁总是以一种尊敬的比调 来叙述自己的母亲 在这一期间 由于安布洛斯忙得没有机会和他私下交谈 这时 母亲便对他更为重要了 奥古斯丁于该书中 将柏拉图哲学 以基督教教义进行比较的那一章 是饶有兴趣的 他说主 在这时赐给他 一些从希腊文 译成拉丁文的 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 虽然字句有些出入 但根据不同的理由 我于其中读到以下的旨去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没有他就没有万物 他所创造的是生命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而黑暗却不接受光 虽然说人的灵魂给光做见证 但他本身却不是光 只有上帝 上帝的道 才是真光 他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并且 他在世界之中 而这世界也是借着他创造的 但世界却不认识他 但是我没有从中读到 他到他自己的地方来 他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 他没有在其中读到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也没有读到 他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也没有读到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这些话 范言之 他从柏拉图主义者那里 找到了道的 行而上学教义 但是没有找到 道成肉身 以及人类救赎的教义 与这些教义相似的因素 曾存在于 奥尔夫斯教 或其他神秘宗教 但奥古斯丁 则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总之 这些宗教 并不像基督教那样 与比较近期的历史事件 发生过联系 与二元论者的 模拟教徒相反 奥古斯丁开始相信 罪恶并不起源于某种实体 而是起源于意志中的邪恶 他在圣保罗的著述中 找到了特殊的安慰 经过深刻的内心的斗争之后 他终于改了宗教 于公元386年 他抛弃了教职 情人和未婚妻 在短期间的折居默想后 接受了安布洛斯的洗礼 他母亲为此感到高兴 但不久 他便死去了 公元388年 他回到非洲 在那里度过余生 这时 他完全忙于主教的公务 和进行写作 来驳斥杜纳图斯派 摩尼教 以及培拉纠斯派等异端 第三章 马基亚弗利 文艺复兴虽然没产生重要的理论哲学家 却在政治哲学中造就了卓越无比的一个人 尼克罗·马基亚弗利 一般人惊讶他荒谬绝伦 以成惯例 他有时候也的确是荒谬惊人 但是旁的人假使同他一样 面出欺瞒人的假道学 有不少个会同样如此 马基亚弗利的政治哲学是科学性的经验学问 拿他对事物的亲身经验做基础 力求说明未达到既定目的所需用的手段 而不讲的目的该看成是善是恶这个问题 他偶尔听认自己谈到他希求的目的 那就是我们大家完全能鼓掌称赞的一种目的 惯常加到他名字上的诽谤 一大部分出于恼恨人 坦白自贡坏事的伪君子的分开 固然 真正需要批评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 它是当时时代的表现 对于政治中的不诚实 这种在思想上的诚实 在其他任何时代 或其他任何国度 都是不大可能的事 也许在希腊 从智师派学者受了理论教育 由小城邦战争得到实际磨练的那些人属于例外 小城邦间的战争 在古典的希腊 正如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是和个人天才自然伴连着的政治背景 马基亚弗利出生于1469年 于1527年离世 是弗洛伦萨人 他的父亲 一位法律家 不富有也不算穷困 当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萨纳罗拉主宰弗洛伦萨 这人的悲惨下场 显然给了马基亚弗利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说 一切武装的先知胜利了 没有武装的先知失败了 随即举萨纳罗拉 作为后一类人中的实力 在相反方面 他说到摩西 居鲁士 泰修斯 和罗密欧鲁斯 不提基督 这正是文艺复兴的表征 萨纳罗拉刚被处刑后 马基亚弗利在弗洛伦萨政府中 得到一个次等职位 他在政府继续供职 实时担任重要的外交使节 直到1512年 梅迪奇家复辟 那时 他由于一贯和梅迪奇家作对而被捕 但是得到开示 准他在弗洛伦萨近乡过退隐生活 因为别无工作 于是从事著述 他的最出名的著作 《帮主见》 是1513年写的 由于他希望讨得梅迪奇家的欢心 事实证明是空期望 提现给罗伦佐二世 本书的语调也有许多可归之于这个实际意图 他同时在撰写的那部较长的作品 《罗马史论》 显著地带着更多的共和主义 与自由主义色彩 他在帮主见的开手说 这本书里他不打算谈共和国 因为已在别处讨论过共和国了 不并读罗马史论的人 对他的学说 往往容易得出一个很偏颇的看法 马基亚弗利既然没能取得同梅迪奇家的和解 不得已继续住宿 他隐居终身 死在查理武士的军队洗劫罗马那一年 这年可以看成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死亡的一年 《帮主见》这本书 旨在根据史实及当时的事件 揭明公国是怎样得来的 怎样保住的 怎样失掉的 15世纪的意大利提供许多个大小实力 帮主没几个人是合法的 甚至在不少情况下 连教皇也凭障会买手段获得选任 那时候到达成功的长则 和时代变得较稳定后的成功长则 是不尽一样的 因为像那种凶残和不讲信义的行为 假若在18或19世纪 会让人丧失成功资格 当时却没哪个位置感到愤慨 或许我们这时代的人 又比较会赏识马基亚弗利 因为当代有一些最可注目的成功 都是仗着和文艺复兴时 在意大利使用过的任何方法 一样卑鄙的方法取得的 想来马基亚弗利 这位政略艺术鉴赏家 总要给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 1934年的纳粹清党 即慕尼黑协定后的背信 喝彩叫好吧 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 凯撒·报吉亚大受送扬 凯撒的问题是个难问题 第一 要通过哥哥一死 自己成为父亲的王爷壮志 唯一的受益人 第二 要假借教皇的名义 用武力征服一些领地 这些领地在亚历山大死后 必须归他个人所有 部署教皇领地 第三 要操纵书机会 使下一代教皇是他的同党 凯撒追求这个困难目的 手腕非常老练 马基亚弗利说 从他的实践 新起的帮助应当吸取真讯 不错 凯撒失败了 然而 只由于命运意外不及 恰巧在他父亲死的时候 他也病逝危度 但他病好过来 他的敌人已经纠合起自己的兵力 他的冤家对头 已经当选为教皇 在这次选举的那天 凯撒告诉马基亚弗利 他对一切全有了准备 只是万万没想到 在父亲死的时候 他自己也几乎要死 马基亚弗利深切知道 他的种种恶行 却这样下结语 如此 回顾凯撒的全部行为 我找不出丝毫可指责的地方 反而像我在前面所说 我感觉 理当把他看成是一切靠命运 即他人武力掌握到大权的人 要效法的榜样 书中有一章 论教会公国 很有味 据《罗马史论》里所讲的话看来 这一章分明隐瞒了 马基亚弗利的部分思想 隐瞒的理由 当然在于帮主见 特意要讨好梅迪奇家 而且当书脱稿的时候 一个梅迪奇家的人 又刚刚做了教皇 列奥实事 他在帮主见中说 关于教会公国 唯一困难就在获取 因为既取得后 便受到古来的宗教习惯庇护 有这些宗教习惯 教会公国帮主 不管如何作为 也能保住大权 这种帮主 不必要有军队 马基亚弗利如此说 因为他们为人心 不能企及的崇高大义所支持 他们受神的称扬与维护 议论他们 那恐怕是狂妄无知的人 办的事 他继续写道 虽说如此 仍旧容忍拷问 亚历山大六世 把教皇俗权如此扩大 凭的是什么手段 罗马史论中 关于教皇权力的议论 比较详尽 也比较真诚 在这里 他首先把著名人物 排成道德上的品级 他说 最上等人是宗教始祖 其次是君主国 或共和国的奠定者 然后是文人 这些人是好人 而破坏宗教的 颠覆共和国或亡国的 以及与美德或学问 为敌的人 是恶人 凡建立专制政治的人 非善类 包括凯撒在内 从相反方面讲 罗马政治家 刺杀凯撒的主谋者 布鲁图斯是好人 这种见解 与淡丁的见解之间的分歧 显示出古典文学的影响 他主张 宗教在国家中应战显要地位 这并不以宗教的真实性为理由 而是把它当作社会连结纽带 罗马人做得对 他们假装信占卜 惩治那些轻视占卜的 马基亚弗利对当时的教会 有两点指责 第一 教会通过自己的恶行 伤害了宗教信仰 第二 教皇的俗权 及俗权引起的政策 妨碍意大利统一 这两点指责 说得很痛切有力 人同我们的宗教首脑 罗马教会越接近 信仰越不虔诚 他的毁灭和惩罚临前了 我们意大利人亏赖 罗马教会和他的祭司 才成了不敬神的败类 但是我们还受他一件更大的恩惠 一件终将成为我们毁灭根苗的恩惠 那就是 这教会使我们国家弄得四分五裂 现在仍让它四分五裂 异者注解 1870年 意大利军近战罗马 教皇庇护九世屈服 教皇政权告终 意大利完成最后统一 按这样几段文字看来 必须认为 马基亚弗利赞扬凯撒报吉亚 无非是赞赏他的手腕 不是赞赏他的目的 在文艺复兴时代 人对高妙手腕和带来名声的行为 背极赞叹 这类感情当然向来一直就存在 拿破仑的敌人中 有不少热烈叹服 他是个将才 但是在马基亚弗利时代的意大利 对于技巧的那种准艺术心赏事的赞美 大大超过以前和以后各世纪 要是把这种赞美 跟马基亚弗利认为重要的大政治目标 看成一致 那就错了 艾首腕和求意大利统一的爱国愿望 这两样事在他的心中并存着 毫不融会 所以他能够赞颂凯撒报吉亚的精明 却怪罪他不该让意大利闹得分崩离析 应当设想 依他之见 实权的人物就是论手段聪明 而无忌惮 如同凯撒报吉亚 但是抱着不同目标的人 帮主见结尾 声声动人地呼吁梅迪奇家 将意大利从蛮人 也就是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来 这些人的统治发恶臭 他预料人担当这种事业 不会是出于非自私的动机 而会是出于爱权势心 更重的是好名忘心 关于帮主的行为方面 帮主见直言不讳地否定一般公认的道德 做帮主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要灭亡 他必须狡猾如狐狸 凶猛像狮子 书中有一章 也就是第十八章 标题是帮主必如何守信义 里面讲在守信有好处时帮主应当守信 否则不要守信 帮主有时候必须不讲信义 但是必须会把这种品格演示好 必须做怪于混冲善者 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人们全那么头脑简单 那么容易顺从眼前需要 因此欺骗人的人总会找到愿意受欺骗的人 我只举一个近代的例子 亚历山大六世除骗人外一事不干 他旁的什么事也不想 却还是找得到骗人的机会 再没有谁比他更会下保证 或者比他发更大的事来断言事情 可是再也没有谁比他更不遵守保证和誓言了 然而因为他深懂得事理的这一面 他的欺骗百发百中 所以说 为帮主的并不必要条条具备上述的品质 也就是各种传统美德 但是非常有必要显得好像有这些品质 他接下去说 最主要的是帮主应当显得谦信宗教 罗马史论在名义上是对李威历史著作的论评 他的语调与帮主见大不相同 有整张整张看起来几乎像出自孟德斯鳩的手笔 这书的大部分让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来读也会赞许 明言阐述了约制与均衡说 君主贵族和平民结应在宪法中各占一份 那么这三个势力就会彼此交互约制住 莱库格斯确立的斯巴达宪法最佳 因为它体现了顶完全的均衡 缩伦的宪法过分民主 结果造成比西斯·垂塔斯的建筑政治 罗马的共和政体是好政体 这由于元老院和平民的冲突 书中通篇使用自由这个词 指某种宝贵的东西 不过究竟何所指并不十分清楚 这名词当然是从古代接手来的 又传给十八十九世纪 塔斯卡尼保持下来的自由 因为那里没有城堡和君子 看来他认为要实现政治自由 公民必须具备某种个人美德 据他说 唯独在德意志 正直和精神仍旧普遍 所以在德意志 有许多共和国 一般讲 民众比君主贤打 而且比较有横性 尽管李威和大多数其他住宿家 抱有相反主张 常言说 民之声即神之声 这句话最早建于英国神学家 阿鲁昆的书汉籍 这话也不乏正当理由 希腊人和罗马人 在共和时代的政治思想 到15世纪 如何又获得在希腊自亚历山大以来 在罗马自奥古斯都以来 就不再有的现实意义 说来有去 新柏拉图主义者 阿拉伯人 经验哲学家们 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 抱热烈兴趣 但是却根本不注意 他们的政治作品 原因是 城邦时代的政治制度 已经完全绝迹了 在意大利城邦制的成长 与文艺复兴同时并起 因此 人文主义者 便能够从共和时代的 希腊人与罗马人的政治理论 有所收获 对自由的爱好 即约制与均衡说 由古代传给文艺复兴时期 又主要从文艺复兴时期 传给近代 固然近代也直接继承了古代 马基亚弗利的这一面 和帮主建立那种比较文明的 不道德的主义 至少是同样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 马基亚弗利 绝不拿基督教义上的 或圣经上的根据 当作政治议论的基础 中古的住宿家 抱有合法权利的想法 所谓合法权利 即教皇和皇帝的权利 或者由这些人来的权利 北方的住宿家们 甚至后来直到洛克 还论说伊甸乐园里 发生的事情 以为他们由此 能给某些种权利的合法性 找到证据 在马基亚弗利 却没有这样的概念 权利归于自由竞争中 有手段抓到权利的人 他对平民政治的爱好 并非出自什么权利观念 而是由于观察到 平民政治 不像专制政治那样残酷 专横和动乱不定 现在是给马基亚弗利的学说中 道德的部分和不道德的部分 做一个综合 下文里 我不是在表达我自己的意见 而是表达他本人 或名言或隐含的意见 政治上的好事是有一些 其中这三样特别重要 民族独立 安全 和井然有序的政治组织 最良好的政治组织 是在君主 贵族 和民众之间 依各自的实际力量为准 来分配法权的政治组织 因为在这种政治组织下 革命难成功 于是就可能有稳定 但是为稳定着想 多给民众一些权利 总是明智的 关于目的便是如此 但是 在政治上还有手段问题 用注定要失败的方法 追求某个政治目标 徒劳无益 即便认为目的是好的 也必须选取 可以实现它的相当手段 手段问题 能够不管目的或善或恶 按纯粹的科学方式处理 成功意思指达到你的目的 不管是什么目的 假如世间有一门成功学 按恶人的成功去研究 可以按善人的成功去研究 同样研究得好 实际上更好 因为成功的罪人实力 比成功的圣贤实力 尤其繁多 然而 这门学问一旦建立起来 对圣贤和对罪人 同样有用 因人圣贤 如果奢俗政治 必定同罪人一样 稀途成功 问题归根结底 是力量的问题 为达到某个政治目的 这类或那类的力量 总不可缺少 这件简单明白的事实 被正义必将战胜 或罪恶的胜利不久长等 诸如此类的口号掩饰住了 即便你所认为的正义一方 真战胜 那也因为该方拥有优势 力量之故 是的 力量常常依靠舆论 舆论又靠宣传 而且当然 表面显得比拟的敌对者 有道德 在宣传上是有利点 而显得有道德的一个方法 就是真有道德 因为这个理由 胜利说不定 往往落在具备公众 所认为的道德最充分的一方 马基亚弗利以为 这不独是16世纪时 宗教改革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 还是11、12、13世纪当中 教会权力增长的重要因素 他这意见 我们倒也必得认可 但是 关于这点 有若干重大限制 第一 抓到权力的人 能够操纵宣传 使自己一派人显得有道德 例如 在纽约和波士顿的公立学校中 恐怕谁也不能提 亚历山大六世的罪恶 第二 有些个混乱时期 明白露骨的无赖行径 屡屡成功 马基亚弗利的时期 正是这样的时期 在这种时代 往往有一种迅速增长的人性未己观 无论什么事情 只要它是核算的 一般人就看得下去 照马基亚弗利自己讲 哪怕在这种时代 当着无知大众 也已摆出一副道德面孔 这问题 还能够更进一步来看 马基亚弗利持这个意见 文明人 几乎一定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 他说 假使有人在今天想建立共和国 会发觉 在山民中 比在大城市的人中容易做 因为后一种人 恐怕已经腐化了 即便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 这人的最聪明的行动方针 仍要随他需驾驭的民众来定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 引起人人激愤 但是只在阿尔卑斯山以北 才让众人激愤地酿成宗教改革 当路德开始叛教之际 教皇的收入 想必要超过当初 亚历山大六世和优里乌斯二世 倘若品德叫好 教皇应有的收入 假若这点是事实 便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的人性为己观而至 可见 政治家如果依靠有道德的民众 他们的行为 比在依靠对道德问题漠不关心的民众时 要良好 他们在若有罪行 就能够广泛传之的社会里 比在有他们掌握下的 严厉检查制度的社会里 行为也要良好 当然 凭伪善总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但是通过适当制度 能使成功的程度大大缩小 马基亚弗利的政治思想 也如同大部分古代人的政治思想 有一个方面不免浮浅 他满脑子是莱库格斯和梭伦一类的大制法者 而想当然 这种人不大管以前的社会情况 就创立一个完完整整的社会 把社会看作是有机生长体 政治家对它仅能起有限影响 这种社会概念主要是近代的概念 进化论又大大加强了这个概念 这概念从柏拉图那里找不到 从马基亚弗利那里同样也找不到 然而 也许不妨这样主张 进化论的社会观 纵使在过去合乎实情 今天已不再适用 对现在和未来讲 却必须另换一个远违机械论的看法 在俄国和德国创造出了新的社会 简直仿佛神话人物莱库格斯 据说创造斯巴达国体的情况一般 古代的制法者是仁慈的神话 现代的制法者是令人恐耸的现实 这世界已经比向来更类乎马基亚弗利的世界 现代人谁希望博他的哲学 必须做一番超过十九世纪时 似乎有必要做的深思 在北方各国 文艺复兴运动比在意大利开始的迟 不久又和宗教改革混缠在一起 但是十六世纪初也有个短期间 新学问在法国、英国和德国 没卷入神学论争的漩涡 生气勃勃地四处散播着 这个北方文艺复兴运动 有许多地方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大不相同 它不混乱无主 也不超脱道德意味 相反却和虔诚与功德分不开 北文艺复兴很注意将学问标准用到圣经上 得到一个比拉丁语普吉本圣经更正确的圣经版本 这运动不如他的意大利先驱辉煌灿烂 却比较牢固 比较少关切个人炫耀学识 而更渴望把学问尽可能地广泛传播 埃拉斯摩和托马斯·莫尔爵士 这两个人 可算是被文艺复兴运动的典型代表 他们是亲密的朋友 有不少共通处 两人都学识渊博 固然 莫尔博却不及埃拉斯摩 两人都轻视经验哲学 两人都抱定 由内部实行教会革新的志向 可是当新教分裂发生时 又都对他悲叹不满 两人都写一首俊妙幽默而极度老练的文章 在路德叛教以前 他们是思想上的首领 但是在这之后 新旧两边的世界都变得过于激烈 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就不合时宜了 莫尔殉教死了 埃拉斯摩落魄料到 无论埃拉斯摩或莫尔 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 我所以论述这两个人 理由就在于他们可以为实力 说明革命前时代的性格 在这种时代 普遍有温和改良的要求 而怯懦的人 尚未让过激派下的导向反动 他们又体现出 抗逆经验哲学这件事的特色 既嫌恶神学或哲学中一切体系性的东西 埃拉斯摩生在路特丹 他是私生子 因此关于自己的出生伪系 编造了一套浪漫性的假话 实际 他的父亲是个祭司 一个稍有学问懂得希腊语的人 埃拉斯摩的生身父母 在他尚未成年时死去 他的那些监护人 显然因为侵吞了他的钱 哄诱他当了斯泰因修道院的修士 这是他毕生悔恨的一步 监护人里有一个学校教师 可是他所知道的拉丁语 比埃拉斯摩身为小学生 已经知道的还差 这位老师回复着孩子来的一件 拉丁文书杂 在信中说 万一你再写这样典雅的信 请给加上注解吧 1493年 埃拉斯摩当上 刚布雷地方主教的秘书 该主教是金羊毛骑士团的团宗 这给了他离开修道院 去游历的好机会 只不过并非如他的夙愿 去意大利罢了 他的希腊文知识 当时还很粗浅 但他在拉丁语方面 具备高度素养 为洛伦佐瓦拉的那本 论拉丁语的种种雅致的书 埃拉斯摩格外景仰瓦拉 他认为 用拉丁文和真信仰 完全可以并容 还举奥古斯丁和杰罗姆为例 看来 他明明忘记了杰罗姆的那个梦 梦中 我主痛斥他读西塞罗的作品 埃拉斯摩一度入巴黎大学 但是在那里找不到对自己有益处的东西 这大学从经验哲学发端 直到盖森和宗教会议运动 曾有过他的黄金时代 但是现在老的论争都干枯无畏了 托马斯派和斯格托派原先合称古代派 这派人对奥卡姆主义者论斥争辩 后者称作明目论派 又称近代派 终于在1482年 两派和解 携手一致对抗人文主义者 当时大学界以外 人文主义者在巴黎争争日上 埃拉斯摩赠恶经验哲学家 认为他们老朽过时 他在一封信里提到 他因为想取得博士学位 竭力不谈一点优雅或俊妙的事 任何一派哲学 甚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他都不真正喜好 只不过这两人既然是古代人 谈到时必须表示尊敬罢了 1499年 埃拉斯摩初访英国 爱好英国的闻女孩子的风起 他在英国结交扣里特和莫尔 两人劝勉他 不要玩弄文末上的雕虫小技 着手郑重的工作 扣里特开讲圣经课程 却不懂希腊语 埃拉斯摩感觉 自己愿在圣经上面下功夫 认为希腊语知识万不可不倍 他在1500年年初离英国后 尽管穷得聘不起教师 自己开始学习希腊语 到1502年秋天 他已经学得精闲熟练 而在1506年去意大利的时候 他发觉意大利人没什么可让他学的了 他决意编定圣杰罗姆的著作 再出版一部富有新拉丁译文的希腊文新约圣经 这两件事都在1516年完成 他发现拉丁语普及本圣经里有种种错误 这个发现后来在宗教论争中对新教徒有好处 埃拉斯摩也打算学会希伯来文 但是把他丢下了 埃拉斯摩写的书 唯一还有人读的就是《余神颂赞》 这本书的构思是1509年 他从意大利去英国途中 正当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蒙发的 他在伦敦托马斯摩尔爵士宅中迅速把他写成书题献给摩尔 还戏谑的影射指出 由于摩尔做愚人节 提献得正合适 书中《余神亲自自白》 他自夸自赞 兴致勃勃 他的词句配上霍尔班的插图 更添声色 《余神的自白》涉及人生一切方面 涉及所有的阶级和职业 要不是有他 人类就要绝灭 因为哪个不愚能结婚 为当作智慧的解读剂 他劝人娶妻子 这种动物极于憨无害 然而极便利有用 可以柔化缓和男人的江板与阴郁的心情 离了阿尔或免除自私心 谁会幸福 然而这样的幸福是愚蠢 最幸福的人就是那些顶近乎于畜类 尾弃理性的人 至高的幸福是建立在幻想上的幸福 因为它的代价最低 想象自己为王比实际成王要容易 埃拉斯摩然后又来取笑民族骄傲和职业上的自负 学艺各科的教授先生们几乎各个自负的不成话 从自负里讨幸福 书中有些段落里嘲讽转成谩骂 余神吐露埃拉斯摩的郑重意见 这些段落谈的是各种教会弊端 祭司用来计算每个灵魂在炼狱中的拘留时间的赦罪符和免罪卷 礼拜圣徒乃至礼拜圣玛利亚 他的盲目的现身者认为将圣母放在圣子前示礼仪 神学家们关于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争论 话题说 经验哲学各流派 教皇 书籍主教和主教 这一切全受到猛烈的善效 特别猛烈的是对修道惠僧的攻击 说他们是精神错乱的蠢物 他们简直不带一点宗教气 然而深深地爱恋自己 是个人幸福的持赏家 照他们的行动举止看 好像全部信仰都在于所谢的礼事小节 富良节准备要打多少个节 各式衣装分别取什么特异颜色 用什么衣料做成 腰带多么宽多么长等等 听他们在末日审判席前的声辩 想必是妙不可言 一个要夸说他如何只以鱼为食 净灭了他的肉欲 另一个要强调他在世的时光 大部分是在永唱圣歌的礼拜世中度过的 又一个极力说他六十年当中 连碰也没碰过一文钱 除隔着厚厚的手套去摸索不算 可是基督会强口说 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我只留给你们彼此相爱这一条教训 这教训我没听哪个生辩说 他已经忠实旅行了 然而在尘世上大家都怕这帮人 因为他们从神宫格子中知道许多私密事 遇到酒醉的时候 常常顺口泄露 也没有饶过教皇 教皇应当以谦逊和清贫来效法他们的主 他们的唯一武器应该是圣神武器 的确在这种武器的使用上 他们慷慨之志 例如他们的禁止圣事 停权 谴责 仲戒 大绝法和小绝法 以及他们的怒声咆哮的斥令 这些斥令打击了他们所申诉的对象 但是这些至圣的神父 除了对待那种受魔鬼唆使 目中对神不报敬畏 凶毒恶意的图谋 减损圣彼得世袭财产的人以外 绝不频频发布斥令 从这种段落看 会以为埃拉斯摩想必欢迎宗教改革 但是实际不然 书结尾郑重提出 真信仰乃是一种愚痴 通篇有两类愚痴 一类受到嘲讽的颂扬 另一类受到真心的颂扬 真心颂扬的愚痴 即基督徒纯朴性格中显露出来的那类愚痴 这种颂扬和埃拉斯摩对经验哲学的厌恶 以及对使用非古典拉丁语的学者博士们的厌恶 是表里相连的 但是它尚有更深刻的一面 据我知道 这是卢梭的萨瓦牧师所发挥的见解 在文献中的第一次出现 按这个见解 真的宗教信仰不出于知而发于情 精心锤炼的神学全部是多余的 这种看法已日益流行 目前在新教徒中间差不多普遍都接受了 它在本质上是北方的重情主义 对希腊上知主义的排斥 埃拉斯摩二度访问英国 逗留五年 一部分时间在伦敦 一部分时间在剑桥 它对于激发英国的人文主义起了不小影响 英国工学的教育直到不久以前 还几乎完全保持它当初所想望的那种样子 彻底打好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基础 不仅包括翻译 也包括运文和散文写作 科学尽管从十七世纪以来就在知识方面占最优势 倒认为不值得上等人士或神学家注意 柏拉图的东西应该学 但是柏拉图认为值得学的科目另当别论 所有这些都和埃拉斯摩的影响方向一致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怀有万无边际的好奇心 海辛哈说 动人耳目的变故 有趣的细情 真文 怪事 从来也不够满足这些人的欲望 然而最初他们并不在现实世界里 却在固执堆中寻找这种东西 埃拉斯摩虽然对世界情况有兴趣 但是不会生蛋消化 必须先经过拉丁语或希腊语的加工炮制 他才能同化吸收 对旅行人的经历见闻要打几分折扣 而普林尼书中载的什么奇迹觉悟倒深信不疑 不过 人的好奇心逐渐从书本转移到现实世界里 大家不再注意古典作家笔下的野人奇兽 而对实际发现的野人和奇兽发生了兴趣 加里班来源出于蒙台涅 蒙台涅的识人生番出于旅行人 识人族和投生在肩膀下面的人 奥赛罗曾眼见过 不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话 这样 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好奇心 就从向来文学性的 渐渐转成科学性的 好一股新事实的洪流排山倒海而来 人们起初只能让这洪流挟持着往前拥进 那些老思想体系显然错了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托罗密的天文学 以及盖兰的医学 再勉强扩展也不能包括已有的种种发现 蒙台涅和莎士比亚满足于混乱 从事新发现其乐无穷 而体系乃是从事新发现的死敌 一直到十七世纪 人们构造思想体系的能力 才赶上关于各种事实的新知识 不过 所有这些话扯得离埃拉斯摩远了 对他来讲 哥伦布不如阿哥传航海者有意思 埃拉斯摩的文字笔 深到无可救药 恬不知耻 他写了一本书叫 《基督徒士兵须知》 奉告未受过教育的军人 说他们应该读圣经 还要读伯拉图 安布洛斯 杰罗姆和奥古斯丁的著作 他编成一部包罗洪富的拉丁语格言集 在后级版中又增补许多希腊语格言 他的本旨是想让人们能够把拉丁语写得和拉丁语用法习惯 他做了一本异常成功的对话书 教人如何用拉丁语续谈木球系一类的日常事情 这在当时的用途或许比现在显得要大 那时候拉丁语是独一无二的国际用语 巴黎大学的学生来自西欧各地 说不定常常遇上这种事 两个学生能用来进行交谈的语言只有拉丁语 宗教改革以后 埃拉斯摩起先住在卢凡 当时卢凡还守着十足的旧教正统 后来他住在巴则尔 那里已经改奉新教 双方各自尽力罗治他 但是笼络很久无功效 如钱文所说 他对教会弊端和教皇的罪恶 曾经表示过激烈意见 在1518年 也正是路德叛教那年 他还发表一个叫 吃逼门羹的尤里乌斯的讽刺作品 单写尤里乌斯二世进天国未成 但是路德的强暴作风惹他生厌 而且他也憎恶斗争 最后他终于投身到旧教一边 1524年 他写了一个维护自由意志的著作 而路德信奉奥古斯丁的见解 更夸大渲染否定自由意志 路德的答辩蛮横凶狠 逼得埃拉斯摩进一步导向反动 从这时直到他老死 他的声望地位将和日下 他素来总是胆若心切 而时代已经不再适合诺夫了 对于正直的人 可抉择的光荣道路 只有殉教或胜利 他的朋友托马斯·莫尔爵士 被迫选择了训教 埃拉斯摩说 要是当初莫尔根本没惹那危险事 神学上的问题留给神学家去管多好 埃拉斯摩活得太长 进入了一个心善心恶 英雄骨气和不容一己的时代 这两样哪一样也不是他能够学会的 托马斯·莫尔爵士 出生于1478年 于1535年去世 论为人比埃拉斯摩可配得多 但是从影响看 地位却差得远 莫尔是人文主义者 但也是个虚心深诚的人 他在牛津大学时 着手学习希腊语 这在那时候很不寻常 因此他被人当成 对意大利的不信者表好感 校当局和他的父亲大为不满 他于是被牛津大学割除 随后他迷上卡尔图斯教团 亲身实践极端的苦行生活 寻思加入这个教团 正当这时 他出遇埃拉斯摩 分明是因为埃拉斯摩的影响 他迟处没有走进一步 莫尔的父亲是个法律家 他决定也从事父亲的这行职业 1504年 他做了下院议员 带头反对亨利七世 增克薪税的要求 在这件事上 他成功了 但是国王激怒得发狂 他把莫尔的父亲投进伦敦塔 不过 那款一百磅后 又释放出来 1509年 英王逝世 莫尔再操法律业 并且得到亨利八世的重进 他在1514年受封爵士 被任用参与各种外交使团 亨利八世屡次招请他进宫 但是莫尔总不去 最后 国王不带邀请 自己到他在彻尔西的家中 和他一同进餐 莫尔对亨利八世并不存幻想 有一次 人家祝贺他受国王的爱顾 他回答 假使我莫尔的人头 真会让他得到一座法国城池 这颗头准得落地 乌尔记倒败时 国王任命莫尔为大法官来接替他 和通常惯例相反 莫尔对诉讼当事人的馈赠 一概回绝 他不久就失宠 因为亨利八世为了娶安布林 决意离弃阿拉贡的凯撒林 莫尔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桩离婚案 他于是在1532年辞官 莫尔去职后 每年仅有钱一百磅 由此可见 他再认识的刚职清廉 尽管莫尔与国王意见不合 亨利八世仍旧邀请他参加 他与安布林的婚礼 但是莫尔不接受邀请 1534年 亨利八世设法让国会通过治权法案 宣布他而非教皇 是英国教会的首领 在这项法案之下 规定必须做一次承认治权宣誓 莫尔拒绝宣誓 这只是尽似叛逆 罪不该死 然而又凭着急靠不住的证词 证明他说过 国会根本不能让亨利当上教会领袖的话 按这项证据 他被判成大逆犯 斩首处决 他的财产移交给伊丽莎白公主 公主把他一直保存到他逝世的一天 莫尔为人们记忆 几乎全由于他写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南半球的一个岛屿 岛上一切事都做得尽善尽美 曾经有个叫拉斐尔西斯洛德的航海人 偶然来到这个岛上 度过五年 为让人知道该岛的贤明制度 才返回欧洲 在乌托邦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 所有东西尽归公有 因为凡存在私有财产的地方 公义就不能振兴 离了共产制度 绝不会有平等 在对话中 莫尔提出反论说 共产制会使人懒散 会破坏对官长的尊敬 对这点 拉斐尔回答 若是在乌托邦中居住过的人 谁也不会讲这话 乌托邦中有五十四个城市 除一个是首都外 全部访同样格局 街道都是二十英尺宽 所有私人住宅一模一世 一个门朝大街 一个门通庭院 门不装锁 人人可以进入任何人家 屋顶是平的 每隔十年 大家调换一次房屋 这显然是为了杜绝占有感 乡间有农场 每个农场拥有的人数 不下于四十个 包括两名奴隶 各农场 由年老贤达的厂主夫妻管辖 除鸡 不由母鸡夫 在敷乱器里孵化 在末尔的时代 其实还没有敷乱器 所有人穿着一律 只是男子和女子 已婚者与未婚者的服装 有所不同 衣服饰养 一成不变 东装和下装也不加区别 工作当中 穿皮革或毛皮质的服装 一套服装经用七年 他们停止工作的时候 在工作服外面 披上一件毛支斗篷 这种斗篷全一样 而且都是羊毛天然本色的 各户材质自家的衣裳 一切人 无分男女 每日工作六小时 午饭前三小时 午饭后三小时 所有的人都在八点钟上床 睡眠八小时 清晨期有讲演 虽然这种讲演并不带强制性质 大批人还是去听讲 晚饭后娱乐占一小时 因为既无闲汉 也没有无用的工作 六小时工作已足够 据说在我们这里 妇女 祭司 妇人 仆役和乞丐 一般都不干有用的活 并且因为存在着妇人 大量劳力耗费在生产非必须的奢侈品上面 这一切在乌托邦里都避免了 有的时候发觉物资有余 官长便宣布暂时缩减每日工时 有些人被选举出来当学者 只要他们不负众望 就豁免其他工作 与政务有关的人 全部由学者中临选 政体是代义民主政体 采用间接选举制 居最高地位的是一个终身选任的主公 但是他如果专制暴虐 也可以把他废除 家族生活是组长制的 继婚的儿子住在父亲家中 只要父亲尚不老卖婚馈 便受他管束 如果哪个家族增值得过于庞大 多余的子女便迁进别族去 若某个城市发展得太快 便把一部分住民移到另一个城市 假如所有城市都过于大了 就在荒地上建造一座新城市 至于全部荒地用尽以后该怎么办 一字没提 为供食用儿宰杀牲畜 权规奴隶做 以防自由民懂得残忍 乌托邦里有违病者设的医院 非常完善 所以生病的人很愿意进医院 在家吃饭也是许可的 不过大多数的人在工会堂中吃饭 在这里 健活有奴隶感 但是烹菜做饭 妇女成当 年龄较大的孩子伺候尽善 男的做一张条案 女的做另一张条案 奶娘们带领五岁以下的儿童 在另一个房间进餐 所有妇女都给自己的孩子哺乳 五岁以上的儿童 年纪又小 还不能服饰用饭的 在长辈们进餐时 鸦雀无声地站立一旁 他们没有担令饭时 必须满足于餐桌上 给他们的残羹剩饭 谈到婚姻 无论男方或女方 在结婚时若不是同身 要受严惩 发生奸情的人家 家长难免为疏忽大意 招来丑名声 结婚之前 新娘和新郎彼此裸体对看 马不先除下案件配头 没有人要买 在婚姻式上 应当是一样的道理 夫妇有一方犯通奸 或无可容忍的乖章任性 可以离婚 但是犯罪的一方 就不能再度婚嫁 有时候 完全因为双方希望离婚 也许可离婚 破坏婚姻关系的人 罚当奴隶 乌托邦有对外贸易 这主要是为得到岛上 所缺的铁 贸易也用来满足 有关战争的种种需要 乌托邦人轻视战功荣耀 不过所有人都学习 如何作战 男人学 女人也学 他们为三种目的使用战争手段 本国受到侵犯时保卫国土 把盟邦疆域从侵略者手中拯救出来 或者使某个被压迫的民族 从暴政下得到解放 但是只要做得到 乌托邦人总设法让雇佣兵为自己打仗 他们一心使其他民族对他们欠下债 再让那些民族出雇佣兵折偿债务 又为了战争 乌托邦人感到金银储备有用处 因为能用他来支付外国雇佣兵的报酬 至于他们自己却没有钱币 还用金子做尿壶和锁奴隶的锁链 好叫人见识黄金 珍珠钻石 用作幼儿装饰品 成人绝不用 逢有战争 乌托邦人对能杀死敌国君主者高悬重赏 对活捉君主来献的人 或者对自愿归降的君主本人赏格更为优厚 他们连续敌兵中的平民 因为知道这些人受君主和首领的疯狂暴怒 胁迫驱使 违逆本愿而战 妇女和男子同样上阵 但是乌托邦人却不强制任何人战斗 他们设计发明种种兵器 有惊人的巧思降心 可见乌托邦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面 明里胜过好勇 不过于必要时 他们也表现出极大的勇敢 关于道德方面 据书里讲 乌托邦人太偏于认为快乐既是福 不过这看法也没有不良后果 因为他们认为在死后 善者有报 恶者有罚 他们不是禁欲主义者 把斋戒看成是傻事 乌托邦人中间流行着多种宗教 一切宗教受到宽容对待 几乎人人信仰神和永生 少数没这信仰的人不算公民 不能参加政治生活 除此以外倒也无忧无虑 有些信仰虔诚的人戒幼时 秉决婚姻 大家把这类人视为圣德高洁 却不认为他们聪明 女子若是年老寡居的 也能当祭司 祭司数目寥寥 他们有尊荣 但是无实权 当奴隶的是那些犯重罪 被判刑的人 或是在自己国里被宣告死刑 但是乌托邦人同意收容 做奴隶的外国人 有人患了痛苦的不治之症 便劝告他莫如自杀 但是假若病者不肯自杀 便给他细心周到的照料 拉斐尔·希斯洛德述说 他向乌托邦人宣讲基督教 许多人听说基督反对私有财产 就改奉了基督教 不断强调共产制度的重要意义 书将近莫尾 他说在一切别的国度 我唯能见到富人们的某种狼狈为奸 假借国家的名义和幌子 获得自己的利益 莫尔的乌托邦一书 在很多点上带着惊人的开明进步精神 我并不特别指他为共产制度说教 这是许多宗教运动的传统老套 我指的却是关于战争 关于宗教和信教自由 反对滥杀动物 书中有一段极流畅动人的反对狩猎的话 以及赞成刑法宽大等的意见 这本书开头就是一篇反对盗窃罪处死刑的议论 可是必须承认 莫尔的乌托邦里的生活 也好像大部分其他乌托邦里的生活 会单调枯燥的受不了 参赐多样 对幸福来讲是命脉 在乌托邦中几乎丝毫见不到 这点是一切计划性社会制度的缺陷 空想的制度如此 现实的也一样 目前对待希腊人通常有两种相反的态度 一种是自文艺复兴以来 直到最近时期 事实上是普遍的态度 即带着几乎是迷信的崇拜来观察希腊人 把他们看成是一切最美好的事物的创造者 具有超人的天才 不是近代人所能期望与之匹敌的 另一种态度 是被科学的圣地 与对于进步的一种乐观主义的信仰所激发的 即把古人的权威认为是一种重担 并且认为现在最好是把希腊人对于思想的贡献 大部分都忘掉 我自己不能采纳任何一种这样极端的看法 我应该说 这两种都是部分正确的 而又部分错误的 在谈到任何细节以前 我先要试图说明 我们从研究希腊的思想中 仍然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智慧 关于世界的性质与构造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假说 行而上学的进展 就曾经存在过的而言 就在于所有这些假说的逐步精炼化 他们含义的发展 以及对于每种假说的重新改造 以期能对付那些相信敌对假说的人们所发动的反驳 学习着按照每一种体系来理解宇宙 乃是想象力的一种愉悦 并且是教条主义的一副解读记 此外 纵使没有一种假说可以完全证实 但是如果发现再是每种假说都能自圆其说 并且能符合已知事实时所能包含的东西 这里面也就有着一种真正的知识了 一切支配着近代哲学的各种假说 差不多最初都是希腊人想到的 我们对于希腊人在抽象事物方面的想象创造力 几乎是无法称赞过分的 关于希腊人 我所要谈的主要的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 我认为他们创造了种种具有独立生命与发展的理论 这些理论虽然最初多少是幼稚的 然而两千多年以来终于证明是能够存在的 而且能够发展的 的确 希腊人贡献了另外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对于抽象思维证明了更具有永久的价值 他们发现了数学和演绎推理法 尤其是几何学乃是希腊人发明的 没有它 近代科学就会是不可能的 但是希腊天才的片面性 也结合着数学一起表现了出来 它是根据自明的东西而进行演绎的推理 而不是根据已观察到的事物而进行归纳的推理 它运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惊人的成就 不仅仅把古代世界 而且也把大部分近代世界引入了歧途 根据对于特殊事实的观察 以求归纳地达到某些原则的科学方法 代替了希腊人根据哲学家头脑得出的显明功力 而进行演绎推理的信念 这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的 但就这一理由而论 怀着迷信的崇拜去看待希腊人 便是一种错误 虽然希腊人中也有少数是最早触及到科学方法的人 但是总的说来 科学方法乃是与希腊人的气质格格不入的 而通过贬低最近四个世纪的知识进步 以求美化希腊人的企图 则对于近代思想也起了一种束缚作用 可是也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论据 是反对尊宠前人的 无论是对于希腊人也好 或者对于其他人也好 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 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宠也不是蔑视 而是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 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 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 唯有到了这个时候 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 这种批判的态度 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 一个人放弃了他所一直坚持的意见之后的 那种精神状态 蔑视便妨害了这一过程的前一部分 而尊宠便妨害了这一过程的后一部分 有两件事必须牢记 即一个人的见解与理论 只要是值得研究的 那么就可以假定这个人具有某些智慧 但是同时 大概也并没有人在任何一个题目上 达到过完全的最后的真理 当一个有智慧的人 表现出来一种 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观点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努力去证明这种观点 多少总是真的 而是应该努力去理解 它何以竟会看起来似乎是真的 这种运用历史的 与心理的想象力的方法 可以立刻开阔我们的思想领域 而同时又能帮助我们认识到 我们自己所为之而欢心鼓舞的许多偏见 对于心灵气质不同的另一个时代 将会显得是何等之愚蠢 在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克之间 赫拉克利克这个人 是我们本章就要谈到的 还有另一位比较不重要的哲学家 即瑟诺芬尼 他的年代不能确定 大致上只能由他提到过毕达哥拉斯 而赫拉克利特又曾提到过他的这一事实 来断定他的年代 他出生在伊奥尼亚 但是他一生中的大部分 都生活在意大利南部 他相信万物是由土和水构成的 关于神的问题 他可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自由思想者了 荷玛和赫西阿德 把人间一切的无耻与丑情 都加在神灵身上 偷盗 奸淫 彼此欺诈 世人都认为神旨和他们自己一样 是被诞生出来的 穿着与他们一样的衣服 并且有着同样的声音和形貌 其实 假如牛马和狮子有手 并且能够像人一样 用手作画和创造艺术品的话 马就会画出马形的神像 牛就会画出牛形的神像 并各自按着自己的模样 来塑造神的身体了 埃塞俄比亚人就说他们的神皮肤是黑的 鼻子是扁的 瑟雷斯人就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 红头发的 塑诺芬尼相信一神 这个神在形象上和思想上都与人不同 他以他的心灵力量左右一切而毫不费力 塑诺芬尼嘲笑毕达哥拉斯的轮回学说 据说毕达哥拉斯有一次在路上走过 看见一只狗受人虐待 他就说 住手 不要再打他 他是一个朋友的灵魂 我一听见他的声音就知道 他相信人们不可能确定神学方面的真理 关于我所谈的神灵和一切事物的确凿真理 现在没有人知道 将来也没有人知道 即使有人偶然说出了一些极正确的真理 但他自己也是不会知道他的 普天之下 除了猜测之外 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引自伊底温比万的斯多哥派和怀疑论者 牛津1913年版第21页 塞诺芬尼在那些反对毕达哥拉斯 以及其他诸人的神秘倾向的 一系列理性主义者中 有着他的地位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 他可并不是第一流的 我们已经看到 很难把毕达哥拉斯的学说 和他的弟子们的学说分开来 虽说毕达哥拉斯本人为时很早 但是他的学派所产生的影响 大体上要厚于其他各派哲学家 其中第一个创造了一种 至今仍然具有影响的学说的人 就是赫拉克里特 他的鼎盛期 约当公元前五百年 关于他的生平 我们知道的很少 只知道他是以福索的一个贵族公民 他所以扬名于古代 主要的是由于他的学说 即万物都处于流变的状态 但是这一点 我们将会看到 只不过是他的行而上学的一个方面而已 赫拉克里特虽然是伊奥尼亚人 但并不属于米利都学派的科学传统 康福德前引书第184页 强调指出过这一点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赫拉克里特常常由于 被人与其他伊奥尼亚学者混淆在一起 而受到误解 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然而却属于一种特殊的神秘主义 他认为火是根本的实质 万物都像火焰一样 是由别种东西的死亡而诞生的 一切死的就是不死的 一切不死的是有死的 后者死则前者生 前者死则后者生 世界是统一的 但它是一种由对立面的结合而形成的统一 一切产生于一 而一产生于一切 然而 多所具有的实在性远不如一 一就是神 从他的著作所存留下来的那部分看起来 他的性格并不像是很和蔼可亲的 他非常喜欢比驳别人 而且也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关于他的同胞们 他说过 以辅索的成年人应该把他们自己都吊死 把他们的城邦让给未成年的少年去管理 因为他们放逐了赫尔莫多罗 放逐了他们中间那个最优秀的人 并且说 我们中间不要有最优秀的人 要是有的话 让他到别处去和别人在一起吧 他对所有的显赫的前人们 除掉一个人是例外 都曾加以抨击 比如他说过下列这些话 该当把河马从竞技场上逐出去 并且加以鞭斥 我听过许多人谈话 在这些人中间 没有一个人能认识到 所有的人都离智慧很远 博学并不能使人理解什么 否则他就已经使赫西阿德 毕达哥拉斯 以及瑟诺芬尼和赫卡泰理解了 毕达哥拉斯认为自己有智慧 但那只是博文强技和恶作剧的艺术罢了 唯一免于受他谴责的例外 便是条达穆斯 他被赫拉克里特挑选出来 认为是一个比别人更值得重视的人 如果我们追问这种称赞的原因 我们便可以发现 条达穆斯说过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坏人 他对人类的鄙视 使得他认为 唯有强力才能迫使人类 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 他说 每种畜生都是被鞭子赶到牧场上去的 并且又说 驴子宁愿要草料而不要黄金 我们可以料想得到 赫拉克里特是信仰战争的 他说 战争是万物之父 也是万物之王 他使一些人成为神 使一些人成为人 使一些人成为奴隶 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 又说 河马说 但愿诸神和人把斗争消灭掉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他不知道这样就是在祈祷宇宙的毁灭了 因为若是听从了他的祈祷 那么万物便都会消灭了 又说 应当知道战争对一切都是共同的 斗争就是正义 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和消灭的 他的伦理乃是一种高傲的苦行主义 非常类似于尼采的伦理 他认为 灵魂是火和水的混合物 火是高贵的 而水是卑贱的 灵魂中具有的火最多 他称灵魂是干燥的 干燥的灵魂是最智慧的 最优秀的 对于灵魂来说 变尸乃是快乐 一个人喝醉了酒 被一个未成年的儿童所领导 步履蹒跚地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他的灵魂便是潮湿的 对于灵魂来说 变成水就是死亡 与自己心里的愿望做斗争是艰难的 无论他所希望获得的是什么 都是以灵魂为代价换来的 如果一个人所有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 这并不是好事 我们可以说 赫拉克利特重视通过主宰自身所获得的权利 但是鄙视那些足以使人离开忠心抱负的情欲 赫拉克利特对于他当时各种宗教的态度 大体上是敌视的 至于对于巴库斯教是如此 但他所怀抱的 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理性主义者的敌视态度 他有他自己的宗教 而且他部分地解释了当时流行的神学 以适合他的学说 有部分地以相当轻蔑的态度 拒绝当时流行的神学 有人例如康夫德 称他为巴库斯派 并且有人 例如普弗莱德雷 认为他是一个神秘派的解说者 我并不以为有关的断简残篇 能支持这种看法 例如他说 人们所行的神秘教乃是不神圣的神秘教 这就暗示在他的心目之中 有一种并不是不神圣的神秘教 而且这应该和当时所存在的各种神秘教大有不同 如果他不是过分地藐视流俗 而能从事于宣传的话 那么他或许会是一位宗教改革家 以下便是现有的 可以代表赫拉克利特 对于他当时神学的态度的全部的话 那位在德尔菲发神谕的大神 既不说出 也不掩饰自己的意思 而只是用征兆来暗示 女巫用狂言瞻语的嘴 说出一些严肃的 普质无华的话语 用她的声音响彻千年 因为她被神赴了体 在地狱里才嗅得到灵魂 更伟大的死 获得更伟大的奖赏 那些死去的人就变为神 夜游者 魔术师 巴库斯的祭司 和九神的女妓 传秘密教的人 人们所奉行的神秘教 乃是不神圣的神秘教 而且他们向神像祈祷 就正像是像房子说话一样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灵和英雄 因为如果不是为了九神 那么他们举行赛会和歌唱 猥亵的杨具颂歌 就是最无耻的行为了 可是地狱之神和九神是一样的 为了九神 人们如醉如狂 并举行九神祭典 人们用牺牲的血涂在身上 来使自己纯洁是突然的 这正像一个人掉进泥坑 却想用污泥来洗脚一样 任何人见到别人这样做 都会把它当作疯子看待 赫拉克利特相信火是原质 其他万物都是由火而生成的 读者们还会记得 泰勒斯认为万物是由水构成的 阿纳克西美尼认为气是原质 赫拉克利特则提出火来 最后恩佩多克勒 却提出一种政治家式的妥协 他承认有土、气、火和水四种原质 古代人的化学走到这一步 便停滞死亡了 这门科学始终没再进一步 直到后来回教的炼丹树家们 从事探求折人石 常生药 以及把贱金属变为黄金的方法的 那个时代为止 赫拉克利特的 行而上学的激动有力 足以使得最激动的近代人 也会感到满足的 比如他说 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 都是统一的 它不是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 它过去、现在和未来 永远是一团永恒的火火 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 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 火的转化是 首先成为海 海的一半成为土 另一半成为旋风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只能期待永恒的变化 而永恒的变化 正是赫拉克利特所信仰的 然而 他还有另一种学说 他重视这种学说 更有甚于永恒的流变 那就是 对里面的混一的学说 他说 他们不了解 相反者如何相成 对立的力量 可以造成和谐 正如公之于秦一样 他对于斗争的信仰 是和这种理论 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在斗争中 对立面结合起来 就产生运动 运动就是和谐 世界中有一种统一 但那是一种 由分歧而得到的统一 结合物 既是整个的 又不是整个的 既是聚合的 又是分开的 既是和谐的 又不是和谐的 从一切产生一 从一产生一切 有时候他说起来 好像是统一 要比奇异 更具有根本性 比如他说 善与恶是一回事 对于神 一切都是美的 善的和公正的 但人们却认为 一些东西公正 另一些东西不公正 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 是同一条路 神是日又是夜 是东又是夏 是湛又是河 是宝又是鸡 他变换着形象 和火一样 当火混合着香料时 便按照各种口味 而得到各种名称 然而 如果没有对立面的结合 就不会有统一 对立对于我们是好的 这种学说 包含着黑格尔哲学的萌芽 黑格尔哲学 正是通过对立面的综合 而进行的 赫拉克利特的形而上学 正像阿纳科西曼德的 形而上学一样 是被一种宇宙正义的观念 所支配着 这种观念 防止了对立面斗争中的 任何一面 获得完全的胜利 他说 一切事物都换成火 火也换成一切事物 正像货物换成黄金 黄金换成货物一样 火生于气之死 气生于火之死 水生于土之死 土生于水之死 太阳不能跃出他的限度 否则那些爱临尼神 正义之神的女使 就会把他找出来 应当知道 战争对一切都是共同的 斗争就是正义 赫拉克利特反复地提到 与众神不同的那个上帝 人的行为没有智慧 上帝的行为则有智慧 在上帝看来 人是幼稚的 就像在成年人看来 儿童是幼稚的一样 最智慧的人和上帝比起来 就像一只猴子 正如最美丽的猴子 与人类比起来 也会是丑陋的一样 上帝无疑的 是宇宙正义的体现 万物都处于流变状态的 这种学说 是赫拉克利特最有名的见解 而且按照柏拉图 在《泰阿泰德》片中 所描写的 也是他的弟子们 所最强调的见解 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因为新的水 不断地流过你的身旁 可以比较 我们既踏进 又不踏进同一的河流 我们既存在 又不存在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他对于普遍变化的信仰 通常都认为 是表现在这句话里 万物都在流变着 但是这或许也像华盛顿所说的 父亲 我不能说谎 以及 惠灵吞所说的 战士们起来瞄准敌人 这些话一样 是不足为凭的 他的著作 正如柏拉图以前 一切哲学家的著作 仅仅是通过引文 才被人知道的 而且大部分 都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为了要反驳他 才加以引证的 只要我们想一想 任何一个现代哲学家 如果仅仅是通过他的敌人的论战 才被我们知道 那么 他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想见 苏格拉底以前的人物 应该是多么的值得赞叹 因为即使是通过他们的敌人 所散布的恶意的烟幕 他们仍然显得十分伟大 无论如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都同意赫拉克里特曾经教导过 没有什么东西是存在着的 一切东西都在变化着 以及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固定的存在 后面谈到柏拉图的时候 我还要回过来研究这种学说 柏拉图非常热心于反驳这种学说 目前 我不想探讨哲学 关于这种学说要说些什么 我只谈谈诗人所感到的是什么 科学家所教导的是什么 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 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 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 它无疑的是出自热爱家乡 与躲避危险的愿望 因而我们便发现 生命面临着灾难的人 这种追求也就来得最强烈 宗教是从上帝与不求 这两种形式里面去追求永恒 上帝是没有变化的 也没有任何转变的阴影 死后的生命是永恒不变的 十九世纪生活的欢乐 使得人们反对这种静态的观念 而近代的自由神学 又信仰着在天上也有进步 神性也有演化 但是即使在这种观念里 也有着某种永恒的东西 即进步的本身 及其内在的目标 于是有了一点点的灾难 就很容易把人们的希望 又带回到他们的古老的 超世间的形式里面去 如果地上的生活是绝望了的话 那么就唯有在天上 才能够找到和平了 诗人们曾经悲叹着 时间有力量消灭他们所爱的一切对象 时间枯萎了青春的娇艳 时间摧残了美人的霉带 他饱餐自然真理的真修 万物都在等待着他那镰刀来割异 他们通常又补充说 他们自己的诗却是不可毁灭的 时间的手掌尽管残酷 然而我期待 我的诗篇将传之永久 万人征颂 但是 这只是一种殷习的文人自负而已 有哲学倾向的神秘主义者 不能够否认 凡是在时间之内的 都是暂时的 于是就发明一种永恒观念 这种永恒并不是在 无穷的时间之中持续着 而是存在于整个的时间过程之外 按照某些神学家的说法 例如 印则教长的说法 永生并不意味着 在未来时间中的每一时刻里都存在着 而是意味着 一种完全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存在方式 其中既没有前也没有后 因此变化也就没有逻辑的可能性 福汉曾非常诗意地表达过这种见解 那天夜里 我看见了永恒 像是一个纯洁无端的大光环 它是那样的光辉又寂静 在它的下面 时间就分为时辰和岁月 并被一些天体追赶着 像是庞大的幽灵在移动 全世界和世上的一切 就都在其中被抛掉 有些最有名的哲学体系 曾想以庄严的散文来述说这种观念 把它说成是 经过我们耐心追求之后 理性终将会使我们相信的东西 赫拉克利特本人尽管相信变化 但仍然承认有某种东西是永久的 我们在赫拉克利特里面 找不到从巴门尼德以来的那种 与无穷的时间延续相对立的永恒观念 在它的哲学里 只有中心的火永不熄灭 世界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火火 但火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东西 而它的永恒更其是过程方面的永恒 而不是实体方面的永恒 虽说这种见解不应归之于赫拉克利特 科学正像哲学一样 也要在变化的现象之中 寻找某种永恒的基础 以求逃避永恒流变的学说 化学似乎可以满足这种愿望 人们发现了 那似乎在毁灭着万物的火 只不过是使万物变形而已 元素可以重新结合起来 燃烧之前就已存在的每一个原子 经过燃烧过程之后 仍然继续存在着 因而人们就设想 原子是不可毁灭的 而物质世界中的一切变化 便仅仅是持久不变的元素的重新排列而已 这种见解一直流行到放射现象被发现为止 到了这时 人们才发现了原子是可以分裂的 物理学家们也不示弱 他们发现了新的更小的单位 叫做电子和质子 原子是由电子和质子构成的 若干年以来 这些小单位曾被认为具有着 以前所归注于原子的那种不可毁灭性 不幸得很 看起来质子和电子可以愈合爆炸 所形成的并不是新的物质 而是一种以光速在宇宙之间波散的波能 于是能就必须代替物质成为永恒的东西了 但是能并不像物质 它并不是常识观念中的事物的一种精炼化 它仅仅是物理过程中的一种特征 我们可以幻想地把它等同于赫拉克利特的火 但它却是燃烧的过程 而不是燃烧着的东西 燃烧着的东西已经从近代物理学中消逝了 从小的转而论到大的 天文学也不再允许我们把天体看成是永恒的了 行星是从太阳诞生的 太阳是从星云诞生的 它已经持续存在了若干时期 并且还将持续存在若干时期 然而迟早 或者大约是在一万亿年左右 它将会爆炸 会毁灭一切行星 而反于一种广泛弥漫着的气体状态 至少天文学家是这样说 也许当这一末日临近的时候 他们将会发现 他们的计算里有着某种错误 像赫拉克利特所教导的那种永恒流变的学说 是会令人痛苦的 而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 科学对于否定这种学说却无能为力 哲学家们的主要雄心之一 就是想把那些似乎已被科学扼杀了的希望 重新复活起来 因而 哲学家便以极大的毅力 不断在追求着某种 不属于时间领域的东西 这种追求 是从巴门尼德开始的 第四章 圣奥古斯丁的哲学与神学 圣奥古斯丁是一个著述极其丰富的作家 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神学问题 他的一些争论性的文章属于时事问题 于一旦成功之后 随即失去其所有的意义 但某些文章 特别是关系到佩拉纠斯教派的文章 却一直到现代 仍然具有其现实的影响 我不想论及他所有的作品 我只是把我认为具有内在性的 或历史性的重要论著 做一番考察 第一 他的纯粹哲学 特别是他的时间论 第二 在《上帝之城》艺术中 所展示的历史哲学 第三 作为反对佩拉纠斯教派 而提出的有关救赎的理论 一 纯粹哲学 一般来说 圣奥古斯丁并不专心致力于纯粹哲学 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却显示出很卓越的才能 历史上有许多人 他们纯粹思辨的见解 曾受到符合经文必要性的影响 奥古斯丁在这一长串人物中 则占据首要位置 然而这种情况 对早期基督教哲学家们 例如对欧利根来说 便是不适合的 在欧利根的住宿中 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同时并存 且不互相渗透 与此相反 在奥古斯丁的著述中 纯粹哲学的独创思想 却受到柏拉图主义 在某些方面 与创世纪不相协调 这一事实的刺激 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 《忏悔录》第十一卷 是最好的纯粹哲学作品 一些普通版本的忏悔录 只有十卷 因为十卷以后的部分 是枯燥乏味的 其所谓枯燥乏味 正是由于这一部分 不是传记 而是很好的哲学 第十一卷涉及的问题是 假如创世 犹如《创世纪》第一章 犹如奥古斯丁反驳 模拟教徒时 所主张的那样 那么创世一事 是应该尽早发生的 于是他就这样 假想着一个反对者 从而展开了他的论证 为了理解他的解答 首先必须认清 旧约全书中 无中生有的创造 对于希腊哲学来说 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当柏拉图论及创世时 他想到的是 是一种由上帝赋予形象的原始物质 而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看法 他们所说的上帝 与其说是造物主 不如说是一个设计师或建筑师 他们认为 物质实体是永远的 和不是被造的 只有形象 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 与此见解相反 圣奥古斯丁 像所有正统基督教徒所必须主张的那样 主张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 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 上帝创造了物质实体 他不仅仅是进行了整顿和安排 希腊人认为 不可能从无中创造的这一观点 曾断须地出现在基督教时代 和导致了梵神论的产生 梵神论认为 上帝与世界是不能区分的 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一部分 这种见解 在斯宾诺沙的著作中得以充分地发展 并使得几乎所有神秘主义者 受到了他的吸引 在基督教的所有事迹中 神秘主义者在奉守正统教义方面 一直感到困难 因为他们难以相信 世界是存在于上帝之外的 但奥古斯丁在这一点上 却未感到困难 因为创世纪已讲得很清楚 这对他来说是已经足够了 他对于这一问题的见解 对他的时间论 有着重要意义 世界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被创造呢 因为不存在所谓更早的问题 时间是以创世的同时被创造出来的 上帝在超时间的意义上来说 是永恒的 在上帝里面 没有所谓以前和以后 只有永远的现在 上帝的永恒性 是脱离时间关系的 对上帝来说 一切时间都是现在 他并不先于他自己所创造的时间 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存在于时间之中了 而实际上 上帝是永远站在时间的洪流之外的 这就导致奥古斯丁写出了令人十分钦佩的 时间相对性理论 那么什么是时间呢 他问道 如果没有人问我 我是明白的 如果我想给问我的人解释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 种种困难 使他感到困惑不解 他说 实际存在的 既非过去 又非未来 而只是现在 现在 只是一瞬间 而时间 只有当他正在经过时 才能加以衡量 虽然如此 也确乎有过去和未来的时间 于此 我们四倍带入矛盾之中 为了避免这些矛盾 奥古斯丁找到的唯一方法就是说 过去和未来只能被想象为现在 过去必须与回忆相等同 而未来则与期望相等同 回忆和期望两者都是现存的事实 他说有三种时间 过去事物的现在 现在事物的现在 以及未来事物的现在 过去事物的现在是回忆 现在事物的现在是视觉 未来事物的现在是期望 说 有过去 现在和未来三种时间 只是一种粗帅的说法 他也了解 用这种理论 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所有的困难 他说 我的心渴望知道 这个最为错综复杂的谜 他祈祷上帝开导他 并向上帝保证 他对这个问题的关心 不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 主啊 我向你坦白 我对于时间之为何物 依然是盲无所知的 但他所提出的解答要点是 时间是主观的 时间存在于进行期望考察和回忆者的精神之中 因此 如果没有被创造之物 也就不可能有时间 因而谈论创造以前的时间是毫无意义的 我自己不同意这种把时间说成某种精神产物的理论 然而很显然 这却是很卓越的理论 值得人们认真的加以考虑 我可以更进一步说 比起希腊哲学中所见的任何有关理论 这个理论乃是一项巨大的进步 它比康德的主观时间论 自从康德以来 这种理论曾广泛地为哲学家们所承认 包含着更为完善 更为明确的论述 说时间只是思维的一个方面的这种理论 是主观主义的一种极端的形式 犹如我们所见 这种主观主义是在古代 从普罗凤格拉和苏格拉第时代以来 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 这种理论的感情方面 是受到罪恶萦绕的一种观念 但这个方面 比其智力方面的发生为期较晚 圣奥古斯丁提出了两种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 不仅使它成为康德时间论的先驱 同时也成为笛卡尔的 我思想的先驱 奥古斯丁在读语录中这样说 你这求知的人 你知道你存在吗 我知道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我不知道 你觉得你自己是单一的呢 还是复合的呢 我不知道 你觉得你自己移动吗 我不知道 你知道你自己在思维吗 我知道 这一段话 不仅包括了笛卡尔的 我思想 同时也包括了加桑蒂的 我行走 所以我存在的回答 因此 作为一个哲学家 奥古斯丁理应占据较高的地位 二 上帝之城 公元410年 当罗马被哥特族决掠的时候 异教徒很自然地把这场灾难 归咎于不再信仰古代诸神的结果 他们说 在信奉朱比特时 罗马一直保持着强盛 但现在 皇帝们都不再信奉他 所以他也不再保护罗马人了 异教徒的这种议论 需要给予答复 从公元412年 到427年间 陆续写成的 上帝之城 就是圣奥古斯丁的解答 然而 这部作品 随着写作的进展 概括面 也变得越发广泛起来 并终于发展成为一部 有关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 全部基督教历史纲要 在整个中世纪中 特别在教会对世俗诸侯的斗争中 这部书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这部作品和其他一些伟大作品一样 在读时 较初读时 会在读者的记忆中 留下某些更好的感受 书中包括 为现代任何人 所难以接受的许多内容 而且该书的中心命题 曾为当代一些不重要的因素 所掩蔽 但有关世俗之城 与上帝之城对比的 广阔概念 却仍然给许多人 以甚深的感召 以至在今日 我们仍能以非神学的术语 加以重述 在介绍这部作品时 如省略其细节 而集中于其中心思想 这就会流于过分的赞扬 相反 如集中介绍细节 那么就势必忽略其中最精华 及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 我将试图避免这两方面的错误 首先叙述其中的某些细节 然后再按历史的发展过程 论及书中的一般理念 该书 起自罗马遭捷而引起的一些考察 他试图阐明 在基督教以前的时代里 甚至发生过更坏的事情 这位圣徒说 异教徒经常把灾难归咎于基督教 可是他们当中许多人 在被劫略期间 就曾跑进教会中避难 因为蛮族哥特人信奉基督教 他们是尊重教会的 与此相反 当特洛伊遭受劫略时 诸诺神殿 不仅未成为人们的避难所 而且诸神也为守护该城 免遭破坏 罗马人从未宽恕过 被征服诸城的神殿 但当罗马被决裂的时候 他却受到较为缓和的对待 而这种缓和 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缘故 由于以下各种原因 在这次决裂中受害的基督徒 是没有权利诉苦的 一些邪恶的哥特人 故可借着牺牲基督徒的利益 发财致富 但在来世 他们是要受苦的 如果所有罪恶 都在地上受到惩罚 那么最后的审判就不必要了 如果基督徒是有德行的话 他们所忍受的 必然与他们的德行有所增益 因为对圣徒来说 丢掉了现实的东西 并不意味着丢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他们死后得不到埋葬 也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贪婪的野兽 并不能阻挠肉体的复活 接着便论到 在劫略期间 一些信仰虔诚的处女 遭受强奸的问题 显然有些人认为 这些女性之失掉了处女性冠冕 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过失 但圣奥古斯丁却非常明智地反对这种见解 多 别人的情欲是不会玷污你的 真结是内心的品德 它是不会因强奸而失去的 罪恶的意图 即使尚未实践 却会使你失去它 他暗示 上帝所以允许强奸 是因为那些牺牲者 对自己的劫狱过分自负的缘故 为了逃避强奸而自杀是劫恶的 由此引起他对鲁克雷莎的长篇议论 他认为鲁克雷莎不应该自杀 因为自杀永远是一种罪恶 译者注释 鲁克雷莎是罗马名将克拉提努斯的妻子 因受到王子塞克斯图斯塔尔克纽斯强奸而自杀 从此克拉提努斯乃清兵 推翻王制建立了共和制 据罗马史家蒂图斯里维乌斯记载 此事发生于公元前510年 注释完毕 在为被强奸的一些有德的妇女的辩护中 有一个保留条件 他们不得乐于受奸 否则他们便为有罪 接着他就论到异教诸神的邪恶 他说你们的那些舞台剧 那些不洁的展览 那些淫荡的异教神 并非由于人们的败坏 使而孕育于罗马 他们之所以被育成 正是由于受到了你们这些神的直接命令 崇拜一个像塞比欧这样的有德者 是比崇拜这些不道德的神旨更有教义的 基督教无需为罗马的糟结而烦恼 因为他们在上帝的寻礼者之城中 自有其避难的处所 在现实里 这两个城 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是混为一体的 但在来世 被神所预先选定的得救者 同被神厌弃者将被分别开来 在今世 即便在似乎是我们的敌人中间 谁将成为选民一事 也是我们无从知道的 他告诉我们 书中最难的部分是对哲学家的驳斥 因为基督徒和一些卓越的哲学家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致的 例如 关于灵魂不死 以及上帝创世的理论 哲学家不放弃 对异教诸神的信仰 但由于异教诸神是邪恶的 因而 他们的道德教训 也就不足为训了 书中并未暗示 异教诸神仅仅是些预言 圣奥古斯丁认为 他们是存在的 但他们却全都是些魔鬼 因为他们想加害于人 所以他们愿意传播一些 有关他们自身的猥亵的故事 对大部分异教徒来说 朱比特的各种行为 比柏拉图的原理和家徒的见解 更有影响 柏拉图不让诗人居住在一个 治理完善的城邦里 这显得他本人 比那些想用舞台剧来赞扬的诸神 更有价值 他说 自从罗马人强奸了撒宾妇女以来 罗马一直变得甚为邪恶 奥古斯丁用了好几张篇幅 叙述罗马帝国主义深重的罪孽 他认为 罗马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 从未受过苦难的说法 是不真实的 他从高卢人的入侵和内战中 所遭受的苦难 不但与哥特人带来的苦难 不相上下 并有过之而无不及 注释 据说罗马建国之初的 罗密鲁斯当政期间 罗马人因缺少年轻女子 乃阴谋举行节庆 邀请了邻族 萨宾人参加 于是 罗马青年们 遂乘急掳掠了 萨宾人的女孩子们 吃惊与受辱的父母们 逃回萨宾后 乃引兵前来奋战 期间 这些女孩子们 已经结识了罗马人 因而便奔向战场 两军中间哭喊着迫使双方 停战 议和 此后 罗马与萨宾之间 终于结成了一个国家 注释完 占星术不仅是邪恶的 而且是虚伪的 这可以从具有同样生辰时刻 双胞胎的不同命运 得到证明 斯多噶学派 对于命运之神的看法 这与占星术有关 是错误的 因为天使和人们 都有自由意志 上帝诚然 预知我们的罪 但是我们并不因为 上帝的预知而犯罪 另外 认为道德 即或在今世 会给人带来不幸的想法 也是错误的 身为基督徒的皇帝们 如果有德 即或遭遇不幸 也是快乐的 君士坦丁和迪奥多修斯 二位皇帝 就相当幸福 再者 当犹太人坚信 宗教真理的期间 犹太人的王国 一直得以延续 书中有一段 对柏拉图极表同情的叙述 他把柏拉图置于 所有其他哲学家之上 他认为 一切哲学家 都该让位于柏拉图 让泰勒斯和他的水 一道去吧 让阿纳克西美尼 和空气一道去吧 斯多噶学派和火 一道去吧 伊比丘鲁 和他的原子 一道去吧 所有这些人 都是唯物主义者 柏拉图却不是 柏拉图认为 上帝不是什么 具有形体的事物 但所有事物 都从上帝 以及某种 恒常不变者那里 获得其存在 柏拉图说 知觉不是真理的源泉 这一点是正确的 柏拉图主义者 在逻辑学和伦理学方面 最为卓越 同时也接近基督教 据说 普罗提诺 此人不久以前 还活在世上 最为理解 柏拉图 至于亚里士多德 他虽比 柏拉图逊色 但却远远超越 其他哲学家之上 但他们两人 都说一切神旨 都是善良的 和应该受人崇拜的 圣奥古斯丁 反对斯多噶学派 谴责一切激情的做法 他认为 基督徒的激情 可能成为道德的起因 愤怒或怜悯 本身不该受到谴责 我们必须探究 他的起因 柏拉图主义者 对上帝的看法 是正确的 但对其他诸神的看法 却是错误的 他们不承认 道成肉身 也是错误的 书中关于天使们 和魔鬼们 有一较长的议论 这种议论 是和新柏拉图主义者 有着联系的 天使们 可能是善良的 或是邪恶的 但魔鬼们 则总是邪恶的 对天使来说 世俗事物的知识 他们虽然具有这种知识 是卑鄙的 圣阿古斯丁和柏拉图 都认为 感情的世界 逊色于永恒的世界 书中的第十一卷 开始叙述上帝之城的性质 上帝之城 是选民的社会 有关上帝的知识 没有通过基督 才能获得 有一些事物 如在一些哲学家那里 是可以经由理性发现的 但对进一步 有关宗教的一切知识 我们都必须依靠圣经 同时 我们绝不该去了解 世界被创造 以前的时间与空间 创世以前 是没有时间的 而且在没有世界的地方 也是没有空间的 被祝福的一切 都是永恒的 但永恒的一切 却不一定都被祝福 例如 地狱和撒旦 上帝预知魔鬼们的罪恶 但也预知 他们对改善 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的作用 这和修辞学中的对聚 是类似的 欧里根认为 身体是作为一种惩罚 精于灵魂的这一看法 是错误的 假若这样 邪恶的灵魂 行将有邪恶的身体 但是魔鬼们 甚至最邪恶的魔鬼 都有缥缈的身体 而这却比我们的身体 还要高级 上帝在六天内 创造了世界的理由 是因为六是一个完全数 即等于他的各个因数之和 天使有好的 也有坏的 即使坏天使 也没有一种 与上帝相违背的本质 上帝的敌人 并不是出于其本性 而是出于其意志 邪恶的意志 没有动力因 而只有缺陷因 它不是一个结果 而是一种缺陷 创世以来 还不到六千年 历史并不像 哲学家所设想的 那样是循环的 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恶 只死一回 如果我们最初的祖先 未曾犯罪 他们将不至于死亡 但因为他们犯了罪 所以他们的后代 都去死亡 吃了苹果 不仅带来自然的死 而且也带来了永远的死 即永结的惩罚 普尔文利认为 天上圣徒 没有身体的这一看法 是错误的 圣徒们 要比堕落前的亚当 具有更好的身体 他们的身体将是精神的 但不是精灵 并将没有重量 男人将具男身 女人将具女身 腰折折 将以成年人的身体 复活 亚当的罪 几乎给所有人类 带来永恒的死 即永结的惩罚 但上帝的恩惠 却从中解救出 许多人来 罪恶来自灵魂 而不来自肉体 柏拉图主义者 以及摩尼教徒 把罪恶归咎于肉体 本性 这一点都是错误的 当然 柏拉图主义者的错误 还不如摩尼教徒之为甚 由于亚当所犯的罪 而对全体人类施加的 惩罚是正当的 因为由于这次犯罪的结果 害得本可具有灵体的人 落得了肉欲的心 这个问题 导向有关性欲的一段 冗长而又繁琐的议论 按此 则我们之为性欲所困 正是由于对亚当 所犯罪迁的一部分惩罚 这段议论 从其显示了禁欲主义的心理来说 是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加以申诉 尽管圣者奥古斯丁自认 这个题目是荒唐的 但我们出于以上的理由 也还需加以申诉 其学说如下 如果为了繁衍后裔 结婚生活中的性交 必须被认为无罪 然而 即便在结婚生活中 一个有德者 也还是愿能做到 不以色情而为之的地步 即使在婚姻生活中 从人们西记隐蔽来看 人们是以性交为可耻的 因为这种来自天性的合法行为 从我们的十足起 便伴随着犯罪的羞耻感 犬儒学派认为 人不该有羞耻感 迪奥根尼西记全面摆脱羞耻感 并西记在各个方面 像狗一样行事 可是就连他在一次适行之后 也放弃了 实践上这种极端的无耻行为 色情之可耻 在于他不受抑制的约束 堕落以前的亚当和夏娃 或可能有过没有色情的性交 尽管事实上并不如此 工匠从事工作 当他们挥动手臂的时候 并不感到色情 同样 只要亚当当日曾经远离苹果树 他或许能够不以现在必须的各种感情 来进行性活动 性器官犹如身体其他部分一样 也许竟或服从了人们的意志 性交所以需要色情 是对亚当所犯罪孽的一项惩罚 是非如此 性欲与快感或竟分道扬镳 除去某些有关生理的细节 经此书英译者妥善地保留了 原拉丁文恰到好处的朦胧词句之外 以上所述便是圣奥古斯丁 关于性欲的理论 由此可见 禁欲主义者之所以嫌恶性欲 显然在于性欲之不受意志指挥 所谓道德 要求意志对身体的全面控制 然而这种控制却不足以使性行为有所可能 因此性行为 似于完美的道德生活势不两立 自从亚当犯罪之后 世界被划为两个城 一个城要永远与上帝一同作王 另一个城则要与撒旦一同受永结的折磨 该隐属于魔鬼之城 亚伯属于上帝之城 亚伯由于神的恩惠 并预定是世上巡礼者和天国的居民 十二位先祖也属于上帝之城 关于马土萨拉之死的议论 是奥古斯丁涉及了七十人一本圣经 与拉丁语一本圣经之间意见纷纭的比较问题 根据七十人一本圣经的记载 应得出马土萨拉在洪水以后还活了十四年的结论 但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未曾搭进诺亚的方舟 拉丁语一本圣经依据希伯来文原点 记载马土萨拉死于洪水发生那年 在这一问题上 圣奥古斯丁认为 圣杰罗姆和希伯来原文必定是正确的 有人主张说 犹太人出于对基督徒的敌意 故意改窜了希伯来原文圣经 但这种假说受到了他的驳斥 另一方面 七十人一本圣经也必曾受到了神的感召 因而 唯一的结论将是 托洛密帝的抄写人 在抄写七十人一本圣经时出了笔物 在论及旧约圣经的各种译本时 奥古斯丁说 教会一直接受七十人一本圣经 好像除此以外 再没有其他种译本 正如许多希腊基督徒 只知用这个译本 并不知另外有否其他译本一样 我们的拉丁文译本 也是依据七十人一本圣经重译的 然而一个博学的僧侣 伟大的语言学家 杰罗姆 却把这本圣经 从希伯来原文 直接译成了拉丁文 犹太人 虽然证实他精湛的译文 全都正确 并断言 七十人一本 有不少错误 但基督的各教会则认为 任何一个人 不会比那么许多人 更为可取 尤其这些人 是为了从事这项工作 由大祭司所选定的 他承认 七十人单独进行翻译 最后取得奇迹般一致的说法 并认为这是七十人一本圣经 受到圣灵启示的一个证明 但希伯来文圣经 也同样受了圣灵的感召 这个结论 使得杰罗姆一本的权威性 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果这两位圣徒 未曾对圣彼得的两面派倾向 进行过争论的话 奥古斯丁也许会更坚决地 站在杰罗姆的一边 奥古斯丁对圣史和世俗史 进行了时代的对比 据此 以尼亚斯来到意大利的年代 市值亚顿在以色列做试诗 再有 其最后的逼迫是在敌基督者的领导下进行的 但其实日则不得而知 在写了反对司法刑讯值得赞赏的一章之后 圣奥古斯丁进而驳斥了那些认为一切事物都值得怀疑的新学院派 基督的教会因为对所理解的事物具有最确切的知识 所以把这些怀疑认为疑认为疯狂而加以厌弃 我们应当相信圣经的真理 它继而说明 离开真正的宗教就没有真正的道德 异教的道德是为淫秽的恶魔势力所玷污了的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道德的东西 对于一个异教徒正称为恶德 有些东西灵魂似乎认为是道德 并对此加以垂青 但如果这些东西不完全与上帝有关 那么这些与其称之为道德 当真倒不如称之为恶德 不属于这个社会 教会的一些人将遭受永远的困苦 在我们现实的斗争中 不是痛苦取得胜利 然后由死亡来趋尽它的感觉 就是天性取得胜利 并由它来趋尽痛苦 可是在那里 痛苦将永远作难 而天性则将永远受苦 二者都将忍受持续的惩罚 复活有两种 死后灵魂的复活 和最后审判时的肉体复活 在讨论关于基督做王 一千年的种种困难 以及死后哥哥和马哥的行为之后 他又论及贴萨罗尼加后书的一处经文 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谎 使一切不信真理 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有人也许认为 全能的上帝首先欺骗他们 然后再由于他们受骗而施以惩罚 是不公正的 但圣奥古斯丁则认为 这是不足为奇的 由于他们被定了罪 所以才受了迷惑 同时由于受了迷惑 所以才被定了罪 然而他们之受迷惑 乃是由于上帝的秘密裁判 这种裁判既秘密而公正 又公正而秘密 自从创世以来 他就一直继续着这种裁判 圣奥古斯丁认为 上帝不是根据人类的功过 而是肆意把人们划分为 被拣选的和被遗弃的 所有人都应该同样 承受永结的惩罚 因此被遗弃的 并没有倾土不满的理由 从上述圣保罗的章句中来看 人们之所以邪恶 似乎由于他们是被遗弃的 而非由于他们是邪恶的 而成为被遗弃者 肉体复活后 被定罪者的肉体 虽将受到永无止境的焚烧 但并不因此而消亡 这是不足为奇的 因为火蛇和埃特纳火山 就是这样 魔鬼虽然不具形体 却能被具有形体的火所焚烧 地狱里的磨难 并不为人们敌罪 它也不能由于圣徒的求情 而有所减轻 欧里根认为 地狱并非永恒的想法 是错误的 异端信徒和罪恶深重的天主教徒 行将受到永结的惩罚 由以上的概述看来 这部作品的重要性 可能还不够明显 书中有影响的一点 在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 它具有这样明确的含义 国家唯有在一切有关宗教事务方面 服从教会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 自此以后 这种说法一直成为教会的原则 贯穿整个中世纪 在教皇权的逐渐上升期中 在教皇与皇帝间的历次冲突中 圣奥古斯丁为西方教会政策提供了理论的根据 犹太人的国家 无论在世事纪的传说时期 或在从巴比伦被掳归来的历史时期 结为神政国家 基督教国家 在这一关系上 应该仿效犹太人的国家 罗马诸皇帝和中世纪大部分西欧君主的脆弱性 在很大的程度上 促使教会实现了上帝之城中的理想 但在东罗马 由于皇帝的强大 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发展 东方教会 教主西方教会 远为臣服于国家政权 使圣奥古斯丁的救世教义 得以复活的宗教改革 摒弃了他的神政理论 而趋向于伊拉斯特派 这主要是出于对天主教斗争时的实际需要 然而 新教徒的伊拉斯特主义 却是缺乏热忱的 新教徒中 宗教心最强的一些人 仍然受着圣奥古斯丁的影响 在禁礼派 第五王国派和贵阁派 继承了一部分奥古斯丁的教力 但却不过分强调教会的作用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固执预定说 一面又主张洗礼在得救上的必要性 这两种原则并不十分协调 因而 一些极端的新教徒便放弃了后裔主张 然而他们的末世论却依然保留了奥古斯丁的原则 上帝之城一书中包含极少独创的理论 他的末世论导源于犹太人 其所以导入基督教中来 主要是经由启示录一书 预定说和有关选民的理论是保罗的 但奥古斯丁却做了比保罗书信中 所作更充分更逻辑的发展 圣史和俗史的区分 在旧约圣经中已有明确的叙述 奥古斯丁只不过把这些因素融会在一起 并结合其当时的历史加以叙述 为使基督徒在信仰方面 不致受到过分严重的考验 而能适应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以及此后的混乱时期 犹太人对于过去和未来历史的理解方式 在任何时期都会强烈地投合 一般被压迫者与不幸者 圣奥古斯丁把这种方式应用于基督教 马克思则将其应用于社会主义 为了从心理上来理解马克思 我们应该运用下列的词典 亚威等于辩证唯物主义 救世主等于马克思 选民等于无产阶级 教会等于共产党 耶稣再临等于革命 地狱等于对资本家的处罚 基督做王一千年等于共产主义联邦 左边的词汇意味着右边词汇的感情内容 正是这种素为基督教或犹太教人士 所熟悉的感情内容 使得马克思的末世论有了信仰的价值 我们对于纳粹也可做以类似的词典 但他们的概念比马克思的概念 较多的接近于纯粹的旧约 和较少的接近于基督教 他们的弥赛亚 与其说类似基督 则不如说更多的类似马卡比族 圣奥古斯丁神学最有影响的部分 是与反击培拉丘斯异端相关的 培拉丘斯是威尔士人 原名莫尔根 一级海上之人 这和希腊语里的培拉丘斯 一词的意义相同 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僧侣 不像许多同时代人那样狂信 他相信自由意志 怀疑原罪的教义 并认为人类的道德行为 是出于人们在道德方面努力的结果 如果人们归行巨步 并属于正统教派 那么作为道德的奖赏 人们均将升入天国 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 虽然好像老生常谈 但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骚动 并主要通过圣奥古斯丁的反对 而被宣告为异端 但是这些观点 却一度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奥古斯丁不得不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长老写信 要他警惕这个诡计多端 曾经劝诱许多东方神学者 采纳其见解的异端创始人 在奥古斯丁的谴责之后 被称为半培拉旧斯派的一些人 曾以一种比较缓和的形式 鼓吹培拉旧斯教义 又过了许久 圣奥古斯丁比较纯粹的教义 才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特别在法兰西 半培拉旧斯派 于公元529年 奥兰治宗教会议时 才最后被判为异端 圣奥古斯丁教导说 亚当在堕落以前曾有过自由意志 并可以避免犯罪 但由于他和夏娃吃了苹果 于是道德的败坏 才侵入了他们体内 并以此遗传给他们所有的后裔 因而 其后裔竭不能以自力来避免罪恶 只有上帝的恩宠 才能使人有德 因为我们都继承了亚当的原罪 所以我们都理应承受永结的惩罚 所有未受洗礼而死去的人 即便是婴孩 也要下地狱和经受无穷的折磨 因为我们都是邪恶的 所以我们是无权对此倾吐不满的 在忏悔路易书中 圣者奥古斯丁列举自己在强保其所犯的种种罪恶 但是由于上帝白师的恩惠 在受洗的一些人中 将有一部分人被纳入天国 这些人就是选民 他们并非由于自己善良而进入天国 除了借着上帝指示于选民的恩宠 使我们不致败坏以外 我们大家都是败坏的 没有理由可以用来说明 为何有些人得救 而其余的人则将受到诅咒 这只是基于上帝毫无动机的抉择 永结的惩罚证明上帝的公义 就证证明上帝的怜悯 二者同样显示出他的善良 支持这种残酷教义的各种议论 建于圣保罗的著述 特别建于罗马人书 这种教义曾为加尔文所恢复 并从那时起为天主教教会所抛弃 奥古斯丁对待这些作品 犹如一个律师之对待法律 他的解释是很有力的 它使原文表现了无以复加的含义 终于使人设想 圣保罗的信仰 虽不像奥古斯丁所推论的那样 但如单独就其中某些原文而论 则这些地方又确曾暗示 奥古斯丁所说的那种含义 对未受洗婴儿的永结惩罚 不但不认为害人听闻 反而认为是出于一个仁慈上帝的这种说法 可能被人们认为怪诞不惊 然而由于罪恶的信念 深深地支配了奥古斯丁 所以他确实认为 新生婴儿是撒旦的手足 中世纪教会中 许多极其凶恶的事件 都可追溯到奥古斯丁 这种阴暗的普遍罪恶感 只有一个思想上的困难 确实曾使圣奥古斯丁感到烦恼 这个困难并不是 因为人类绝大部分注定要遭受永结的折磨 从而感到创造人类乃是一件汉事 使他感到烦恼的是 倘若原罪 犹如圣保罗所教导 是从亚当遗传下来的 那么灵魂与肉体同样 也必然由父母所生 因为罪恶是属于灵魂 而不是属于肉体的 他对于这种教义感到了困难 但他却说 因为圣经从未涉及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事上 得益正确的见解 不可能是得救的必要条件 因而他就对之未做结论 黑暗时期开始之前 最后几个杰出的知识分子 不但不关心拯救文明 驱逐蛮族 以及改革政治弊端等等 反而大肆宣扬童贞的价值 和未受洗礼的婴孩 所受的永结惩罚 这当真是十分离奇的 但当我们了解 这些便是教会传给蛮族改宗者的一些偏见时 那么我们对于下一时代 在残酷与迷信方面 几乎凌驾有史以来所有时期的原因 就不难理解了 第五章 巴门尼德 希腊人并不单溺于中庸之道 无论是在他们的理论上 或是在他们的实践上 赫拉克利特认为 万物都在变化着 巴门尼德则反驳说 没有事物是变化的 巴门尼德是意大利南部 爱利亚地方的人 鼎盛期约当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 根据柏拉图的记载 苏格拉底在年轻的时候 大约是公元前四百五十年左右 曾和巴门尼德会过一次面 当时 巴门尼德已经是一个老人了 并且从他那里学到好些东西 无论这次会见是否历史事实 我们至少可以推断 柏拉图自己受过巴门尼德学说的影响 这是从其他方面显然可以看出来的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哲学家们 要比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 更倾向于神秘主义和宗教 大体说来 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的倾向是科学的 怀疑的 但是数学 在毕达哥拉斯的影响之下 则在大希腊 也就是指 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 要比在伊奥尼亚兴盛得多 然而 那个时代的数学 是和神秘主义混淆在一起的 巴门尼德 受过毕达哥拉斯的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 达到什么程度 便全数揣测了 巴门尼德 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种 行而上学的论证形式 这种论证 曾经以不同的形式 存在于后来大多数的 行而上学者的身上 直到黑格尔为止 并且包括黑格尔本人在内 人们常常说 他曾创造了逻辑 但他真正创造的 却是基于逻辑的 行而上学 巴门尼德的学说 表现在一首论自然的诗里 他以为感官是骗人的 并把大量的可感觉的事物 都斥之为单纯的幻觉 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一 一是无限的 不可分的 他并不是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 那种对立方面的统一 因为根本就没有对立面 举例来说 他显然认为 冷仅仅意味着不热 黑暗仅仅意味着不光明 巴门尼德所想象的一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上帝 他似乎把它认为是物质的 而且占有空间的 因为他说它是球形 但它是不可分割的 因为他的全体是无所不在的 巴门尼德把他的教训分成两部分 分别的叫做真理之道和意见之道 后者我们不必去管他 关于真理之道他所说过的话 就其保存了下来的儿论 主要之点如下 你不能知道什么是不存在的 那是不可能的 你也不能说出他来 因为能够被思维的和能够存在的 乃是同一回事 那么现在存在的 又怎么能够在将来存在呢 或者说 它怎么能够得以存在呢 如果它是过去存在的 现在就不存在 如果它将来是存在的 那么现在也不存在 因此就消灭了变 也就听不到什么过度了 能够被思维的事物 与思想存在的目标是同一的 因为你绝不能发现一个思想 是没有它所要表达的存在物的 这里 伯奈特注解 我以为这个意思是 不可能有什么思想符合于一个 不是某种真实事物的名字的名字 这种论证的本质便是 当你思想的时候 你必定是思想到某种事物 当你使用一个名字的时候 它必是某种事物的名字 因此 思想和语言都需要在它们本身以外 有某种课题 而且你既然可以在一个时刻 而又在另一个时刻 同样地思想着一件事物 或者是说到它 所以 凡是可以被思维的 或者可以被说到的 就必然在所有的时间之内都存在 因此 就不可能有变化 因为变化 就包含着事物的产生与消灭 在哲学上 这是从思想与语言 来推论整个世界的最早的例子 当然 我们不能认为它是有效的 但是很值得我们看一看 其中包含有哪些真理的要素 我们可以把这种论证 表达为如下的方式 如果语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字句就必然意味着某种事物 而且它们一般的 并不能仅仅是意味着别的字句 还更意味着某种存在的事物 无论我们提不提到它 例如 假设你谈到了乔治华盛顿 除非有一个历史人物叫这个名字 否则 这个名字 看起来似乎就是毫无意义的 而且含有这个名字的语句 也会是毫无意义的 巴门尼德认为 不仅乔治华盛顿在过去必然存在过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 它现在也必然还存在着 因为我们仍然能够有所指的 在使用它的名字 这显然似乎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怎样去对付这种论证呢 让我们举一个想象中的人物吧 比如说哈姆雷特 让我们考虑这种说法 哈姆雷特是丹麦王子 在某种意义上 这是真的 但并不是在朴素的历史意义上 真确的说法是 莎士比亚说 哈姆雷特是丹麦王子 或者更明确地说 莎士比亚说 有一个丹麦王子 叫做哈姆雷特 这里面就不再有任何想象中的事物了 莎士比亚和丹麦 和哈姆雷特这个声音 三者都是真实的 但是哈姆雷特这个声音 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字 因为实际上 并没有人叫哈姆雷特 如果你说哈姆雷特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的名字 这还不是严格正确的 你应当说 人们想象哈姆雷特是一个真实人物的名字 哈姆雷特是一个想象中的个体 麒麟则是一种想象中的动物 凡有麒麟这个词所出现的词句 其中有些语句是真的 有些则是假的 但是在两种情况中 都并非是直接的 让我们看一下 一个麒麟有一只脚 以及一头牛有两只脚 为了证明后一句话 你就必须去看一看牛 单单说某本书里说过 牛有两只脚是不够的 但是麒麟有一只脚的证据 却只能在书本里才能找得到了 并且事实上正确的说法是 某些书里说 有一种独角的动物叫做麒麟 一切有关麒麟的说法 其实都是有关麒麟这个字的说法 正好像一切有关哈姆雷特的说法 其实也都是有关哈姆雷特这个字的说法 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之下 非常显然的 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字 而是字所意味着的东西 于是 这就又把我们带回到 巴蒙尼德的论证上去了 即 如果一个字可以有所指的 加以应用的话 它就必然意味着某种事物 而不是意味着无物 因此 这个字所意味的事物 便必然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着的 然而 关于乔治华盛顿 我们应该说什么呢 似乎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说它仍然还存在着 另一种是说 当我们用乔治华盛顿这几个字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在说着 叫这个名字的那个人 两者似乎都是一种悖论 但是后者的困难似乎要少些 我将要试着指出 它在有一种意义上可以是真的 巴蒙尼德认为 字会有着经常不变的意义 这一点实际上就是它论证的基础 它假定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 然而 尽管字典或者百科全书 给一个字写下了可以说是官定的 并且为社会所公认的意义 但是并没有两个人在用同一个字的时候 在他们的心目中恰好有着同一的思想 乔治华盛顿本人 可以用他的名字和我这个字作为同一语 他可以察觉他自己的思想 以及自己身体的动作 因此他要比任何别人使用这个名字的可能意义 都更为充分 他的朋友们在他面前也能够察觉他的身体的动作 并能猜测他的思想 对他们来说 乔治华盛顿这个名字 仍然是指他们自己经验中的某种具体的事物 但在华盛顿死后 他们就必须以记忆来代替知觉了 当他们使用他的名字的时候 那就包含有一种心理过程所发生的变化 对于我们这些从来不知道他的人来说 则心理过程又有所不同了 我们可以想到他的画像 并对我们自己说 就是这个人 我们可以想着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如果我们是非常之孤陋寡闻的话 那么他对于我们可能仅仅是 那个叫做华盛顿的人罢了 无论这个名字提示我们的是什么 既然我们从来不知道他 所以他就绝不能是华盛顿本人 而只能是目前出现于感官或者记忆 或者思想之前的某种东西 这就说明了巴门尼德论证的错误 这种字的意义方面的永恒不断的变化 却被另一种事实给遮蔽住了 那就是一般说来 这种变化对于有这个字出现的命题之真假 是毫无关系的 如果你提出任何一个 有乔治华盛顿这个名字 在其中出现的真语句 那么你以美国第一任大总统这个词 去代替它的时候 这个语句照例仍然会是真的 这条规则也有例外 在华盛顿当选以前 一个人可以说 我希望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 但是他不会说 我希望美国第一任总统 是美国第一任总统 除非是他对同一律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但是我们很容易提出一条 把这些例外情况排除在外的规则 而在其余那些情况中 你就可以使用任何只能应用于华盛顿的描述语句 来代替乔治华盛顿 而且也只有凭借这些词句 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知道它的 巴门尼德又论辩说 既然我们现在能够知道通常被认为是过去的事物 那么它实际上就不能是过去的 而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是现在存在着的 因此他就推论说 并没有所谓变化这种东西 我们所说的关于乔治华盛顿的话 就可以解决这种论证 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我们并没有对于过去的知识 当你回想的时候 回想就出现于现在 但是回想并不等于被回想的事物 然而回想却提供一种 对于过去事物的描述 并且就最实际的目的来说 并没有必要去区别描述与被描述的事物 这整个的论证就说明了 从语言里抽出形而上学的结论来 是何等之容易 以及何以避免这种谬误推论的唯一方法 就在于要把对于语言的逻辑和心理方面的研究 推进的比绝大多数形而上学学者 所做的更远一步 然而我想 巴门尼德如果死而复生 读到了我所说的话 他会认为是非常肤浅的 他会问 你怎么知道 你关于华盛顿的叙述指的是过去的时候呢 根据你自己的说法 直接的推论 必须是对于现存的事物 例如 你的回想是现在发生的 而不是发生在你以为你是在回想的时候 如果记忆可以被当作是一种知识的来源 那么过去就必须是现在就在我们的心目之前 而且 在某种意义上 便必然应当是现在还存在着 我不想现在来解答这种论证 它需要讨论记忆 而那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 我在这里把论证提出来 是要提醒读者 哲学理论 如果它们是重要的 通常总可以在其原来的叙述形式被驳斥之后 又以新的形式复活 反驳 很少能是最后不易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们只是更进一步精炼化的一幕序曲而已 后来的哲学 一直到较晚近期为止 从巴门尼德那里所接受过来的 并不是一切变化的不可能性 那是一种太激烈的悖论了 而是实体的不可毁灭性 实体这个字 在它直接的后继者之中并不曾出现 但是这种概念 已经在它们的思想之中出现了 实体被人设想为是变化不同的 未语之永恒不变的主词 它就这样变成为哲学 心理学 物理学和神学中的根本概念之一 而且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如此 在后面 我还要详尽地谈到这一点 目前我只是想要指出 为了要对巴门尼德的论证 做到公平 而又不抹杀明显的事实起见 我就必须提到这一点 感谢观看